我,大唐军神,从灭突厥开始崛起,第二集,书接上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李正外的任何人听到这,都会感到茫然,因为这世界根本就没有武道,更没有修炼者。 知道神仙的传说吗?李正看着三人笑道,难道,难道将军是神仙下凡?赵明和五元龙顿时惊呆了,眼神中敬佩之意更加浓郁。 你们可以理解,我拥有这种力量,就是走在成仙的路上。李正神情淡然,将军果然是战神转世,神仙投胎,属下愿誓死效忠将军。 赵明和五元龙站起来,咕咚一声跪倒在地,神情激动说道,这种内力,我可以传授给你们。李正抬汉看着目光热切的两人,淡淡道,将军,你是说传授给我们先天内力,咱们以后也会拥有这等神烈。 李正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到两人面前,全身放松。 文言赵明二人将身子放松下来,心中带着万分的期待。 传说先天进三重九阳神功,李正闭着眼心头,默念着九阳神功心法,双手按在两人的头顶上。 随后,九阳神功内功心法就向着两人的脑海内传输了过去。 转瞬间,两人的脑海内就多了九阳神功内功心法。 就在两人惊诧之际,两人脑海内就像自动复读机一样,很快内功心法便滚瓜烂熟了。 下一刻,两人看向李正的目光就宛若看神仙一般。 属下誓死效忠将军。 两人跪在地上,将头重重扣地。 好了,我传授给你们的内功心法是真正的绝命,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不得与任何人说,更不得外传,一旦被我发现。 杀无赦。 李正神情一变,冷冷说道,将军传授我等绝界,属下感激不尽,绝不敢外传。 若违背誓言,天打雷劈。 赵明二人连忙保证道,你们二人立刻将我传授给你们的功法第一篇抄录下来,传授给三百轻卫。 等他们都熟悉之后,立刻焚毁。 这人的学习过程,你们要亲自监督。 李正对两人吩咐道,将军。 属下觉得,这神功心法太过重要。 虽然这三百轻卫都表现出对将军的忠心,但是人心难测,将军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赵明担心说道,属下觉得赵统领说的没错,望将军甚重。 五元龙也附和道,两位是不是觉得本将军看不透人心? 他们和你等一样,都是真正忠于我的兄弟。 可以大胆地教他们功法。 若是有不忠于我的,本将军自然知道。 李正淡然一笑,十分自信。 听到这话,赵明和五元龙瞬间明白了,将军能够看透人心的。 想到这,两人同时意识到将军乃是神仙准事。 看透人心又算到了什么? 去办吧。 李正吩咐道,是。 赵明二人领命,鞠躬行礼,转身出门去办了。 就在李正吩咐赵明二人办事时,周福生愣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直到两人离开都没有回过神来。 周爷爷,你就不想问一下什么情况吗? 李正笑着问周福生,老奴能问什么? 在老奴心中,只要真哥能够安安稳稳地活下来,就是姓氏。 不管真哥想做什么事,老奴都全力支持。 周福生恢复神情,宁重说道。 真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都是拿命拼出来的,培养死事。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老奴自然全力支持。 这是临世陈醋房总店和分号的所有员工名册,请东家请过目。 周福生说着,将早就准备好的临世陈醋房名册拿了出来,递给了李正。 这一刻,周福生也将真哥称呼,换作东家。 表示出一种尊重。 当李正接过名册之后,也就代表着李正彻底接受了临世陈醋房。 名册上,名字前面出现一个个忠诚数值。 李正拿起桌上的毛笔,直接在上面圈了起来,周福生在一旁看着,一脸不解。 一会儿,这些被标记过的人不可用,全部清除,换一批人。 另外,把这些人经营的分号查一下账目,看他们有没有摊没分号盈利。 李正将圈过名字的名册重新递给了周福生。 周福生接过来一看,名册上被李正圈起来的十多个人的名字,其中有几个是陈醋方分号掌柜的。 好的,但对于李正的决策,周福生没有任何的意义,立刻答应下来。 毕竟,这临世陈醋房本来就是李正的产业,自己只是临时替他打理。 还有,周爷爷你以后要借着开临世陈醋房分号的机会,替我搜集死事。 年纪不要大,最好不要超过18岁。 这是你要亲自抓,最好不要其他人参与。 大唐建朝有十数年,在李世民苦心经营下,国力渐渐恢复,名声逐渐好转。 但天下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吃饱,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是养家糊口。 在北京很多地方还有大批的流民,李正要求的人还是很好找。 东家,你这次准备在家待多久? 周福生问道,当今皇上特赐我休暮两个月。 我与娃儿的事也是时候解决了。 娃儿,我这次必须把他接回来,让他留在秦家,我不放心。 李正语气坚定道,秦家是国公府,护国公乃是追随当今皇上的开国元勋。 秦家势力遍布朝野,东家你去了长安,可要当心啊。 周福生担心地说道,周爷爷,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想好了万全之策,把我尔接回来,秦家阻止不了我。 李正自信地笑道,长安城,大明宫太极殿。 启奏父皇,自护部调拨的抚恤,已经由兵部调兵远送至金阳府军中大营。 如今魏国公亲自独促发放抚恤,最多一个月,抚恤安抚之事就可尘埃落定。 李承前向着李世民禀告道,有太子亲自去办,果然效率高效。 李正满意地点点头。 谢父皇夸奖。 至于从突厥手中夺回的那些城池,儿臣已经安排好了人选,杜河出任北境次使。 将那些夺回来的城池命名为阳全府。 由杜河来掌管阳全府事务。 至于阳全府下面的城池,知县。 而臣也草拟了一份名单,请父皇阅览。 李承前说着,从怀里拿出一份奏折,高举头顶,躬身面向李世民。 一旁的宦官立刻上前,将奏折捧起城上。 李世民接过奏折。 缓缓打开,眼睛扫了一眼,直接点头笑道,既然是太子亲自选的官吏。 朕自然是相信,就按太子所说,让这些人即刻去阳全府上任吧。 父皇圣明! 李承前攻身一拜。 对了,举进阳大营传来的消息,李征在多日前已经动身来长安面圣。 这么多天过去了,应该快到长安了吧。 李世民看着太子李承前问道。 回禀父皇。 据驿站传回来的消息,李征应该在明天即刻抵达长安城。 李承前笑着回答。 起奏皇上!李征乃是我大唐国之功臣。 臣恳请陛下,让臣出城迎接李征。 这时,世袭护国公秦剑声站出来大声启奏道。 护国公所言即是,李征乃是我国之功臣,臣也请命出城迎接李征。 臣也请命?臣愿前往应见。 臣也,随着秦剑声站出来请命后,太极殿内文武大臣一个个站出来请命。 这其中步伐六部尚书,当朝国公。 此刻的李征,就像后世的流量明星,那些大臣们也都想跟着蹭蹭热躲。 同时也可以见到,如今李征在朝堂上带来的波澜有多大。 诸位大人,此事乃是我先起奏的,还是让我去吧。 看着这么多大臣,抢着要去迎接,秦剑声无奈要求道。 而且,秦剑声这次要求主动出城迎接,并非装装样子,也非某些大臣那样想蹭热躲。 而是真心想要去迎接李征。 如今李征来长安,他想着利用迎接李征的机会,和李征好好谈谈,以解除两人间的矛盾。 同时也避免李征在当今皇上面前说些不利于秦府的话。 所以他第一个站出来请命。 唉,护国公,出城迎接我大唐国之功臣。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这次老夫可不会让着你的。 没错,老臣早就想看看这个李征长了什么三头六臂,这等神勇,这等一览真容的机会,老臣可不想错过。 护国公,你还年轻,这次机会就让给老夫吧,朝堂之上,众多国公,尚书,侍郎,竟然为了迎接李征,当场争执起来。 看到这一幕,坐在龙椅上的李世民也不出声阻拦。 而是目光看向站在旁边的太子李征长,感受到来自父皇的目光,李征长顿时领会其意。 他站了出来,面向台阶下的众大臣,淡然一笑,各位大臣,对待我大唐国之功臣,自然不能博代。 你们都不要争了,这出城迎接李征之事,不决定亲自去迎接。 听到太子这话,原来还吵吵闹闹的太极殿内,顿时安静安静下来。 太子亲自迎接李征,这可是天大的面子,相比这些王公大臣,分量众多了。 看来皇上对这个李征,还真的用心。 这得多大的面子,太子殿下圣命。 殿中群臣,此时纷纷攻身一拜。 显然。 李征明示意,让太子去揭示,有着深意的,作为国之储君,未来的皇帝,让他代表自己去迎接李征,既代表了天威,也让太子与李征多亲近。 李征这等军中新锐战将,交给太子李承前亲自迎接,足以展现皇上,太子对李征的重视,以此收服其心。 对于太子李承前,李征明是用心培养,准备接自己的班。 在玄武门之变,李征明登基仅仅两个月,就历年仅八岁的李承前,做了储君,担任太子。 对于自己立下的太子,李征明寄予厚望,不但请来了孔贤达,陆明德两位大儒担任老师,还请动了李刚做太子少师。 后来,又从文武大臣中挑选重臣,担任东宫蜀官。 而太子的东宫蜀官也是阵容强大,文官由长孙吴继,魏征担任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丁智宁,大学士张玄素,大学士高世联担任东宫贤马。 武将有,大将侯军吉,张亮,段志玄等,可谓阵容空前强大。 宛若一个小朝堂了。 如今有李征这等新锐战将,他自然是收服的机会给太子,毕竟他老了后,以后大唐江山会是李承前的。 唉。 秦剑生见此,心底也叹了口气,太子李承前亲自开口去迎接,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看来,只能先行派人去在路上见一见李征了。 秦剑生心底暗想道,此刻的他,只是想着竭力挽回之前对李征的侮辱,化解双方的矛盾,避免以后和李征闹僵了,事情传出去有损秦家的脸面。 但是说真的,他现在是真的后悔,当初对李征侮辱太过了,这也难怪李征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启奏皇上,陈有本奏。 这时,东宫蜀官张玄素站了出来,大声道。 何事? 李世民看向张玄素,淡淡问道,陈上奏之事使官东宫安稳。 自从一年前,太子妃轰逝之后,东宫正妃之位一直玄至,太子侧妃臣氏,贤良淑德,打理东宫友方。 臣以为,东宫正妃空缺,足见太子殿下对太子妃之情,但为了东宫安稳。 臣恳请皇上,太子殿下,将侧妃臣娘娘之位扶正,以此更好地辅助太子打理东宫。 东宫,乃国之本,不可有缺。 张玄素恭敬无比地说道,每一句话都在情在理,没有任何漏洞。 臣,复义。 臣等复义。 一个接一个朝臣站出来,大声复义道。 太子,此事你如何看? 李世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太子李承前。 这件事的决定权在于太子,而不是他这个皇帝。 此事,以后再一把。 李承前缓缓开口说道,他面无表情,但可以听出他话里对此事的抗拒。 太子殿下,请慎重考虑啊。 看到李承前不同意,张玄素有些急了。 姑说了,此事,以后再一。 李承前抬起头,冷冷看去。 在李承前极具威慑的目光下,张玄素低下,不敢再说。 钱还是没有走出来啊。 李世民看了一眼儿子,心底叹了一口气。 但他也没有说什么,这种事,也只有太子自己能够界定。 哪怕他是父皇,也不会擅自给李承前做主。 距离长安城八十里,这里也可以称之为京城地界了。 将军,我们已经进入了长安城地界了,明日就可以到长安城了。 看着眼前一个雕刻着长安府三个字的石碑,照明一脸激动地说道。 别说是他一个人。 跟在后面的三百青卫营的兄弟们,神情都很激动。 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大唐都城。 没来过? 李承笑着看着身后的弟兄们道。 没来过? 若不是托了将军的福,我们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大唐的都城啊。 凌冲笑着说道。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来。 如果不是因为入伍参军,我这辈子应该也不会来的。 李承笑着说道。 哈哈! 众青卫都哈哈笑了起来。 等到了长安城, 本将军带着你们好好领略下咱大唐都城的圣洁。 好了,就地安营扎寨,吃饱喝足,休息好。 等到明月天亮,咱们静长安城。 李承对随行的青卫们吩咐道。 是! 众青卫齐声应道,纷纷翻身下马。 陈四,牛彪。 你们两个一人带十名青卫四周戒备。 其他人安营扎寨,埋锅做饭,准备休息。 照明对着两名百户吩咐道。 是! 两名百户立刻就照办了。 其他青卫也都做饭的做饭,扎帐筒的扎帐篷。 你们有没有找到气感? 李承坐了下来,看着身边几个人问道。 将军,两天前,属下找了一丝气感,如今已经有了一点尽力了。 照明笑着说道,我也一样。 五元龙,林冲也凑上前说道。 属下还没有。 一名百户面色沮丧地说道,在长治县的时候,李承让赵明和五元龙将功法传授给林冲等三百亲卫,不识字的强背,识字的就记下来。 然后将功法新诀全部焚毁了。 修炼之路,欲速则不达。 而且还看个人的天赋。 我已经让周爷爷去搜集药材了,有药材的配合,会有很大的辅助的。 李征解释道, 多谢将军。 众人纷纷道谢。 这时, 报。 启禀将军,营地外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刚刚才出去职守的陈寺,回来禀报。 身后两名亲卫还直接压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你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李征看着来人,一脸平静地问道。 我? 我是来找归德将军李征的。 来人看了眼周围杀气腾腾的亲卫们,浑身经不住打了个哆嗦,紧张说道。 你? 你来找我? 找我干嘛? 李征看了来人一眼, 淡淡问道。 我是奉国公之命,前来找李将军的。 来人立刻回道。 听到这话,李征立刻就明白了,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冷淡。 你是秦家派来的? 对对对,是护国公派我来的。 有要是通报将军。 来人急忙回道。 来人给我扔出去,再敢靠近营地。 杀无赦。 李征脸色一沉,恶狠狠道。 是。 听到命令,几名亲卫毫不客气,直接将秦家派来的人架了起来,向着外面走去。 将军,我是真的有要事禀告,是关于小姐的。 将军,这个人挣扎着大声喊道,但是李征根本没打算理会。 现在跑了这里找我,想堵我的嘴吗? 看来秦家真不想丢脸啊。 不过,我是不会让你们兄弟如意的。 李征看着这个秦家派来的人,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一年前,长治县的哲辱,秦家兄弟的嚣张跋扈,甚至还威胁要杀自己。 这些都被李征牢牢记住。 他们那日说的话,依然历历在目。 秦家兄弟不想丢脸,他李征就偏偏让他们丢脸。 将军,这秦家究竟想干什么? 难道将军与秦家有什么仇怨? 赵明在一旁不解地问道。 等到了长安城,你们就都知道了。 李征面色平静,简单说了句,对于他语玩的事,他没打算跟手下说太多。 深夜,护国公府,客厅内。 护国公秦建生坐在主座上,弟弟秦海生坐在下手,两人都没有休息,等着消息。 这时,老爷,我回来了。 一个风尘仆仆,浑身泥土,十分狼狈的中年人走进了客厅。 进门就直接跪在地上。 怎么样,见到那个李征没有? 看到他回来,秦建生脸上露出期待的眼神。 老爷,见识见到了。 但是那个李征听说,我是护国公民派来的,就直接让人将我给扔了出来。 而且还扬言,咱再去找他,就要手下的,直接杀了奴才。 这个国公府的下人,委屈地说道。 听了这话,秦建生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过了好长时间,才让心情平复过来。 自从继承国公之位,秦建生感觉到了,作为秦家之主,责任重大。 不能还像之前那样小度极肠。 这也是在小妹玩,未婚生子,这大逆不道的事,依然能够忍下来,善待玩。 这与之前桀骜不逊,简直换了一个人。 一年前自己和弟弟去接小妹,当面折损,威胁李征的事。 现在想来,实在是自己不该。 现在的他,一心想化解双方的矛盾。 想到这,他狠狠瞪了眼弟弟秦海生。 大哥,现在怎么办? 秦海生看到大哥不善的眼神,顿时有些慌了。 看李征这样对待秦家人,显然就是没打算和秦家和解。 还能怎么办? 我现在只希望李征只是记恨咱们兄弟,而不是记恨咱秦家。 说到底,都是我们兄弟之前惹的祸。 咱们惹的祸,当然要自己解决。 秦建生看着外面黑漆漆的星空,无奈道。 秦海生闻言,脸色难看。 此刻的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一刻,兄弟俩甚至想到了在长安,秦家沦为笑柄。 一日,长安城,城门所在。 宇林军开路,上万宇林军将城里城外都戒严直守。 而在城门前,一个身着太子满袍的身影正在等待着。 看到这等情况,许多围观的老百姓眼神中都带有敬畏之色。 当朝太子清临城门等候,显然有什么大事发生? 这不是当朝太子吗? 他跑到城门口干什么,还将城门戒严。 太子殿下这是在等谁吗? 不知道,但能够让太子殿下亲自等候的绝对是大唐的重臣, 会不会是北伐凯旋归来的将士? 有可能,说不定是当今皇上亲自下旨, 昭告褒奖的李征将军呢。 你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不然太子会清临城门? 如果真的是李征将军,那我可要看一看, 这个大唐战神长着什么样的三头六臂呢? 被誉为我大唐最年轻的三品归德将军, 的确是让人好奇。 破突厥王庭,斩杀突厥汉, 这战功听着就骇人听闻, 这战功比说书上说得都厉害。 我听说不仅仅斩杀了突厥汉, 前突厥汉也被他生情活捉了, 还有好多突厥大将也被他斩首了。 哈哈,李征将军看来真的是突厥的克星, 我大唐的战神,有他在。 以后我大唐不用再担心北部变换了, 看着站在城门口和秀等待的里程前, 围观的百姓都纷纷好奇地议论了起来。 而且,随着消息传开, 城内城外聚集的百姓也是越来越多。 还是那句话, 无论是哪个时代, 华夏族群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 喜欢看热闹。 无论是坊间,还是闹市, 只要发生一丁点事, 必然是人满为患的看热闹。 这时,在长安城前, 踏踏踏,一阵阵马蹄声惊天动地的传来。 一直站着等待的里程前, 也终于有了动作, 眺望着看了过去。 几百骑兵正在迅速朝都城池径, 为首一人, 骑着乌锥马, 身着麒麟铠甲, 腰玄玄铁宝剑, 显得格外精神。 入长安面圣, 里征自然要以最完美的姿态敬见, 麒麟铠甲, 玄铁宝剑, 乌锥马, 这就是为将的殊荣之一, 更是展现着皇恩浩荡。 将军, 前面就是长安城, 我大唐的都城, 有生之年能够来到大唐都城长安, 此生无悔啊。 不愧为我大唐的都城, 从外城来看, 就是威武雄壮, 肃穆庄严。 李征身边的赵明, 麟冲等人都是激动地说道。 五元龙没有那么激动, 毕竟不久前奉副总管张公锦之命, 来长安面见了皇帝, 献礼和汇报战况。 不过, 那时和现在, 再看长安城又有不一样的心情, 当时匆匆忙忙, 急着进城面圣。 今天则是陪着李征, 显示荣宠, 感觉完全不一样。 看着越来越近的都城长安, 每一个清卫营将士都是十分的激动, 而且, 别说是他们, 就是李征也是一样的激动。 一国都城, 大唐帝国的核心之地, 曾经重生之初, 李征也最想要来看看的地方, 如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娘! 当年我说长大了, 要带你来长安一看, 你还不准我来? 如今, 我终究还是来了, 可惜你已经不在了。 看着越来越近的都城长安, 李征心中暗想到, 想到自己母亲还在世的时候, 李征曾对他说过, 等他长大了, 要带他来看看长安城。 只不过, 自己的母亲听到要去长安, 当即就不愿意了。 而且还让李征远离那个地方, 说, 豪门权贵太多, 他们这些平民百姓, 不要去招惹是非, 万一在都城得罪了什么人就不好了。 将军, 都城前有军队职守, 难道是当今皇上知道将军要进京, 特意派人来迎接不成。 赵明遥望过去, 立刻就看到了遍布城前的两列与邻军, 顿时惊讶道, 我们的行踪可不是什么秘密, 等下到了城前, 可不能失礼。 这里是都城可不比靖阳, 更不比咱们的军大营, 万一犯了什么禁忌, 可是惹来祸端。 李征对着麾下的亲卫们交代道, 请将军放心, 属下等一定小心行事。 众亲卫纷纷回道, 不一会, 李征就带着三百亲卫靠近了城门, 当靠近后, 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身着明皇蟒袍, 神态傲然的男子站在城门口, 年纪很轻, 也就和李征差不了多少。 当看到这一身龙蟒袍样式的打扮, 李征愣了下, 立刻就想到了站在城门口的是谁了, 年龄, 气质, 还有着装, 完全都对上了。 这难道是当朝太子李承前? 李征心里暗道, 当李征策马来到距离城门还有数十丈远的时候, 立刻就有几名宇林军校尉将路拦了下来。 太子殿下再次等候, 请李征将军立刻下马。 几名宇林军校尉牵着乌锥马, 攻身一败, 与其极为恭敬道。 好, 李征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翻身下马。 当看着前面的太子李承前, 李征心里也是颇为震撼。 当初入伍参军, 见到了第一个历史上明文记载的人物, 便是踏遍西域的苏定方将军, 然后更是赫赫有名的大唐一带军神为国公礼敬。 而现在, 眼前这位历史记载的人物, 而且也是被历史记载, 颇为唏嘘可惜的人物, 一个从小被当成帝王培养, 一个让父亲竭尽全力培养, 一个因为长孙皇后病逝, 而性情大变的太子, 最终却因为谋逆而被废除的太子。 若是没有意外, 唐太宗一定会将皇位传给这位太子的, 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武皇大洲政权。 差点断送了李唐江山, 李承前被誉为最可惜的一个皇太子了。 传言果然是真的啊! 李承真的这般年轻, 而且长相竟然一点也不粗狂, 反而十分的俊了。 在李承下马的一刻, 李承前打亮的目光就看了过去, 这让李承心底也有着一种暗暗称奇。 看着眼前并不是多么魁梧的年轻战将, 竟然能够屡次为大明立下奇功, 还杀入墨北攻破墨北王庭, 斩杀突厥汉遇古昌都。 其实, 在许多人看到李承后, 也是与他们心中所想象的李承完全不同。 在许多人看来, 李承在战场上那般勇猛, 绝对是一个长得十分凶悍的战将。 至少是虎背熊腰, 手臂比别人大腿还粗, 一脸猙獰可怖的那种。 而现实中的李承眉清目秀, 俊朗不凡, 与想象中的形象决然不同。 两者落差太大了。 其实, 这还是参军上了战场, 有了改变。 在没有上战场之前, 李承每天的日子就是经营自家的陈醋房, 在周爷爷的照顾下根本不用操什么心。 那时的李承就是个白面书生, 看起来若不经风似的。 但参军一年多来, 在军中操练, 在战场上搏命厮杀, 经过这番浴血打磨, 李承的皮肤也逐渐变成了健康的古铜色。 身体更是健壮了不少, 与曾经的书生气质相比, 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曾经看上去若不经风的白面书生, 否则也不会被秦家兄弟嘲讽, 羞辱。 现在的李承浑身带着威武肃杀的军武气质, 完全就是一名战场厮杀的战将。 也不知道这个李承浅是不是和历史上记载的一样。 宠性难宠, 最后想复刻玄武门之变, 失败被李世民废除。 李征心底打鼓响着, 但表情一脸庄重, 快步向着李承浅走了过去。 当距离李承浅还有三五步后, 陈、李征参见太子殿下。 李征朗声说道, 双手一拱就准备单膝跪地行礼, 但李承浅快步走上前, 直接扶住了李征。 李征,李爱卿。 这一年来, 孤从北伐战报上屡次看到你的名字, 还有身边的大臣们都在议论你, 咱耳朵都快听出老简来了。 如今当面一见, 果然气质不凡, 气宇轩昂。 我大唐有你这等年轻有为的战将, 此乃我大唐之福啊。 李承浅双手握住李征的手臂,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频频点头夸赞道。 承蒙太子殿下台爱, 亲自出城门迎接微臣, 微臣实在是愧不敢当。 李征,谢过殿下。 李征装出一副感动至极的样子。 没办法, 重生到了这个世界, 这个年代这么多年。 李征虽然以前只是边境小城长治县城混迹, 但是在自己的母亲临时和周爷爷的教导下, 逐渐学会了察言观色, 更知道要想在这个时代安稳地活下去, 就要学会庄。 用后世的话来总结就是,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现在面对的可是当朝太子, 大唐第二号人物, 现在还深受皇帝信任, 李征可是不敢丝毫的不敬。 李爱卿乃是我大唐国之功臣, 别说是姑来接你, 就算满朝文武大臣都来迎接, 也是应该的。 你可知道, 你为我大唐江山设计立下了怎样的功劳? 你的功绩足以让我大唐北境安宁数载, 甚至数十载。 之前, 北境年年灾祸, 边民苦不堪言, 现在因为你的功绩, 我大唐北境将获得多年安稳, 无数边境子民免受异族屠戮, 此乃, 大功。 不仅姑要感谢你, 北境的子民更要感谢你, 甚至是皇上都要谢你。 李承前说的情真意切, 看表情丝毫不是做作, 而是真切表现。 历史上的李承前, 前妻仁德, 宽厚, 深得太宗李世民的信任, 君政大事多有参与, 是难得的贤德太子。 然而长孙皇后去世后, 性情大变, 猜忌狠毒, 心胸狭窄。 最后竟然因为李世民喜欢皇嗣子李太, 居然在东宫阁辽的山洞下, 想来第二次玄武门之变, 失败被废除, 可惜了。 听着李承前的话, 李征心里却在发出感叹, 现在的李承前, 还是仁德的, 仅仅几句话的功夫, 就让李征明白, 眼前的太子的厉害。 用后世的话来说, 每一句话都是艺术, 透出了一种拉拢, 褒奖和恩责。 要不是李征了解大唐历史的走向, 肯定会被李承前一番话语所折服。 正是因为了解历史, 李征才会小心翼翼。 臣, 职责所在。 李征收回思绪, 表情明重地说道, 诸位将士, 辛苦了, 姑已经在宇林军大营内, 给你们安排了犒赏之夜。 你们都是跟随李将军, 出生入死, 为大唐建功立业, 姑为诸位犒赏。 李承前表彰完李征, 又看向跟在李征身后的轻卫营将士。 臣等多谢太子殿下, 三百轻卫纷单膝跪地, 恭敬答谢。 李承前满一点点头, 随后对着身边的宇林军校尉吩咐, 你们带着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们, 去军营享用。 臣领命! 宇林军校尉恭声应答。 随后, 李承前对着李征一笑, 直接一手拉住了李征的手臂, 爱卿, 随姑一同入皇宫太极殿, 皇上还有百官都在大殿等着你呢。 李征哪里敢拒绝, 就这样被李承前拉着, 向着城内走去。 当走进了城内, 两边是更多的宇林军职守, 在宇林军的外侧, 则是无数看热闹的老百姓。 在城门口不远处, 拼着一座九匹战马拉着的鸾架。 鸾架精美华丽, 气势非凡。 在整个大唐帝国内, 唯有当今皇上和太子有资格乘坐, 这是天子出行的遗仗。 刚刚走到城中, 无数百姓的目光就争先恐后地看了过来。 长安城内汇聚的百姓有数万之众, 而且越往里面走, 聚集的百姓就越多。 长安城是大唐的都城, 从西汉建都开始, 这里有着上千年建都市。 此时, 长安人口近百万, 是繁华的都城。 里城前面对数万百姓汇聚的目光, 一脸平静。 只见他, 举起李征的手臂, 朗声道, 大唐的子民们, 今日, 我大唐的英雄凯旋归来。 他, 就是北伐英雄, 李征, 攻破突厥王庭, 擎杀两刃突厥寒, 灭突厥朝堂, 皆是他统兵所为。 他是为我大唐北进, 获得安定的大功臣。 里城前面对数万长安百姓, 大声宣布道, 看着里城前有些文弱, 但声音却十分洪亮, 中气十足, 带着一股帝王气息。 他就是先锋将军李征, 我大唐的超级战神。 看起来也不像啊, 看着挺清秀的。 不是他还有谁啊, 你没见当才太子爷说是北伐英雄吗? 刚才没听清, 不过能够让太子殿下会亲自出城迎接。 如果是里征将军的话, 那一点也不奇怪了。 没想到真的见到这个文明天下的人物了。 哈哈, 今天来的真是值得了。 不过, 里征将军的样子和我想象的差别有些大。 我原本以为里征将军是一个长相粗狂的人, 可现在一看, 他竟然还长得这么的俊朗。 是啊, 不是俊朗, 是非常俊朗。 李征才16岁啊, 就有了如此的成就, 那以后还得了, 前途将不可限量。 唉, 若是我家要有女儿, 一定要想办法嫁给李征将军, 倒贴都行啊。 欢迎李征将军凯旋归来, 欢迎李征将军来长安, 欢迎大唐战神, 当看到李征后, 自然是引起了无数长安百姓的高呼和议论。 正如李征之前所想, 当看到自己后, 一定会颠覆了许多人的认知。 爱卿,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明星, 这就是大唐百姓对待英雄凯旋的态度。 同样, 这也是你, 还有无数大唐将士用生命守护的东西, 一个有着无限价值的存在。 感受着周边百姓那热闹的气氛, 李承前语重, 心长地对着李征说道。 臣明白, 李征郑重地点了点头, 李承前的话, 的确是让李征有所联想。 这, 就是军人所守护的吗? 或许是吧。 看着周围那欢呼, 还有对自己充满了敬意的百姓, 李征心里也是极为感动的。 这, 就是每一个大唐军人的守护。 军人背后, 就是百姓。 走! 跟姑上车, 在李承前的牵引下, 在无数百姓目光注视下, 两人走到了太子鸾架所在。 太子殿下, 这可是你的鸾架, 臣是万万不敢逾越的, 臣还是去骑马吧。 看到李承前要拉自己上太子鸾架, 李征倒是有些心慌了。 虽然知道这是太子李承前的一种笼络手段, 但还是要拒绝一番的, 不然这在皇上、 太子、 王公大臣眼里, 就是恃宠而骄了。 怎么? 我大唐战神不屑与姑共乘一车。 你嫌弃姑? 李承前顿时脸色便沉了下来, 有些不悦道。 臣, 不敢。 李征立刻攻身回道, 既然不敢, 那就跟姑同坐鸾架。 上车。 转瞬间, 太子李承前脸色豁然开朗, 直接拉着李征就上了鸾架。 回宫。 上了车, 李承前对着驾车的侍从淡淡吩咐道, 马车内。 李征正惊微坐, 目不斜视。 而坐在一旁的李承前, 则目光毫无顾忌地打量着对方。 马车内的气氛立刻变得安静下来, 你不要紧张, 说起来姑比你也大不了几岁, 咱们也算是同龄人, 你也不必把我当做太子看待, 这样便自然多了。 这时, 太子李承前突然开口说道, 目光亲切, 言语中满满的嗜好。 不说这话还好, 李承前说出这话, 让李征突然想起对方, 有哪方面的嗜好, 顿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自觉地将位置离开太子远远的。 面对李承前炙热的目光, 根本不敢与之对视。 怎么, 我们的灭突厥的先锋将军, 居然不敢与姑对视? 难道姑比那些凶恶的突厥人, 还可怕? 爱卿, 你怎么这么紧张? 难道你真的怕锅? 李承前看到李征坐得离自己远远的, 目光不敢与自己对视, 奇怪地问道。 没, 没有, 臣只是不敢冒犯殿下尊荣, 李征只得狡辩说道, 呵呵, 是吗? 李承前淡淡一笑, 在这古怪的氛围下, 李征一路上都没有开口, 就这样静静地听着太子说着, 直到鸾嫁入了大明宫, 来到了太极殿外, 父皇, 而臣信不辱命, 已将李征将军带入了皇宫, 如今, 他已在殿外等候父皇的召见, 太子李承前率先走入了大殿内, 躬身对着李世民一拜。 好, 太子辛苦了, 朕对于这个李征可是好奇得很啊。 宣李征上殿? 李世民大笑了一声, 目光之中也带着一种期待, 大声道, 不仅是李世民, 朝堂之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大殿外, 如今整个大堂风头最盛的莫过于李征了, 不过, 在这朝堂之上, 有人欢喜, 有人忧愁, 不知道今日该怎么收场啊。 护国公秦剑生心底暗自叹了一口气, 昨日派去找李征的家将被李征直接给打翻了回来, 人家根本就不想理会他秦家, 这让秦剑生心中感到无奈。 李征, 本将道要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又为大将军, 陆国公侯军己眼中略带几分轻视, 甚至还有不满, 皇上有旨, 玄归得将军李征入殿觐见, 侍奉在李世民身边的宦官坚声喊道, 在这高呼声中, 一个身着麒麟铠甲, 气宇炫扬的身影, 缓步走入了大殿内, 满朝的目光全部汇聚, 这李征果真如传言, 这一般年轻, 竟真的如此年轻, 样貌还生得这样俊朗, 这在我大唐战将中怕都是一绝了, 他的长相俊朗一点也不磋狂啊, 这倒是与传言不符, 死, 这个李征这面貌怎么这么严肃啊, 这, 这不就是年轻时候的陛下面貌吗, 像, 真的太像了,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下来的, 就在满朝文武对李征的相貌进行评价的时候, 有几位大臣, 尤其跟着李世民一起征战的大臣们, 却看出了端倪, 其中长孙无忌跟李世民是发小, 从小一起长大, 对年轻时的李世民太熟悉了, 站在大殿内的李征, 乍一看, 他还以为回到了年轻时代, 简直太像了, 还有和坚王李孝公是李世民的亲叔叔, 看着李世民长大的, 现在看到李征站在大殿内, 也是有些精神恍惚了, 至于高世莲, 玉池靖德, 房玄陵, 杜如慧, 这些从年轻时代就跟随李世民的, 都恍惚间看到了年轻时的李世民, 无不震撼不已, 朝堂上, 群臣看到李征后, 目光都凝聚了, 一时间大殿上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但每一个朝臣的心中都在乱想着, 看来咱还是想错了, 这李征倒是生了一个好面容, 这个李征长得这么像年轻时的陛下, 难道与陛下有什么关联, 没听说陛下在外面有私生子之类的, 可是怎么长得这么像, 实在是太像了, 等会看皇上见到了什么表情, 李世民端坐在龙椅上, 远远看着一个年轻鹦鹉的少年将军走进大殿, 脸上带着一抹满意的笑意, 可是随着李征的走近, 李世民也是瞪大了眼睛, 这, 怎么跟自己二十年前的自己这么像, 难道是自己眼花了? 李世民揉了揉眼睛, 再看过去, 确定没有眼花, 真的就是二十年前的自己的翻版, 此刻, 李世民不由地想到了十六年前的静阳, 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妈的, 这么多人奇怪地盯着自己干嘛, 感受到周围无数到无所顾忌的目光, 李征在心底暗骂了一句, 这种氛围, 他还是第一次面对, 刚刚在马车上, 李承前一路上就没有停口, 一直在说, 听着李承前说的, 李征都有些发猛, 虽然知道太子想拉拢自己, 但没有必要一见面就说出那么多家事吧, 李承前越是亲切, 李征越是感到浑身不自在, 马车上的经历让李征有些煎熬, 没想到来到朝堂上, 这些大臣们奇怪的眼神更是让他难受, 这些大臣们怎么都想看怪物一样地看着自己, 难道自己很特殊吗? 陈李征参见皇上, 李征走进大殿走到阶梯前, 单膝跪地, 大声高呼道, 李征的叩拜让陷入沉思的李世民回过神来, 快, 快快平身, 李世民展开笑颜, 朝李征挥了挥手, 谢皇上, 李征站起来, 目光坦荡地, 看向阶梯上, 高坐在龙椅上的李世民, 心中也是充满好奇, 历史上最牛掰的皇帝之一, 大唐大半的江山都是他打下的, 后来发动玄武门之变, 夺取政权, 开创了贞观之志, 不过, 历史上的记载还是有些不靠谱, 说李世民有着胡人血统, 面带凶相, 满脸胡须, 可是现实中的李世民面目清秀, 随到中年一脸的如像, 李征看着李世民暗自想到, 起初他也对李世民好奇过, 毕竟有着的先入为主, 但如今一看, 那也是绝对是胡扯的, 李爱卿, 朕, 可是对你好奇很久了, 你当初生情协力可汗的时候, 朕就想见见你, 但是你之后的战果, 则是让咱更大为吃惊, 特别是你深入千里荒漠, 进入漠北追杀突厥汉玉谷昌都, 起初朕都以为你太莽撞了, 可最终还是朕想错了, 你并非莽撞, 而是成竹在凶, 完成了我大唐开朝以来, 最大的奇功啊, 李世民明视着李征, 大笑着褒奖起来, 言语中, 无不透着对李征的看重和喜爱, 谢陛下夸奖, 臣既然从军入伍, 自当执行军人的职责, 报效国家, 李征一脸郑重, 语气慷慨, 这么多人看着, 说错一句话, 只怕就会被那些自以为是的言官什么的口诛笔伐, 有过两世为人的李征, 显得极为慎重, 在战场上的杀伐一切都在于力量和实力, 可是在朝堂之上却是比战场要复杂得多, 现在看着这些文武大臣们一个个都和颜悦色的, 说不定背后就能阴你一次, 好, 说得好, 难怪爱卿能够为我大唐立下如此的战功, 如此年轻就有身为我大唐军人最大的领悟, 报效国家, 军人职责所在, 如若我大唐人人都能如爱卿所想所做, 那我大唐将勇士昌盛了, 李世民纵声说道, 其实, 姑倒是有一个好奇, 这时, 站在李世民身边的太子李承前, 看着李征说道, 太子殿下有何奇怪, 臣自当知无不言, 李征台汉立刻说道, 姑在兵部看过你的侧路, 你生于靖阳府长治县, 还开了一家陈促房, 生意还过得去, 并不为生计发愁, 可你却在朝廷募兵后, 毅然从军入伍, 也成为全军之中, 唯一一个十五岁入伍的, 所以姑舅很好奇, 你为何会抛弃安定的生活, 入伍从军, 你这么做, 难道其中有何缘由不成? 太子李承前十分好奇地问道, 太子这么一说, 朕也很想做知道了, 按道理, 从现实来看, 李爱卿应该是最不可能入伍的那种百姓, 李世民越看李征, 越觉得亲切, 听到李承前这么一问, 也是好奇起来, 下一刻, 全朝文武的目光都聚焦在李征的身上, 哎, 太子殿下啊, 你怎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站在百官中间的护国公秦剑生, 听到太子的这个问题, 顿时脸都变色, 在李征上殿后, 秦剑生就一直觉得忐忑不安, 想要和李征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只能忐忑地期待着李征看着小妹玩的面子, 在朝堂之上不要太过, 但如今, 秦剑生怕什么就来什么, 当今太子李承前, 竟然直接就向李征问他, 为何从军入伍的事, 不仅引起陛下的好奇, 满大殿的群臣也是一脸期待, 这让秦剑生心底如何不慌, 自己当时真是蠢啊, 想到之后的尴尬局面, 秦剑生心里又把自己和弟弟骂了一遍, 启禀陛下, 回太子殿下, 臣之所以从军入伍, 的确是出有因, 一个不得不去做的原因, 李征没有丝毫藏着掖着, 十分坦荡地说道, 哦, 你这么一说, 朕更加好奇了, 让朕看看咱大堂的战神有着怎样的故事, 李世民满眼欣赏, 凝视着李征, 笑道, 太子朱镖没有说话, 但也是静静地看着, 在两年前, 微臣无意间就下一个与陈年龄相仿的女子, 经过相处, 微臣与这个女子互生情愫, 一年多时间共同生活在一起, 原本陈以为这辈子会和这个女子成婚, 安宁一生地相伴走下去, 但就在一年前, 这个女子的家人找上了门, 李征十分平静地说着, 从她的表情上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但从声音能够感受到其中的冷意, 一年前, 女子的家人找来, 这女子的家人来到后, 那时候的臣还只是一介平民, 不, 比拼命还要卑贱, 只是一个顶着商骨身份的草民, 陈对于女子家人来到, 起初也很是高兴, 为他的家人置办了酒席, 欢迎他们, 但, 不曾想, 李征顿了顿, 还事了一下群臣, 继续道, 他的家人直接拿出百两黄金, 还有一些不匹财物, 说要断绝了我与那个女子的联系, 并扬言, 陈只是一介商骨, 卑贱之身, 配不上他们的妹妹, 他们来自豪门, 薰贵之家, 并且当场威胁陈, 只要赶来长安城找那个女子, 他们就要杀了陈, 他们还当场讽刺陈, 杀了我就如同才死一只蚂蚁一样的简单, 哼哼, 话到这, 李征的脸上, 也挂起了一抹极为阴森的冷笑, 听到这里, 百官中间的秦剑生暗暗垂下了头, 虽然李征从头到尾, 都没有说出那女子的家人是谁, 但是整个大殿上, 也唯有秦剑生知道, 李征说的是谁, 愚蠢啊, 当时, 自己怎么就做出这等蠢事, 说出这样的蠢话, 秦剑生站在群尘中间, 袖子里的手捏紧, 冷汗直冒, 李征的每一句话都如同尖刺一样, 狠狠扎在他的心坎上, 刺在秦家身上, 咱大唐天下, 律法森严, 朗朗乾坤, 杀一个人就如同才死一只蚂蚁一样, 这什么人这等的猖狂啊, 听到这里, 李世民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冷笑, 杀人偿命, 触犯唐律, 他们说出那等话, 就是在公然与大唐律法为敌, 话音落下后, 余光却是不留痕迹地 看向了秦剑生所在的位置, 别人或许感受不到, 但是秦剑生却清楚地感受到了, 父亲去世, 皇上就在身边, 皇上也知道小妹失踪的情况, 难道皇上猜到是我秦家, 想到这, 秦剑生瞬间脸色大变, 脸上, 手上都是冷汗, 从李征口中所言, 李世民亲力勤穷的委托, 要照顾小妹, 岂能猜不到, 臣之所以参军任务, 就是因为那女子佳人的折辱, 他们扬言, 臣一见伤骨之身, 他们要杀我就如同猜死蚂蚁一般, 战场上危机四伏, 九死一生, 但是臣不为所惧, 因为李征话音一顿, 带着一种战将的锐气, 臣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他们眼中的蚂蚁, 是如何翻身的, 是如何从一个卑贱伤骨扬名立万, 是如何从一个卑贱伤骨, 站在与他们相等的位置, 为此, 臣舍生忘死, 拼死搏杀, 心中带着一股气, 臣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告诉他们, 蚂蚁尚可憨象, 他们扬言, 只要臣来长安城, 就杀了臣, 如今, 臣来了, 就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又能如何? 李征语气中, 带着愤怒地说着, 也将积压在心中一年多的郁闷, 怨气, 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 说得好, 我被拿, 李当如此, 君中如此, 做人更应该如此, 在李征话音落下, 一个站在文臣中的中年大臣, 立刻站了出来, 大声附和道, 他这一声, 许多朝臣目光看去, 原来是建议大夫, 势中未争, 一个能对天对地对皇帝的建臣, 无怪乎如此, 许多朝臣心底暗想道, 说得好, 李征朝堂上这也有所指, 这指桑骂怀, 李征这是真性情, 一个人被欺压得那么惨, 还痒痒要杀了他, 如果是一般人, 只怕早就在权势的打击下, 一蹶不振了, 但是李征却从这阴影中走了出来, 还毅然从军, 足以证明李征的心性和魄力啊, 也难怪他能够带着区区三千青旗, 杀入千里墨北, 破王庭, 斩突绝翰, 立下不适之功, 李征, 你是一个真正的好男儿, 太子李承前也是十分感慨的, 如果没有李征所说的这个故事, 或许觉得李征为大唐立下战功, 还成为了大唐最年轻三品归德将军,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但听到这些后, 才能够清楚知道李征是多么的不容易, 入武从军, 舍生忘死, 李征就是凭着要翻身这一口气上了战场, 拼死搏杀, 然后才取得如今的位置, 让陛下, 太子殿下, 还有各位大人见笑了, 臣有失礼的地方, 请赐罪, 李征收回有些失控的情绪, 朝龙以上的李世民深深一躬, 好男儿就该有这样的秉性, 有何失礼一说, 你为我大唐立下布施其功, 破王庭, 斩杀突厥汉, 还有王公大臣, 这件大功, 朕还没有封赏你呢, 在这封赏之前, 朕允许你提一个想要的要求, 只要你说, 朕一定帮你, 李世民眼里溢满了心上, 看着李征说道, 对于李世民说的, 李征想要的要求, 显然他是故意为之, 他早就在李征的话中, 听出了弦外之音, 作为当今皇帝, 他所说的话, 就是圣旨, 就是最高命令, 大唐天下内, 何人敢为虐, 他这是要满足李征的最想要的要求, 臣的确有一个恳求, 闻言, 李征直接单膝跪地, 凝视着李世民, 说, 李世民没有丝毫犹豫, 大手一挥直接道, 请陛下为臣赐婚, 臣, 与已故护国公之女秦婉, 一年多相处, 朝夕相伴, 彼此之间皆有情意, 曾经身份高不可攀, 但如今臣自信有这个资格迎娶婉, 请陛下为臣赐婚, 李征说着, 那头对着李世民一败, 听到李征这句话, 整个太极殿内群臣皆惊, 朝堂内的气氛立刻变得古怪起来, 所有人在一瞬间, 全都明白了李征刚刚说出故事的权贵之家, 都是哪一家了, 所有人也都明白了李征为何会在大殿内如此的气氛, 带着一种纸丧骂怀, 原来, 当初欺辱李征, 扬言要杀了李征的那个权贵之家, 真的就在朝堂之上, 顿时间, 朝堂上所有朝臣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看向世袭护国公秦建生, 在李征说出, 与那个女子故事的时候, 他们也在猜测, 这个长安城的权贵是谁, 但是想来想去, 都没有人想到护国公府上, 毕竟, 原护国公秦穷, 为人豪迈, 不拘小节, 为人称道, 且与陛下关系莫逆, 世袭护国公秦建生在朝堂上, 也是千功有礼, 待人和气, 有着奶腹之遗风, 颇受好评, 这实在让人想不到秦府上去啊, 但现在, 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这么多诧异目光注视下, 秦建生心底叹了一口气, 终究还是躲不过这一茬, 自己和弟弟之前的所作所为, 还是为他们的秦府抹黑了, 今后, 这个朝堂, 甚至整个长安城都会知道, 秦家是一个仗势欺人的豪门勋贵, 甚至感叹, 连如今风头最盛, 被誉为大唐战神的李征, 曾经都被秦家兄弟欺压, 嘲讽, 臣, 有错, 请陛下责罚, 到如今, 躲是躲不过去了, 秦建生只得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面对龙椅上李世民, 直接跪了下来, 哦, 是你秦建生, 朕想来想去, 都没有想到, 会是你们秦家, 想当初秦书宝在世时, 秦家光明磊落, 仗义书才, 何曾有过仗势欺人之举动, 如今, 你继承护国公爵位, 怎么会出现这等事来, 书宝的为人我是清楚的, 他教出来的孩子, 也不会这样啊, 秦建生, 你要很失望, 李世民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故意说道, 陈有罪, 当初接到魏国公传话, 急匆匆便感到了静阳, 当时只想着接回小妹, 生怕小妹受到欺负, 所以, 在言语上粗俗了一点, 现在想想自己确实过分了些, 陈追悔莫及, 当然, 如今陈在说什么, 或许对于李征而言, 都无济于事, 此事, 是我兄弟所为, 尤其我这个做大哥的, 不问青红皂白, 就对李征言语羞辱, 有夫家妇尊尊教会, 臣惭愧, 此乃都是臣之罪, 请陛下责罚, 秦建生叹了口气, 面对满朝文武, 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 秦建生, 你也是, 正看着长大的, 对你正还是了解的, 依你的性格, 做出这等事来, 实在让我有些意外, 不过想到, 你寻昧心切, 说出这等有辱人格的话, 尚可理解, 但你现在已继承爵位, 今后不得再有词等有为你付的事来, 你起来吧, 李世民点了点头, 并没有打算责罚秦建生, 毕竟, 就算当初秦建生口头威胁李征, 也没有付诸实施, 说些狠话, 也算不得触犯大唐律, 如今之所以这一件事, 能够让满朝震惊,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李征身份上的转变, 曾经的一介商骨, 变成了现在大唐炙手可热的大功臣, 这种事情, 也的确让人有很大的落差感, 在联想当初所做的事, 秦家的确会让人诟病, 甚至臭名远扬, 这些对于秦家也是很大的惩罚了, 毕竟秦琼有功于大唐, 还救过他李世民的命, 冲着这份勤奋, 他也不想再加以追究, 何况若是秦家兄弟言语相机, 大唐哪里会出现这等金氏制裁, 从这点看, 李世民还有感谢秦家兄弟, 替他挖掘了一个天才将领, 谢陛下, 秦建生道谢了一声, 随后, 他又转过头, 看向李征, 此事, 当初确实我兄弟做的不对, 让李将军受委屈了, 我在这里, 代表秦家向你道歉, 说到这, 秦建生公身对着李征深深表达了歉意, 秦建生以一个国公身份道歉行礼, 足可见秦建生的诚意, 也能看出秦建生虽顶着国公光环, 知错能改的秉性, 当然,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让这件事持续发酵, 那秦家真的会臭名远扬了, 若是真的到了这一步, 秦建生真的没法向死去的父亲交代了, 看着秦建生态度诚恳, 当着皇帝和众臣的面, 给自己深深鞠躬, 李征也不能把事情做绝, 毕竟以后, 这位就是自己的大舅哥, 不看僧面看佛面, 但是他也只是功身报权回了一礼, 虽然秦建生主动向自己示好, 但是机遇在心中, 疙瘩也不会因为几句话就能揭开的, 还有, 刚刚请求赐婚的话说出来了, 哪怕自己不要斩杀突厥汉的封赏了, 只要能够接回碗都是值得的, 李征要镇给予赐婚, 你有何看法? 李世民又看着秦建生问道, 李世民之所以问秦建生, 也是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 一来是为了缓和秦家和李征的关系, 二来则是显示天恩吧, 自从小妹从长治回府后, 小妹无时无刻不再牵挂着李征, 既然小妹与李征两情相悦, 情投一合, 我这个做哥哥的又怎么会阻止? 臣没有意义, 文言, 秦建生赶紧攻声回答道, 没有丝毫的犹豫, 如此甚好, 李世民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着李征, 你为了秦家小女入伍从军, 不惜赌上性命, 足可见你对秦家小女之情义, 从军以来, 你为我大唐立下诸多大功, 咱正愁着封赏恩责不够, 如今有此天作之和的好事, 朕岂会不成全? 即刻你指, 大唐归得将军李征, 年轻有为, 屡次为国立功, 乃人中龙凤, 国之栋梁, 与护国公府之女秦婉儿, 秦头义和, 感情深厚, 此乃天作之和, 经赐婚二人, 许秦婉儿为李征正妻, 李世民当即口你圣旨, 给李征赐婚了, 李世民之所以会赐婚如此之快, 说到底, 也是为了顾忌秦家的颜面, 秦婉儿生子, 虽然看似秦建生将消息封锁, 但掌握特务机构不良人的李世民, 又岂会不知道? 秦府虽然保密工作做得还好, 至少朝中大臣还没人知道, 但如果一直下去, 迟早消息会封不住的, 如今李征这个政主回来了, 知道了秦婉儿的男人就是李征后, 哪怕李征不提, 李世民顾忌秦琼的面子, 也会下指赐婚的, 只不过, 这时李征主动提出, 李世民正好顺势而为, 既给了李征恩赐, 又保全了秦家面子, 一举两得, 臣, 谢陛下龙恩, 李征满脸激动的丹西跪地, 重重一败, 此刻的他, 心中也是彻底的释然了, 婉儿, 李征哥没有让你失望, 我不仅要来长安城接你回家, 而且还得到了当今皇上的赐婚, 只要我拿着圣旨, 秦家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来接你回家, 婉儿, 你就安心等, 征哥来接你吧, 李征心底激动地想到, 李征来长安城觐见, 得到了这道赐婚的圣旨, 甚至比他获得封赏更加激动, 因为, 他能够凭借圣旨赐婚, 可以与婉儿永远在一起, 再也无人能够阻止, 他也完成了对婉儿的承诺, 父皇, 李征立下不是职工, 光是赐婚还不够吧, 当初父皇可是说了, 李征来长安后, 要再做封赏的, 这时, 太子李承前笑着说道, 对了, 对亏了太子提醒, 差点误了大事, 不错, 咱是说过这话, 太子觉得该如何赏赐, 李世民一拍脑袋, 顺着话说道, 父皇, 如今李征已经是我大唐最年轻的三品过程, 归得将决, 统领兵马越多, 越考验带兵能力, 而臣觉得, 李征的官位暂时可以不再提升, 让他在先锋将军的位置上熟悉一番, 不过, 而臣觉得, 可以给予李征封决, 太子李承前笑着见一道, 话落, 封决, 朝堂上许多臣子都不由得面带震惊, 别看站在这太极殿内的臣子, 都是当朝大力, 但是能够拥有决位在身, 的确是少之右手, 要么是昔日的开国将领, 要么就是继承了先父的爵位, 就比如, 秦建生就是继承了秦琼的护国公之位, 哪怕中书省, 六部尚书, 很多都是没有爵位的, 可见爵位对于朝城而言, 有多么重要, 因为, 一旦赤封爵位, 那可不同于官职, 爵位是一种殊荣, 而且还能够获得一片地狱的名号, 为爵位封号, 除了荣耀以外, 最关键的就是能够获得爵位的愤怒, 这是高于官位的, 只要爵位在, 也就能够一直获得朝廷的功养, 如果世袭的, 那就可以传承给子女, 可见这爵位是怎样的殊荣? 当然, 在大唐, 不同于秦汉时期, 就算册封了爵位, 也不会拥有封地, 只有愤怒的增长和荣耀, 而且, 在大唐也有一项沿袭了秦汉的制度, 无军功不可封爵, 可见在大唐文臣, 想要获封爵位, 难度有多大, 除了那些开国文臣, 像长孙无忌, 房玄陵这样的, 陪着李世民一起打下天下的, 现在的文官, 要立下怎样的功劳, 才能获封爵位, 听到李承前的话, 李世民沉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道, 太子的提议不错, 既然如此, 那就给李清加封爵位, 我看就封一个世袭荣国俊功吧, 李世民思考片刻后, 直接开口定下了, 李清, 还不快谢恩, 李承前对着李征舍的眼色, 臣谢陛下隆恩, 李征立刻跪地道谢, 荣国俊功, 在后, 我, 男之上, 仅在开国国公之下, 妥妥的正二品爵位, 而且这个荣国俊功, 还是世袭的, 这比不能世袭传承的白子男爵位, 要好太多了, 因为这, 只要传承下去, 就是让子孙无忧, 拥有了爵位之后, 就已经彻底不是平民百姓, 而是可以称之为是了, 而且, 李征一个先锋将军, 能够获得俊功之爵位, 不是依靠父辈世袭的来的, 这更是无上殊荣, 或封荣国俊功, 时代传承, 这已经彻底改变了阶层, 达到了勋贵的层次了, 仅比开国国公低一级, 16岁的归德将军, 16岁的荣国俊功, 哎, 如果我儿子有如此出色就好了, 世袭俊功, 人比人真的气死人, 听到这世袭俊功, 朝臣之中不少人都是一脸羡慕地看着李征, 封世袭俊功, 不知道有没有奖励, 李征此刻心中想的是奖励, 官位晋升有奖励, 不知道这爵位有没有,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获封爵位, 李征获封世袭俊功, 朱卿可有意义, 李世民看向大殿内的满朝文武问道, 臣等无意义, 陛下圣明, 满朝文武接触声说道, 李世民如此的高兴, 还是太子亲口提议的, 在而李征也的确为大唐立下了不适之功, 没有封赏, 只是这等大功封的爵位, 他们又怎敢有意义, 就算是不满李征的, 极度李征的, 哪怕站出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如此, 你只定下吧, 李世民满意地点了下头, 不再啰嗦什么, 看着满朝文武, 朱卿可还有本奏, 如果无本奏, 那便散朝吧, 父皇, 你还忘记了一件事, 太子李承前孝道, 还有何事, 李世民一脸疑惑, 李征刚或丰荣国郡公, 那之前的归德将军府, 似乎不相匹配, 李清刚来长安, 不落实郡公府邸, 难不成让我大唐功臣注意管不成, 李承前哑然是孝道, 对对对, 你不说, 咱还真的差点忘了, 李世民一拍脑袋, 立刻就回过神来, 太子, 你下朝后, 让人在城中挑一个好点的府邸, 赐予李清, 并赐予婢女三十人, 侍从三十人, 李世民直接道, 而臣领旨, 李承前功身领旨, 臣谢陛下龙恩, 李征也功身道谢, 在长安城有一个府邸, 这也算是在都城有一个家了, 等自己回军营以后, 如果婉儿想要留在长安, 就可以留在长安, 想要回静阳, 就可以回静阳,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朱卿可还有本起奏, 如果没有, 那就散朝吧, 李世民一挥手, 也懒得去问了,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已经办了, 他也没有其他事要处置了, 臣等恭送陛下, 满朝文武, 全部都恭身拜送李世民, 直至李世民的身影, 彻底离开了太极殿, 群臣才站直了身体, 朝会一散, 立刻就有朝臣向着李征走了过来, 特别是之前在李征讲述故事时, 为李征喝彩的建议大夫, 适中魏征, 他快步向着李征走来, 生怕别人抢先了, 魏征见过李将军, 魏征来到李征面前, 立刻拱手抱拳行礼, 魏征, 历史上最出名的建臣, 被李世民比如成自己的一面镜子, 一听魏征的名字, 李征都有些发愣地看着眼前这位大臣, 这个名字, 不让李征记住也不行啊, 在后世, 他的名声实在太响亮了, 见过魏大人, 看着眼前这个魏征, 样貌坚毅, 有着一股子冲净, 果然是当建臣的料子, 只是看着自己的眼神十分炙热, 就好像遇到了知己一样, 李将军, 你刚才说的话太好了, 身为男儿, 心中就要有着一股气, 军人如此, 闻人意识如此, 唯有心中有骨气, 不畏死, 方可秉承忠义, 报效国家, 魏征一副遇到知己的样子, 激动说道, 魏大人过奖了, 身为大唐男儿, 李当如此, 李征笑着回道, 没错, 大唐男儿, 李当如此, 魏征重重点点头, 而这时, 又有朝臣围了上来, 李将军, 恭喜了, 恭喜李将军, 不仅得到皇上赐婚, 报得美人归, 还霍丰俊功, 恭喜啊, 恭贺李将军, 比人是, 一个个朝臣围了上来, 每一个, 都是一脸笑容的, 向着李征恭贺, 在恭贺的同时, 他们也都纷纷自我介绍着, 似乎都是想要结交李征, 多谢诸位大人, 出入朝堂, 李征也不想得罪人, 双手抱拳, 微笑着回礼, 他可不像以后莫名其妙地得罪了他们, 然后在朝堂上被人阴, 不过, 随着朝臣越聚越多, 李征连都笑得有些僵硬了, 就在这时, 太子李承前走下了阶梯, 轻轻咳嗽了一声, 顿时间, 那些朝臣全都散开了, 太子殿下, 每一个都面带敬畏之色的一拜, 李将军刚刚归来, 还很疲乏, 都散了吧, 李承前沉声说道, 陈领旨, 臣等告退, 殿下请便, 一众朝臣纷纷退下, 不敢再围着了, 多谢殿下解围了, 李征呼了一口气, 向着李承前道谢, 朝堂就是如此, 习惯了就好, 不过好在, 你是觐见将领, 无需每日上朝, 也无需每日遇到这烦心事, 李承前笑着宽慰道, 多谢太子, 李征点了点头, 好了, 姑为你去寻找朝府邸去, 你可以在长安四处转转, 切记不要走远了, 应该再过不久父皇也会传召你, 李承前笑道, 陛下传召臣, 李征一愣, 有些不解, 这不是刚刚才见了吗, 等一会你就知道了, 李承前拍了拍李征的肩膀, 便转身离开了太极殿, 这时, 有一个武将走到了李征身边, 不过, 他的脸色铁青, 很难看, 冷冷看了李征一眼, 道, 如若让本江去北伐征讨突厥, 一样可以斩了突厥汉, 你, 只是运气好而已, 等着看吧, 大唐的战神, 可不是你个矛头小子, 说完, 他就准备转身离开, 而李征则是一脸猛逼, 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突然说出这话的武将, 看着他要转身离开的背影, 李征有些暴脾气, 没好气道, 你他妈是谁啊, 招你惹你了, 看着他嘲讽一句, 放了狠话就要走, 李征情急之下, 连后世的话都骂了出来, 陈国公, 侯军吉, 侯军吉冷冷瞥了李征一眼, 带着一脸的高傲, 转身离开了, 可么的, 这侯军吉果然如史书上记载的, 嚣张跋扈, 现实见了, 才知道他不仅嚣张跋扈, 脑子还有毛病, 看着侯军吉高傲地离开, 李征一脸看傻子一样的表情, 两人之前从没有过交集, 他就直接嘲讽打击, 李征也是服了这侯军吉的脑子了, 说他是莽夫, 也根本不为过, 也难怪历史上无缘无故参与太子谋法案, 最后被满门抄斩, 这跋扈的性格迟早要出事情, 东宫少瞻是渡河, 见过李将军, 侯军吉一走, 又上来一位年轻文臣, 一脸笑容地看着李征, 太子李承前的心腹谋士, 后来也是怂恿太子谋反的罪魁祸首, 渡河, 今天真的长见识了呀, 什么人都能遇到, 听到眼前文臣的名字, 李征心底立刻想到了是谁, 死子是林燕阁二十四臣之一杜如慧之子, 太子李承前最宠幸的东宫蜀官, 最后在他搬弄下, 李承前做出作死的举动, 暗杀为岳王李太未遂, 最后要谋反篡位, 今天见了天下第一建成魏征, 军中汉将侯军吉, 还有作死的渡河, 李征心底一笑想到, 见过渡大人, 李征微微一笑, 抱拳回李, 按照历史的进程, 以后太子会谋反篡位, 不过现在的李承前, 还是深得李世明的信任, 李承前也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自己能苟着尽量苟着, 不要得罪东宫的人, 以前就听说李将军年轻有为, 乃我大名最年轻的战将, 能力出众, 如今一箭果然名不虚传, 不知李将军什么时候, 有空到东宫一叙, 渡河带着几分吹捧的语气道, 杜大人过誉了, 李征也只能打着哈哈, 心底暗道, 这个渡河还真是有心啊, 居然现在就帮着太子李承前, 四处拉拢人了, 如今我出到长安, 还未有住所, 等安定将诸多事情处置后, 一定去东宫拜访, 李征没有拒绝, 也没有立刻答应, 他不知道, 这是不是太子李承前暗地里受益的,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好好, 那下官就在东宫随时恭候李将军大驾光临, 渡河立刻笑道, 客气了, 李征点了点头, 那杜某就先告辞了, 达成了目的, 渡河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而在大殿内, 还有一个人正在默默地看着李征, 想要上前搭话, 却又犹豫, 此人正是护国宫秦健身, 而李征自然也注意到了, 但是他没有理会, 直接转身向着大殿外走去, 大步离开了, 秦家, 从一年前将秦婉接回去开始, 李征心里就有着一种疙瘩, 哪怕秦健身在朝堂上表示了歉意, 李征的疙瘩也并不会消散, 接回了秦婉, 他也不会去添着秦家, 唉, 看着李征直接离开的背影, 秦健身深深叹了一口气, 一脸的无奈之色, 今天丢的脸, 真是丢的够大了, 太极殿满朝文武人人都知道, 秦家是一个仗势欺人的豪门家族, 而且被欺压的那个, 还是现如今大唐最炙手可热的大功臣, 说出去, 真的是个笑话, 但如今秦健身想要掩盖, 都掩盖不了, 这, 就是李征的一种报复吧, 一报还一报, 李征可不是什么圣武, 因为他的两句道歉就接过了, 这边, 李征刚刚走出太极殿, 他刚准备离开皇宫, 去长安城逛一逛, 顺带着, 也找一个在长安开设临世陈醋房的地方, 在山西, 依靠着独特的味道, 临世陈醋房开遍了山西各个州府县, 日进斗津, 如果到了长安城这个大唐最繁华的都城, 盈利的钱财只会更多, 有更多的钱财, 李征就能够暗中培养更多的死士, 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势力, 唯有真正属于自己的, 那才是自己的, 皇权赐予的, 虚余间就被夺取了, 在李征心底, 正如同他给三个心腹所说的话, 死士是真正保护自己的, 长安城, 大唐都城, 几十年后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唐天下也将姓周了, 站在皇宫前的阶梯上, 李征暗暗想到, 知道历史, 融入历史, 无形之中也有了李征的踏入, 就在李征准备走下阶梯离开的时候, 李将军, 皇上传诏, 一个尖脆的声音在李征耳边响起, 正是在那朝堂上, 侍奉在李世民身边的太监总管, 陈灵指, 之前有太子李承前提醒, 所以李征也并没有意外, 当即点头, 虽然他心底也不知道, 李世民再次传召他, 要做什么, 将军请随老奴来, 总管太监恭敬的引路, 敢问恭恭贵姓, 看着这个年龄到了五旬的太监, 李征并没有什么异样, 而是态度温和地问道, 听到这话, 太监也是一愣, 似乎没有想到李征会问, 侍奉在李世民这个皇帝身边, 太监可不会像唐朝后期于朝恩那样, 全是兄天, 在精明的贞观皇帝身边, 不仅没有什么权柄的机会, 反而每日是如坐针毡, 这就是侍奉强大皇帝的特性, 太监, 那就真的只是太监, 并不能借此掌权, 在满朝文武之中, 也根本无人会将太监放在眼里, 大多都是一种看不起的心态, 而今日, 李征竟然会询问自己的名字,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且还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将军, 老奴免贵, 王德, 太监极为恭敬地回道, 听到这个名字, 李征也立刻就知道, 他是谁, 太监大总管, 侍奉过李世民, 李治两人皇帝, 在历史上声名不鲜, 但是没做过出格的事情, 可以说是个不错的奴才, 王德, 好名字, 我记住了, 说起来, 你的年岁和我家老当家的差不多大, 李征一边走着, 一边道, 呵呵, 那还是一种缘分了, 王德微笑着道, 的确是缘分, 等以后, 有机会了, 你们倒是可以见见, 李征顺着话查道, 两人就这样一边走着, 一边说着话, 太极殿距离御书房有一段路程, 这一路上, 两人聊着天, 倒也有着一种无形的拉径, 快到御书房了, 对了王公公, 陛下传照我什么事吗? 李征好奇问道, 这个老奴也不知道, 不过肯定是好事, 当然, 你进了御书房后, 什么话可以说, 什么话不可以说, 一定要注意, 毕竟天威难测, 而且皇上的性格也不同于常人, 王德带着几分提点道, 多谢王公公指点, 李征直接道谢, 感激地看着对方, 能够在李世民身边伺候这么多年, 就可以看出王德的细致了, 到了御书房门口, 你在门口等着, 老奴进去通传, 王德说道, 嗯, 李征点了点头, 随即王德就进入了御书房, 跪地起奏道, 皇上, 李征将军已经在御书房外等候了, 来了呀, 好, 宣, 李征放下手中的奏折, 立刻道, 皇上有旨, 宣李征觐见, 王德走到门口, 大声宣道, 应声, 李征整了整衣冠, 快步走入了御书房, 臣, 李征, 参见陛下, 进入御书房, 李征直接跪地一拜, 这里不是太极殿, 没有朝义, 无需如此多礼, 平身说话吧, 李征微微一笑, 道, 谢陛下, 李征立刻跪谢, 然后起身, 在这里就无需那么正式了, 穿着这么重的铠甲, 无需如此, 来人, 帮李青将铠甲卸掉, 看着李征一身的麒麟铠甲, 就宛若一个铁人站在面前, 李世民当即下旨, 立刻, 在御书房内侍奉的几个太监, 就来到了李征面前, 不用了, 我自己来, 让几个太监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的, 李征可受不了, 说着, 李征直接就解开了麒麟铠甲的扣子, 一阵噼里啪啦, 顺手就直接将铠甲取了下来, 而在铠甲取下来, 被李征双手从脖子上取下的一刻, 背上那一道道刀伤, 剑伤全部都被李世民看在眼里, 心中也不由地涌动, 战场上, 虽然李征汗勇, 但是避免不了受伤, 而这也成为了他的一种战功积累了, 李征这一身冠绝, 实至名归啊, 这全部都是他用命拼出来的, 李世民心底暗叹, 可就在这时, 李征转过身来, 李世民余光一瞥, 看到了李征脖子上挂着一块玉佩, 顿时间, 惊了, 那块玉佩洁白无暇, 正面一只雄鹰, 栩栩如生, 映入了李世民的眼帘, 看到这, 李世民心底翻涌, 猛地站了起来, 皇上, 一旁伺候的王德, 看到突然站起来的李世民, 不解道, 李征此刻也卸下了麒麟铠甲, 重新整理了衣冠, 台汉就看到李世民此刻, 正瞪大眼睛看着自己, 那眼神深邃的让李征看了有些发毛, 陛下, 你, 怎么, 李征硬着头皮道, 没, 没怎么, 听到李征的话, 李世民这才回过神来, 勉强一笑, 你这一身怎么这么多伤啊, 战场之上, 敌人的刀剑可是防不胜防, 这伤是难免的, 李征毫不在意, 呵呵笑道, 对了, 你脖子上玄怪的玉佩, 我看着挺好的, 能不能让朕瞧瞧, 这有什么不能, 陛下要看, 是臣的荣幸, 李征想都没想, 将脖子上的玉佩取下, 双手捧着地上前去, 不等王德上前, 李世民抢先一步, 来到李征面前, 伸手抢过玉佩, 李世民将玉佩反过来, 方面的一堵城墙, 汉白玉佩, 正面雄鹰, 反面城墙, 正是当年自己在静阳送给翠平的那块玉佩, 没错, 不会有这妖巧的, 这玉佩是前随皇室所有, 天下仅此愉快, 他果然是, 李世民强忍心中的悸动, 脸容问道, 李爱卿, 这玉佩你是怎么得到的? 闻言, 李征有些愣神, 玉佩怎么得到了? 皇上为什么要问这话? 难道这玉佩藏着什么秘密? 少请, 李征躬身如实回道, 启禀陛下, 这块玉佩是母亲临终前留给末将的, 你母亲去世了? 李世民闻言神情大变, 声音有些悲怆地问道, 李征神色黯然点了点头, 李世民看着李征目光中带着温情, 强忍着心中的悸动, 神态恢复平静, 朝身边的王德吩咐, 搬一张椅子来, 放在咱面前, 陈遵旨, 王德立刻就去一旁搬来一张椅子, 放在李世民的暗读前, 坐吧, 李世民转移刚才的话题, 对李征一挥手道, 陛下, 陈站着就行了, 李征看到李世民神色不对, 恭敬道, 这里不是太极殿, 说了, 无需太多拘束, 随便坐, 李世民恢复了神色, 对李征语气愈加亲切, 陈, 遵旨, 李世民再三这么说, 李征也不能抗制不尊了, 只能坐了, 李征坐在正对面, 虽然让他随便坐, 但仍然正经危坐, 没办法, 皇帝就在面前, 怎敢失礼, 知道咱叫你来干什么吗? 李世民语气愈加亲切, 笑着问道, 陈不知, 李征一脸疑惑, 封赏也封了, 赐婚也赐了, 好像没有其他什么事了, 你别紧张, 咱就是把你叫来唠唠家常, 没其他事, 对了, 你知不知道, 秦婉已经给你生下了孩子, 李世民微微一笑说道, 一听这话, 李征猛地站起来, 眼睛瞪大, 眼中也涌现了难以置信, 婉儿, 婉儿生了我的孩子, 李征既感到惊喜, 又万分诧异, 秦家将这个消息封锁得很好, 但是瞒不过我皇家不良人, 咱已经命令下去, 帮着秦家将这个消息不得外传, 起初朕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还是几个月前, 发现秦婉儿怀孕的消息, 为了掩盖秦家女未嫁人, 就怀有身孕的丑事, 所以, 咱让不良人将消息隐瞒了下来, 想当初, 咱还不知道, 和秦婉儿有染的人是你啊, 李世民说着这话, 语气轻松, 带着些调侃, 这, 陈也是没有想到, 婉儿, 竟然有了陈的孩子, 敢问陛下, 陈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李征震惊之后, 一脸兴奋地问道, 甚至忘记了, 眼前这位可是大唐皇帝, 更没有注意到, 皇上的眼眸中流露出的欣慰之色, 一个皇帝居然关心这等私事, 不很奇怪吗? 而, 此刻的李征, 根本顾不得这些, 一心想得到确切消息, 恨不得现在就去见婉儿, 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李世民笑了笑, 没有回答, 而是怂恿道, 说着从月案上拿出两份圣旨, 直接递给了李征, 一分赐婚圣旨, 持此圣旨, 你可以去接回秦婉儿, 另一封则是你的封爵旨意, 李世民缓缓说道, 臣谢陛下隆恩, 李征起身, 郑重接过旨意, 还有, 咱也有句话要对你说, 并非以皇帝的身份, 而是以秦家长辈的身份, 李世民看着李征说道, 陈宫听, 李征身子站直, 目光炯炯, 李世民挥了挥手, 示意他坐下, 这才道, 今日朝堂之上, 你也算让秦家付出了年前对你折辱的代价, 此事, 我看就算过去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秦婉儿毕竟是秦家人, 以后不可做得太过了, 还有, 据我所知, 这件事之后, 秦建生追悔莫及, 一直想要单独找机会, 向你解释道歉, 只是你没有给他机会, 秦建生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之前有些傲气, 但是继承了国公之位, 收敛了不少, 现在颇有奶腹之风, 这一年多时间, 秦建生可没有博带秦婉儿, 自从知道婉儿怀孕的事情后, 并没有责怪你和婉儿, 而是更加贴心照料, 看得出, 他真的放弃了对你的成见, 还有, 他对自己的妹妹的关心, 可是真心的, 总之, 你上秦府做什么事情要想清楚, 不要让事情不可收拾, 这样会让婉儿以后难做, 李世民以长辈的口吻, 对李征尊尊教会说道, 李世民说出这些话的意思只有一个, 李征今日在朝堂上报父亲家已经足够了, 这件事就此了解, 而且也明确告诉了李征, 当初折辱他的事, 秦建生已经深感后悔, 并且决定向李征当面道歉, 展现了十足的诚意, 今天在朝堂上, 秦家已经名声受损, 秦建生能忍辱负重, 也是得足了李征面子, 至于秦婉儿, 在秦家由秦建生庇护得很好, 如果没有秦建生, 估摸着, 你还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出生, 总结来说, 就是让李征知道婉事多事, 不要将怨恨带到以后, 最后不好收场, 陛下的话, 臣记住了, 李征认真听着李世民的每一句话, 严肃地点点头, 心底自然也是有着他的思量, 因为秦家兄弟在长治的所作所为, 让他对秦家根本就没有好感, 但如今听了李世民这么一解释, 心里倒是有些释然了, 秦建生当初是对自己出言不逊, 但是他的改变连皇上都看到了, 而且对自己的婉儿照顾有加, 并没有因为自己在朝堂上大肆攻击而有所怨恨, 就凭借着这一点, 李征就没有理由去记恨秦建生了, 好了, 朕知道, 你现在迫不及待想要去秦府了, 去吧, 李世民温和地对着李征笑道, 谢陛下, 一听这话, 李征哪里还忍得住, 当即站起来, 躬身朝李世民一拜后, 迅速将铠甲穿上, 转身朝外走去, 大明宫很大, 你去送一路, 李世民对着身边的王德交代道, 老奴领旨, 王德立刻就去给李征带路, 你们也都出去吧, 李世民又将御书房内的太监全部叫了出去, 偌大御书房内只有李世民一人, 但此刻的他, 却投出了一抹沉思之色, 思绪回到了17年前, 在静阳与翠平这一起的往事, 临走前, 自己取出随身的玉佩, 挂在翠平的白锡脖梗上, 良久, 思绪逐渐归来, 李世民双眼上有着一种浓烈的追念, 还有一种无言的柔和, 追忆了许久, 李世民终究下定了某种决心, 王浩, 应声, 不良人校尉统领王浩, 快步走进玉书房, 王浩是吕国公堂见谨的义子, 因为办事干练, 深得李世民的信任, 担任唐出锦衣位不良人的统领, 专门替皇帝负责监视, 打探情报工作, 陛下, 有何吩咐, 王浩单膝跪地, 恭敬地问道, 替朕去做一件事情, 不要惊动任何人, 李世民沉声道, 请陛下吩咐, 沉万死不辞, 王浩脸色变得无比严肃, 每每李世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必然有大事发生, 要么就是整顿朝城中前太子遗患, 要么就是鸡拿逆反, 作为李世民最趁手的工具, 王浩不知道在背后为陛下干了多少脏活, 而这一次, 李世民的脸色异常地严肃, 说不定这次的事情更加严重, 富尔过来, 李世民对着王浩一摆手, 后者立刻上前, 拱着身子, 李世民缓缓开口说着, 当听到这个任务, 王浩睁大了眼睛, 随即郑重地点了点头, 沉, 领旨, 王浩躬身一败, 领命正要退出, 被李世民打断, 语气严肃, 时间要快, 挣给一天一夜时间八百里加急, 来回时间够吗? 王浩再次攻身, 神色肃然, 臣一定不辱使命, 请陛下放心, 去办吧, 李世民挥了挥手, 王浩转身急不离开, 看着王浩离开的身影, 李世民嘴里喃喃, 但愿, 他真的是朕的儿子, 如果是, 那翠平在朕还在静阳时, 便怀了咱的孩子, 可是要瞒着朕做什么? 大明宫外, 李将军, 老奴就送到这里了, 王德公敬对着李征道, 辛苦王公公了, 这是我给你的谢礼, 李征笑了笑, 从怀里掏出几张大堂银票, 对着王德手里一塞, 随后转身直接离开了, 李, 王德根本来不及还回去, 李征就已经离开了, 一千两银票, 当看到手中银票的张树, 还有数额, 王德自己都惊呆了, 李将军, 老奴在宫中这么多年, 因为是一个残缺之人, 无人看得起我, 你是第一个主动问我名字, 还给我谢礼的人, 看着李征逐渐远去的身影, 王德眼中也生出一种感动之色, 如若是身为昏君的贴身太监, 或许王德可以凭借这份身份, 换取足够的钱财, 甚至是权利, 古往今来, 宦官把持朝政, 掌握大权的例子, 数不胜数, 但可惜, 他侍奉的千古一地贞观皇帝李世民, 对事情看得很透彻, 别说在他身边有什么跃权之举, 就是有一点稍微的小动作, 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在他身边老老实实做本分工作, 才会有前途, 所以, 在李世民执政时期, 那些太监内官都是老老实实, 只有到了唐朝中后期, 宦官太监才出来兴风作浪, 一日, 护国公府, 李征骑着乌锥马, 身后跟着三百亲卫, 还有马车带着几十个箱子, 浩浩荡荡来到了护国公府前, 一路上, 自然是引得诸多百姓驻足观看, 这就是我大唐战神李征将军, 不过, 他来护国公府做什么呀, 难道与护国公府有究不成, 应该是吧, 你看带着几十个大箱子, 应该是礼品, 来看我护国公的, 哈哈, 你们这就有所不知了吧, 护国公与李征将军之间关系可大了, 这件事, 我也是听朝廷里朋友说的, 今天皇宫太极殿可不平静, 原来当年这个李征将军, 没有从军之前, 只是一名普通的商骨, 但却与秦家的女儿秦婉, 有过一段情谊, 一年前, 护国公秦琼并故前, 国公府的两位少爷, 将秦婉接了回来, 而那时候, 李征和秦婉的缘分, 也被秦家给斩断了, 并且扬言李征将军身份卑贱, 配不上国公之女, 而且据说现在的护国公和弟弟, 还威胁了李征将军, 如果赶来长安国公府找妹妹, 就要杀了他, 还说杀李征将军, 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呢, 你说秦家当时有多狂妄, 没想到李征将军去从军, 还取得如此的恭敬, 你说秦家的面子, 岂不是要跌光了, 这是真的吗, 护国公府行事, 竟然如此的霸道, 当然是真的, 这件事满朝文武, 大臣都知道了, 要不了多久, 整个长安城, 甚至整个天下都会知道, 不过听说, 世袭护国公秦健身倒是回心转意, 想要与李征修好, 不过李征没有给他面子, 然后呢, 被秦家兄弟威胁后, 李征就去从军入伍了吗? 没错, 李征将军入伍后, 北伐一战, 打出了我大唐战神的赫赫威名, 没有从军前, 李征也是一个血性男儿, 为了迎娶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哪里会放弃, 于是毅然入伍从军, 用命来博取了滔天军功, 达到了如今的地位, 16岁的归德将军, 现在更是被皇上封了爵位, 荣国郡公, 说起来, 现在的护国公府, 真的是丢人丢大了, 当初威胁的那个小小伤骨, 如今可成了我大唐当代冠军侯, 荣国郡公, 秦家, 可是丢脸丢到家了, 老国公一走, 没想到秦家就发生这样的事, 因为两个儿子的骄横, 招来这等笑话, 老国公在天之灵, 只怕都会愤怒, 正如秦剑生所想, 当消息掩盖不了后, 秦家的名声会被极大打击, 变成臭名远扬, 有关于护国公府的消息, 如今在长安城, 以极快的速度在传播, 这一次, 秦家只能说丢脸丢大了, 秦家, 我终于来了, 看着近在咫尺的护国公府, 李征的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感慨, 如若没有得到圣旨, 李征或许还要担心秦家会不会娇人, 但现在, 李征没有任何好担心的了, 娃儿竟然生下了我的孩子, 那一夜, 他就有了我李征的骨血, 这一年多, 苦了他了, 想起一年多未曾见到的娃儿, 想到他给自己生下的孩子, 李征的心中就一阵激动, 当然, 还有对秦娃儿的愧疚, 李征十分了解秦娃儿的性格, 她是那种外表温柔, 内心却很刚强的女人, 身为女子, 却有着寻常男子都没有的倔强, 一旦她选择了, 就绝对不会反悔, 就如同她选择将自己交给了李征一样, 正是因为娃儿的这种性格, 才让李征对她有百分的信心, 正想着, 这时, 护国公府大门打开了, 一个中年管家模样的男子走了出来, 当看到李征后, 立刻笑着迎了上来, 这位想必就是咱国公府上的姑爷吧, 奉老爷令, 如果姑爷来了, 立刻迎入府中, 在下正式, 李征双手抱拳, 淡淡说道, 随即, 赵明, 五元龙, 将聘礼送入府中, 我李征上门娶亲, 虽有皇帝赐婚, 但也须按理娶之, 李征对亲卫两位统领说道, 属下领命, 赵明, 五元龙当即领命, 三百亲卫立即动手, 在来护国公府前, 李征就用大唐银票, 黄金一万两, 通宝一百万珠, 还买了上千匹铃罗绸缎, 这就是聘礼, 当初秦家以百两黄金, 通宝十万珠, 绸缎百匹, 来买断李征与秦婉的情谊, 而今日, 李征十倍还知, 国公府梁管家见词, 想要开口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闭嘴了, 这是聘礼李丹, 请管家收好, 李征又从林冲手中, 拿过了红色李丹, 对着梁管家递了过去, 是, 梁管家郑重接过李丹, 然后恭敬道, 请姑爷入府, 赵明, 五元龙, 你们随我进去, 在外面带好亲位, 李征沉声说道, 是, 三名统领齐声答道, 其中赵明和五元龙陪在李征左右, 手搭在腰间的宝剑上, 神态冷峻, 像上战场一样, 身为李征下属, 原本对自己将军与秦家的关系, 一点都不知道, 但随着今日朝堂上事件的发酵, 身处长安的他们, 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 这一刻, 他们才明白自己将军为何会以十五岁的年龄入伍, 在战场上那般舍命搏杀, 这一切都是因为秦家的哲辱, 所以, 逐辱臣死, 这对于作为李征新妇手下的他们, 也是一样, 走入这秦家, 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而在国公府会客厅, 护国公秦剑声坐在主座上, 而在他面前站着弟弟秦海生, 两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现在这样, 你该满意了吧, 如今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 我秦家是仗势欺人的勋贵豪门, 人人都知道我秦剑声, 你秦海生是权贵跋扈之人了, 唉, 爹的脸, 让咱兄弟俩都给丢光了, 秦剑声坐在那里, 愁眉苦脸说着, 语气中更是带着一丝苦涩, 自从继承了父亲护国公的爵位后, 秦剑声只想着不赘了自己的威名, 不因为自己而让秦家蒙羞, 可如今, 护国公府可不止蒙羞, 而是臭名远扬, 一笑大方了, 对于天下百姓而言, 面对豪门权贵, 他们都是弱者, 李征的遭遇被豪门子弟威胁欺凌, 连想一下都足以让他们感同身受, 如今消息只是在长安城传播, 未来几个月后将会刮风一样在天下间传播, 大哥, 我知道错了, 秦海生面带惭愧, 低头认错, 错了, 秦建生看着弟弟一眼, 你心里想的根本不是错了, 而是根本没有想到李征会出人头地, 更没想到李征会到了今天的地步, 声名传天下, 听到这话, 秦海生不置可否, 但显然, 秦建生说的是对的, 现在都这样了, 你还想着侥幸, 而不是面对李征当面赔礼道歉, 难道当初不是我们做错了吗, 当初, 我和你在长治县所作所为, 现在想想都感到羞愧, 你就没有觉得懊悔吗, 秦建生看着一脸倔强的弟弟, 口口婆心, 大哥, 别再说了, 现在木已成舟, 说再多也无用了, 咱们还是想着, 以后要如何面对李征吧, 秦建生叹了口气, 多说无意, 正如他所言, 说再多也没有用了, 而这时, 老爷, 姑爷来了, 梁管家的一个喊声, 让秦建生兄弟立刻回过神来, 秦海生下意识地, 想从后堂溜出去, 给我站住, 秦建生瞪了他一眼, 冷冷到, 碍于兄长面子, 秦海生只能乖乖站在原地, 对于他而言, 心中最不愿意面对的一刻, 终于要来临了, 在一年前, 被他能够轻易踩他的蝼蚁, 如今持着当今皇上的赐婚圣旨来了, 而且, 他年纪轻轻, 居然拥有了俊功爵位, 如果可以, 他真的不想见到李征, 还是卑微地仰视对方, 剧情反转之快, 让他一下子接受不了, 叫停了弟弟秦海生, 秦建生则大步朝外迎了出去, 在赵明和五元龙一左一右的拱卫下, 李征缓步走了过来, 老爷, 这是姑爷下的聘礼, 梁管家则是将李丹递给了秦建生, 秦建生将李丹接了过来, 打开一看, 表情微微一变, 他没想到李征会拿出如此丰厚的聘礼来, 你有皇上赐婚, 无需如此重礼, 秦建生合上了李丹, 表情复杂地说道, 这种相见的方式, 还有今日朝堂上的原因, 秦建生心底自然也是有些疙瘩, 十分尴尬, 咱, 一是一, 二是二, 皇上赐婚自为首, 但是聘礼可不能少, 昔日你和你弟弟用百两黄金, 十万通宝, 来斩断我和婉儿之情, 今日我已十倍聘礼, 还之, 李征缓缓开口道, 我知道, 因为我和弟弟当初的愚蠢行为, 你心中有所怨愤, 但今日朝堂之上, 乃至于长安城, 甚至是天下, 我秦家之名大损, 我秦家也付出了代价, 秦建生语气低沉, 带着几分苦涩的味道, 李征看了眼秦建生表情深为后悔, 还有所在客厅内不敢见人的秦海生, 去年的那一幕浮现在李征的脑海之中, 不过如今的结果反转了, 曾经的他们两人高高在上骑在战马上, 用看蝼蚁一样的眼神看着李征, 而如今一切都变了, 他们缩在家里, 甚至不敢出来见他, 这种感觉让李征心底也有了一种畅快, 释然, 的确是付出了代价, 但, 你知道为何这件事会传播得如此之快吗, 李征平静一笑, 难道是你, 秦建生眉头一皱, 你也太高看我李征了, 操控于情, 把控明星, 这我可做不到, 终究, 你们兄弟当初对我所做的事情, 让天下百姓对我产生了同情罢了, 也让他们有着一种共鸣, 对于豪门权贵而言, 商骨, 百姓, 有何区别? 李征淡然一笑, 天下百姓只会同情弱者的, 对于这种事情的本质, 身为后世人的李征, 自然是看得十分透彻, 听到李征的话, 秦建生沉默了, 他自然明白, 李征说的话是真实的, 李征, 在这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为自己所作所为深感歉意, 希望你不计前嫌, 说着秦建生对着李征深深居了一躬, 就差没有下跪了, 少请, 见李征没有丝毫地表示, 秦建生转身对身后的秦海生喝道, 你, 还不赶快过来, 给李征道歉, 真诚地道歉, 化解咱们的过错, 求得李征的原谅, 秦海生抬起头, 看着李征那略带几分嘲讽和戏血的眼神, 心中也是涌现了一种怒火, 大哥, 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秦家都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了, 为何还要向他道歉? 若不是他, 我秦家怎会如此? 秦海生猛地站出来, 大声道, 说到底, 在他的心底, 从来不认为自己错了, 看到秦海生愤怒的样子, 李征是一点都不意外, 从李世民的直言片语中, 他已经掌握了一些信息, 那就是老大秦建生彻底醒悟,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 并积极弥补, 而弟弟秦海生自诩高贵, 当初就看不起李征, 如今虽然李征出人头地了, 但他们在心底也是十分厌恶, 给我闭嘴, 你和我当初做出那样的事, 对得起小妹吗? 咱们那么做爹就是在地下有知, 也会爬起来责骂咱们不孝不忍, 还有, 你和我欺骗小妹说李征死了, 让小妹忧郁成疾, 咱们做哥哥的不觉得有亏吗? 看着弟弟还是如此死不悔改, 秦建生再也忍不住了, 愤怒骂道, 从朝堂回来, 一路上秦建生遭受了多少白眼, 但他只能默默承受着, 只是希望早点化解于李征的矛盾, 没想到自己这个弟弟, 到现在依然死不悔改, 这让他很痛心, 你说什么? 骗瓦说我死了, 让瓦忧郁成疾, 原本李征的心情变得有些平静了, 毕竟有皇上语重心长的一番劝慰, 再看到秦建生确实表现得很悔恨, 这让他心底也渐渐原谅了他, 但是听到说骗瓦自己死了, 李征脸上顿时又涌起了一股怒意, 秦瓦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人也是李征的逆铃, 大哥, 秦海生话音一顿, 不知道说什么了, 而且他也感受到了李征那眼中凌厉的杀气, 你们当初看不起我, 我并无意外, 但是婉儿可是你们的妹妹, 为何还要如此对她? 你们还真的是枉为兄长啊? 李征冷冷说道, 若不是你这个贱民, 婉儿又怎会忧郁, 一切都是因为你, 当初我们就应该杀了你, 一聊百聊, 秦海生面色猙獰, 冷道, 杀了我, 来啊, 现在我就给你机会, 是个男人就给我上来, 李征朝着秦海生勾了勾手指, 我还怕你不成, 臭小子, 秦海生怒道, 直接握紧拳头就向着李征冲了过去, 他也忍了李征很久了, 但刚刚到了李征的面前, 他那竭力挥出的拳头就如同遇到了墙壁一样, 被李征轻易地握住了, 而全身上的力量让秦海生都在颤抖, 就这, 秦家二公子, 垃圾, 李征冷冷骂了一句, 一脚踹出, 平的一声, 啊, 秦海生痛呼一声, 直接被踹飞了出去, 我杀了你, 秦海生艰难爬了起来, 呲牙咧嘴再次挥舞着拳头扑过来, 但结果还是一样, 被李征一脚踹飞, 而秦剑生见到这一幕并没有阻止, 男人或许就用男人的方式解决, 怎么, 高高在上的国公府二公子, 就这能力, 连我军中一个普通将士都不如, 如果没有老护国公的遗子, 你还想当官, 还想高高在上, 你连一个贩夫走足都不如, 李征冷冷嘲讽着, 言语疯狂刺激着秦海生, 我杀了你, 秦海生被李征刺激着, 双眼通红, 强撑着身体, 再次向着李征冲了过去, 但结果就是, 李征两个巴掌, 又被轻易地打倒在地, 我儿是我的女人, 谁都不能欺负她, 谁欺负她, 我绝对不会放过, 今天, 我就替娃儿来教训你, 李征冷冷说着, 直接大步上前, 对着秦海生, 就是一脚一脚地踹去, 秦海生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痛苦地喊叫着, 而这也是李征脚下留情的结果, 如果是真正动手, 只需要一拳, 李征就可以杀了他, 说到底, 秦海生还是娃儿的兄长, 如果真的杀了他, 那娃儿还如何做人, 再而, 杀了国公府的公子, 这可是大罪, 李征还不至于失去理智, 打了许久后, 秦海生被打得鼻青脸肿, 甚至连叫唤的声音都小了, 秦剑生才缓缓开口, 够了, 闻声, 李征也没有再动手, 停了下来, 但下一刻, 李征就直接来到了秦剑生的面前, 在后者诧异的目光中, 李征躬身抱拳, 一脸真挚地对着秦剑生道, 李征, 谢大哥对我儿照顾之恩, 若不是大哥, 我怕都见不到娃儿了, 请受李征一败, 说着, 李征就躬身一败, 十分的真挚, 看到这, 秦剑生有些呆了, 更是十分诧异, 你不恨我, 不恨秦家, 说到底, 要恨还得恨这个死不悔改的二公子, 对于大哥能够及时幡然醒悟, 对我儿贴心照顾, 李征在这里申表感谢, 我只是恨, 当初对我的侮辱, 对秦家, 尤其是老国公, 我还是申表敬意, 而且, 你们当初一句话, 倒是没有说错, 我身份低微, 根本就配不上玩, 但你们当时做得太绝, 开口闭口盛气凌人, 甚至还扬言威胁, 不过, 大哥你能及时改变初衷, 并贴心照顾儿, 李征对此甚是感谢, 可你的弟弟却是死不悔改, 如果不给他点教训, 我李征枉为哪儿, 而且, 秦家除了他也没做错什么, 是非公欲, 尽在人心, 除了对死不悔改的他, 我李征对你, 对秦家, 还是存有尊敬的, 老国公为大唐的剑里出生入死, 令人敬佩, 可是他却玷污了秦家的名号, 李征指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秦海生, 秦真一切说道, 听到这些话, 看着李征这很有分寸的谈吐, 秦剑生心中堵着的一口气, 也不自觉地释放了, 心中也释怀了, 说到底, 我儿是我的亲妹妹, 我又怎会不照顾他, 秦剑生脸上, 也终于有了一抹笑容, 靖阳府长治县李征, 特莱国公府下聘取亲, 请大哥接受聘礼, 李征再次将李丹双手捧起, 郑重说道, 长胸如腹, 只要小妹能够开心, 我这个做大哥的又岂会阻止, 我接受你的聘礼, 秦剑生心情愉悦地将李丹接了过来, 谢大哥, 李征直接道谢, 脸上也露出笑容, 管家, 秦剑生喊道, 老爷, 梁管家立刻走了过来, 带姑爷去找碗, 秦剑生吩咐道, 是, 梁管家立刻点了点头, 瓦尔这一年多, 被我和该死的弟弟骗了, 的确是受委屈了, 哪怕是后来, 我向解释, 你根本就没事, 他也根本听不进去, 只有你亲自过去, 瓦尔才能解开心结, 秦剑生意味深长地看着李征道, 谢大哥, 李征点了点头, 心中也带着忐忑, 随后梁管家引路, 李征带着赵明和五元龙两人, 向着瓦尔的闺房走去, 等到李征离开, 秦剑生蹲了下来, 感受如何, 秦剑生怒气不争问道, 大哥, 我, 给你给秦家丢脸了, 这, 这个李征实在是太厉害了, 秦海生声音颤抖, 惭愧说道, 你呀, 真的是不见棺材不掉嘞, 李征说的没错啊, 我和你都是靠着父亲的仪泽, 才能够有如此权位的人, 离开了仪泽, 只怕真的连贩夫走足都不如, 可你, 都到了这地步, 还将这仪泽当成仪仗, 更不能将自己的亲妹妹当成仇人, 肆意利用欺负吧, 希望这一次, 你能够引以为戒吧, 今日朝堂之上, 我也看出来了, 皇上, 太子, 对李征都是青睐有加, 两代帝王之下, 你难道觉得, 李征会弱于我国公府, 我告诉你, 有朝一日, 李征所取得的成就, 不会低于国公府, 幸亏李征这人心性豁达, 虽有仇必报, 但只对是不对人, 至少他没有迁怒于我, 更没有迁怒整个秦家, 要不然, 以后我秦家真正树立了一个大敌, 秦剑生带着几分告诫的语气道, 之所以看着弟弟被打, 还是想着李征的拳头, 能够给他以教训, 大哥, 我知道错了, 秦海生低着头, 被打了一顿后, 似乎也让他知道了差距, 此刻的他, 似乎真的想通了, 但也不知真假, 希望你是真的知道错了, 如果以后, 你还敢去招惹李征, 那大哥, 也保不住你了, 好了, 来人, 带他下去治疗去吧, 秦剑生有些无奈地挥了挥手, 而在国公府西乡房, 姑爷, 这就是小姐的闺房了, 梁管家恭敬对着李征道, 赵明, 五元龙, 你们就在这里等着我, 李征说道, 是, 赵明二人躬身领命, 而李征带着一种忐忑而激动的心情, 向着瓦的房间走了过去, 当到了门口, 手缓缓抬了起来, 想要敲门, 却也是有些忐忑, 当初答应了瓦, 一定要尽快来长安城找他, 可是硬生生拖了这么久, 一年多时间, 甚至于, 瓦儿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李征对他很是了解, 如果自己真的死了, 瓦儿也绝对不会苟活于世, 所以, 李征手抬起来后, 又放了下去, 小姐, 小公子真的是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长大了一定像小姐, 肯定是一个俊小伙, 一个女生在房间里响起, 她长得和我的真哥一个样, 宝儿啊, 等你长大了, 我就带你去见一个很慈祥的爷爷, 然后娘就去找你爹爹了, 没有你爹的日子, 娘, 娘真的忍受不了, 秦婉儿那带着一种病态虚弱的声音传了出来, 小姐,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听老爷说, 姑爷根本就没有死, 你不要乱想, 以后宝儿不能没有娘啊, 一旁的侍女急了, 立刻出声安慰, 但看着这语气, 显然是秦婉儿恍惚间, 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假的, 都是假的呀, 秦婉儿无比苦涩地说道, 在门外, 听到秦婉儿的话后, 李征心底都在发颤, 双眼之上也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 他强撑着心神, 抬手推门, 嘎吱一声, 门开了, 李征的声音也传了进来, 婉儿, 我, 来接你回家了, 这温柔的声音在秦婉儿的耳边响起, 当听到这句话, 原本还抱着孩子的秦婉儿浑身一震, 眼中透着难以置信, 有些病态的脸上更是涌现出震撼, 不, 不可能, 我听错了, 小红, 你有没有听到声音, 秦婉儿声音颤抖地看着侍女小红, 甚至她都不敢转过头, 小姐, 有一个人进来了, 牧壁没有见过, 突然闯进一个人, 侍女有些紧张地看了过去, 婉儿, 是我, 你没有听错, 我, 来接你了, 李征缓步走了过来, 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 秦婉儿一脸难以置信地转过头来, 入眼, 李征正微笑着看着自己, 秦婉儿把手上的孩子对侍女小红一地, 缓步向着李征走了过来, 当靠近后, 秦婉儿伸出右手, 缓缓向着李征的脸伸了过去, 当放在上面, 感受到了温暖, 郑哥, 你, 你真的还活着, 郑哥, 你真的还活着, 秦婉儿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冲入了李征的怀中, 委屈地哭了起来, 婉儿, 我不仅还活着, 还活得很好呢, 李征紧紧抱住秦婉儿, 温柔地说道, 虽然这样说, 但是李征双眼的泪水, 也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两个友情之人, 终于还是回到了一起, 对于李征来说,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周爷爷, 另一个就是秦婉儿, 他不想失去任何一个人, 秦婉儿紧紧抱住李征, 激动, 还有各种情绪都积累在一起, 全部释放了出来, 这一年多, 秦婉儿承受太多了, 特别是被自己两个咯咯骗, 说李征已经死在北京战场上, 这对于婉儿的打击更大, 如果不是因为怀有身孕, 或许婉儿早就追着李征儿去了, 婉儿, 我这不是没事吗, 活得好好的, 我也来接你了, 李征微微一笑, 轻轻抹去了婉儿眼角布置的泪水, 你怎么那么傻, 你知不知道战场有多么危险, 如果你死了, 我该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 我根本不在乎你的身份, 我只在乎你活着, 秦婉儿带着哭腔说着李征, 还不时抬起手, 锤打着你真的胸膛, 但用的力气却是非常的小, 而李征则是静静地看着秦婉儿, 没有说话, 给他尽可能地释放自己, 持续了好一阵后, 秦婉儿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 我知道你不在乎我的身份是什么, 但想要娶你, 凭借一个商骨身份可是不够的, 你如此待我, 我又怎会让你失望, 现在, 我有资格娶你了, 李征微笑着, 把当今皇上的赐婚圣旨对着秦婉儿一帝, 这是什么, 看着李征递过来的圣旨, 秦婉儿不解地说道, 你打开看看啊, 李征温柔地笑着, 秦婉儿接过这圣旨, 还没打开, 表情就有些惊讶, 这好像是圣旨啊, 呵呵, 李征笑着, 秦婉儿缓缓打开了圣旨, 一看, 奉天成谕, 皇帝诏曰, 北伐军归得将军李征, 年轻有为, 屡次卫国立功, 乃国之栋梁, 于已故护国公之女秦婉儿情投意合, 经赐婚二人, 许秦婉儿为李征正妻, 上面, 还有着大唐皇帝所用的印喜印, 这, 这是什么, 赐婚圣旨吗? 郑哥, 你可不能为了娶我, 伪造圣旨啊, 这可是沙头诸九族的大罪, 快把它藏起来, 不要让人发现, 只要你能平平安安, 一切就都值得了, 大哥已经说了, 他会成全我们的, 等一下我就去求大哥, 让他放我们回靖阳, 再也不爱长安了, 看到圣旨, 婉儿脸色都变了, 立刻将圣旨合起来, 一脸紧张地说道, 婉儿, 我怎么敢伪造圣旨, 这是真的, 看着秦婉儿担心的样子, 李征既感动又无奈, 圣旨都摆在了眼前, 他竟然还不相信, 不可能, 当今皇上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给我们赐婚, 就算是我哥, 也不可能亲自去求皇上赐婚吧, 秦婉儿一脸不幸地说道, 傻婉儿, 亏外面还说你是长安第一财女呢, 怎么现在这么傻, 难道你男人上战场这么长时间, 没有为国立功吗, 李征温柔地笑道, 就算是再怎么立功, 也不可能得到皇上亲自赐婚吧, 秦婉儿还是不信, 小姐, 奴婢知道, 一旁抱着孩子的侍女小红突然开口道, 你知道什么? 秦婉儿好奇地转过头, 姑爷说的都是真的, 当今皇上真的赐婚了, 不仅是我知道, 整个府里的人, 还有长安城的人都知道, 侍女小红温柔地说道, 目光看着李征, 眼中也是充满了崇敬, 那皇上为什么会给我们赐婚? 没理由啊, 秦婉儿还是不解, 难道真哥真的在战场上, 立下了什么大功不成? 婉儿, 你你能不能仔细看看, 圣旨的开头写了些什么? 李征有些无奈说道, 文言, 秦婉儿再次打开圣旨, 当看到开头写着, 北伐军龟德将军李征, 龟德将军? 这可是从三平的官职, 一年时间, 真哥绝不可能上升到这个地步啊, 真哥, 你真的没有伪造圣旨吗? 秦婉儿看到龟德将军这几个字后, 更加慌张起来, 作为国公府的小姐, 对于朝局, 对于朝堂, 她可是非常的了解, 小姐, 姑爷真的是龟德将军, 我大唐进攻突厥, 打了好多大胜仗, 都是咱们姑爷带着军队打的, 也立下了好多的功劳, 突厥协力可汗是姑爷勤获的, 突厥王城是姑爷带兵攻破的, 还有新突厥汉也是姑爷斩首的, 甚至整个突厥朝堂都是被姑爷带兵给一锅端了, 提及到李征的战功, 侍女小红似乎知道很多, 一脸激动地说出来一件接着一件, 听到这些, 秦婉儿有些目瞪口呆, 小红,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秦婉儿诧异地问道, 小姐, 我怎么敢和你开玩笑? 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啊, 姑爷这些战功天下人都知道了, 当今皇上还特意下旨召告天下, 来褒奖姑爷的战功呢, 小红眼中冒出了小惺惺一样, 特别崇拜地看着李征, 而且那眼神恨不得都长在李征的身上似的, 可见, 李征如今在天下人心中是什么地位, 而且特别是对女子而言, 李征俨然就是一个心目中崇敬的大英雄, 谁嫁女子不怀春, 谁嫁女子不喜欢嫁给大英雄啊? 而且, 李征还长得这么俊朗, 更加符合天下女子的喜爱, 眼前的侍女小红, 此刻眼睛都舍不得从李征身上离开了, 我就是小姐的贴身侍女, 以后小姐嫁过去, 我也一样也要过去的, 等到小姐越试的时候, 我说不定还要侍奉姑爷呢, 好羞人啊, 小红感觉自己都在发抖了, 作为贴身侍女, 在那时时代还有一个别称, 就叫做通房丫头, 就是可以陪姑爷侍寝的那种侍女, 郑哥, 你真的是贵德将军了? 从三品? 秦婉十分难以置信地看着李征, 才短短一年多时间, 自己的郑哥身份转变得太大了吧。 嗯, 现在, 你男人是名副其实的, 从三品贵德将军, 还是北伐军先锋将军, 指挥数万军队了。 李征笑着说道, 而且, 我还听说, 咱家姑爷还被皇上奉为荣国郡公, 世袭的公爷呢? 小公子以后都可以继承郡公爵位了。 永世衣食无忧, 小红笑着说道, 那崇敬的眼神根本都藏不住。 世袭郡公, 秦婉脸上仍然是震惊难言。 总之, 现在你男人有足够的资格来迎娶你了, 而且你手上纳到圣旨, 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了。 我李征, 明媒正取地将秦婉娶娶回去。 李征紧紧抱着秦婉, 温柔而霸气地说道, 身为一个男人的承诺, 他即将完成了, 我就知道我家真哥会再来找我的。 但, 但我没有想到真哥会给我这么大的惊喜。 这是真哥用命换来的。 为了我, 你竟然入武从军。 为了我, 你上了战场, 一年时间升职到了归德将军。 真哥, 你究竟遇到了多少危险? 听到李征的话, 秦婉一脸感动, 但更多的是一种担心, 想到李征在战场上遇到的各种危险, 他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这不是活着回来了。 婉儿, 你可不要小看我。 在战场上, 你男人可是能逢凶化极恶, 乱箭射来都自动躲开你男人的。 李征拍着秦婉的后背安慰道, 你骗人? 我不管。 以后, 以后不能再犯险了。 不能再上战场了。 秦婉一脸担心说道, 好好,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李征笑了笑, 先安抚道, 不上战场,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自己现在如日中天, 如果大唐还有战事, 当今皇上绝对会起义的。 而且, 自己的确也需要在战场上获得经验值, 不过就目前而言, 暂时不会有什么战事出现。 李征, 可是比大唐的任何人都渴望战争, 因为那是他变强的根本所在。 对了, 你进府的时候, 我二哥没有为难你吧? 秦婉一脸担心地问道, 对于自己的二哥, 他真的是失望透敌。 现在, 他还能拦住我吗? 刚刚就当着你大哥的面, 我狠狠教训了, 你那个蠢才二哥, 让他骗你, 欺负你。 李征笑呵呵说道, 就在这时, 哇, 哇, 突然间, 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响起, 也把久别重逢的两个友情人, 拉回到了现实。 听到这一声, 秦婉才想起来, 自己有一个孩子, 连忙走到侍女小红的身边, 把孩子抱了过来, 手缓缓抖动着, 哄着孩子。 而李征听到这啼哭声, 也愣住了。 这时, 他也想起了当今皇上给自己说的, 婉儿给自己生了一个孩子。 看着哇哇大哭的婴儿, 李征心中有着一种忐忑, 甚至是慌张, 两世为人。 但眼前这个婴儿, 却是他的一个血脉, 他的孩子, 流淌着和他一样的血。 秦婉儿抱着孩子哄了一会, 那啼哭声一下子就安静了。 真哥, 这是我们的孩子, 宝儿。 一个男孩, 秦婉儿缓步走到李征的身边, 温柔地将孩子放在了李征的面前。 李征看了过去, 大眼睛, 此刻还含着他的小手指, 非常的可爱。 当看到李征这个陌生, 又是最亲的人, 他努力睁大着眼睛, 好奇地打量着李征。 甚至好奇的他, 还将小手向着李征伸了过去。 李征下意识地抬起手, 与自己儿子的小手碰在了一起。 顿时间, 李征心中涌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感受。 他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他又多了一个至亲之人, 这是如同自己的娃儿一样, 要让他一辈子都要去守护的。 他的儿子, 他的血脉, 他, 他取名字了吗? 李征语气有些发颤地问道, 还没有, 我给他取了一个小名, 叫宝儿, 我们的宝贝儿子。 秦婉儿温柔地回道, 在眉目下, 柔情似水地看着李征, 似乎在告诉李征, 自己是特意没有取名字的。 在秦婉儿心底, 在生下宝儿之后, 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等到宝儿一岁后, 他就会去追随李征去了。 至于宝儿, 他会将它交给周爷爷手中。 因为秦婉儿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周爷爷是绝对不会辜负宝儿的人。 宝儿好, 宝儿好啊。 李征的那一刻, 他积压在心中的抑郁, 积压在心底的寻死之心, 一切都已经没有了。 现在他有的只是, 想要和自己的真哥, 永远待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嗯, 我们一家人, 要永远在一起。 李征重重点了点头, 目光柔和地看着玩, 看着自己的孩子, 有着无限的温情。 而一旁的侍女小红见到此幕, 也很识趣, 缓缓地向着门口退去。 然后, 离开了房间, 顺手将门也关了起来。 他也不想打搅自己的小姐, 打搅分别许久的他们团聚。 在闺房不远处, 赵明和五元龙如同门神一样站着, 一只手还放在刀柄上, 似乎谁想要靠近打扰, 他们就要拔刀似的。 而在他们住室的庭院入口, 秦剑生也并没有靠近, 而是带着几分优色地等待着, 他并不担心李征, 而是担心自己的妹妹。 自从被假兵部文书刺激后, 小妹的身体也就不好了。 秦剑生知道, 如果不成全李征和小妹, 或许有朝一日, 小妹就真的会抑郁成疾而死。 此刻她就是等待着, 看着李征这个新药, 能不能救下自己的妹妹。 看到小红从房间里走出来, 秦剑生立刻就问道, 小姐情况怎么样了? 回老爷, 小姐好了, 她终于笑了, 小姐心病已经解开了, 以后小姐肯定不会再寻短见了。 小红恭敬地回道, 好, 好, 太好了。 秦剑生脸上也是充满着兴奋, 知道自己小妹没事了, 她也就彻底安心了。 爹, 我既然继承了国公府, 就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之前, 儿子犯糊涂跟弟弟一起欺骗妹妹, 差点让小妹出了意外。 爹, 我在这里向您保证, 今后绝不会再犯这样错误了。 至于小妹, 你就放心吧。 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秦剑生嘴里喃喃自语着, 到了晚上, 李征牵着秦婉, 另一只手则抱着自己的孩子, 走出了房间。 这也是秦婉这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房间, 脸上也挂上了回长安后第一次笑容。 参见将军, 参见夫人, 看到李征带着秦婉儿走了出来, 赵明和五元龙两人立刻单膝跪地, 恭敬道。 起来吧。 李征笑着点了点头, 此刻的他也是一样, 兴奋无比。 将军, 这难道是将军的孩子? 看着自己将军抱着的婴儿, 赵明和五元龙都有些惊讶。 嗯, 李征一脸笑容点了点头, 我的儿子, 将军, 你这也太快了, 十六岁当爹了, 我们可都是二十多了, 别说孩子了, 就是媳妇都还没有呢。 赵明和五元龙都是一脸呆呆的样子, 这显然是被打击到了。 哈哈, 看着两个手下如此, 李征放声大笑了起来。 这时, 梁管家快步走了过来, 当看到走出房间的琴碗, 他眼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姑爷, 小姐, 老爷已经在大厅备好了宴席, 请一步。 梁管家恭敬地道, 府外还有我的三百亲卫, 本将要先将他们安排一番。 李征说道, 姑爷, 府中已经准备了他们的晚饭了, 只不过你的那些亲卫们一个个都很将, 都不肯进府吃饭。 梁管家有些无奈道, 他是不知道, 亲卫营有着严格的军令, 没有李征的命令, 他们绝不能煽动。 让他们入府吃饭, 你们也去吧。 李征对着赵明两人说道, 是, 两人躬身一拜, 随后就过去了。 姑爷, 小姐, 请随我来。 梁管家上前引路, 不一会, 李征和秦婉就来到了大厅。 大厅内, 秦剑生还有他的夫人已经在桌子前等待。 大哥, 当看到秦剑生, 秦婉喊了一声, 哎, 秦剑生立刻笑着答应了。 随后道, 小妹啊, 这段时间, 你可担心死大哥了, 大哥早就给你说了, 李征没有死, 以前都是骗你的, 你就是不听, 现在知道大哥没有在骗你了吧。 大哥, 对不起, 秦婉有些惭愧的低下头。 好了好了, 以前是大哥不好, 让你担心, 大哥也是后悔不已。 好了, 现在什么都不说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只要你没事, 能够走出来, 大哥就为你高兴。 秦剑生笑了笑, 脸上都是掌兄对妹妹的慈爱。 李征, 你们两个都坐下吧, 清廉, 去帮小妹抱孩子。 秦剑生对身边的女子说道, 这个女子自然就是秦剑生的正妻, 刘氏, 历史上并没有刘明。 嗯, 刘氏点了点头, 带着一脸笑容向着秦婉走去, 将板接了过来。 李征, 看着小妹无事, 看着你对小妹的情谊, 我这个做大哥的, 也没有资格再说什么。 错, 这以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和弟弟做的。 大哥在这里再次对你说声对不起, 希望这事情就这么过去吧。 秦剑生看着李征道, 大哥请放心, 以后, 我绝不会辜负我儿, 更不会再就是重提。 李征立刻保证道,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大哥知道, 你在静阳还有一个长辈, 你找个机会, 把他也接过来。 商议婚期, 秦剑生叮嘱道, 好, 李征点了点头, 大明宫, 御书房内, 到了深夜, 李世民还没有去休墓, 而预案上的奏折, 却已经处置完毕, 此刻他坐在笼椅上, 神情紧绷,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皇上, 您该休息了。 侍奉在一旁的太监王德公进道, 还早呢? 李世民看了御书房外, 已经漆黑一片的态色, 平静地说了一句。 而这时, 夜色中, 一个身影快步向着御书房走了过来, 而脸上带着风尘仆仆和急切。 陛下, 臣去了一趟靖阳府, 了解了一下情况。 王浩快步来到御案前, 单膝跪地汇报道, 但是看着一旁的王德, 王浩并没有立刻说出内容。 你在门外等候, 李世民瞥了眼王德, 沉声道。 是, 王德文言功身一败, 然后朝门口退了出去, 御书房的门也随之关上了。 情况如何? 李世民沉声问道, 眼神之中充满了一种急切。 可想而知, 他之所以到了如此深夜, 还未曾休目, 就是因为在等着王浩回来。 陛下, 事情都弄清楚了, 林, 林氏在石榴前, 从靖阳府山里, 搬到长治县城的, 随后开了一家陈醋房, 还生下了李, 李征将军。 巨臣走访得知, 没人知道林氏的男人是谁。 林氏到死都只字未提。 你, 你再说一遍, 李世民语气颤抖的道, 皇上, 林氏一生未嫁, 只是孤身守着李征将军, 直到五年前去世。 王浩再次汇报道, 终身未嫁, 难道真的, 真的, 李世民眼神中涌现出一股难言的波澜, 对于他而言, 此刻显得十分震惊。 他在长治期间就没有和男人好过。 李世民又神情凝重地问道, 回陛下, 臣在长治走访得知, 林氏在长治口碑极佳, 从未传出过与任何男人有什么往来, 一心打理陈醋房, 抚养李征将军, 与街坊邻居关系也是很和睦。 不过, 王浩话说到一半, 停顿了下。 不过什么? 李世民急声问道, 不过, 巨臣走访得知, 林氏似乎对长安城很有怨恨, 临死都不许李征将军去长安。 听到这, 李世民沉声思索着, 脸上也在思索着一个关键。 不让李征来长安? 难道是怕与我相认? 当年自己伤好后不辞而别, 竟然让他如此的伤心。 可是自己当年也是有苦衷的, 没想到这一别竟然阴阳两格。 王浩! 陈在? 王浩再次单膝跪地回道, 给朕查查李征, 查他的一切。 从小到大的一切, 从他出生起的一切, 全部都送到朕的面前来。 李世民命令道, 但提及李征, 他的语气柔和了许多。 或许, 在他的心底深处, 已经有了答案。 皇上, 难道你怀疑李征将军是? 王浩是个聪明人, 跟随李世民多年, 掌管着大唐情报机构不良人。 此次, 被李世民去靖阳府长治县, 调查一个已经去世的女人, 这已经让他惊诧了。 如今又牵扯到李征的身上, 这更让他震惊。 一瞬间, 他联想到17年前, 李世民在山西受伤养病的那半年多时间, 他顿时联想到了根本。 此事, 咱不允许任何人知道。 李世民凝视着王浩, 冷冷道。 王浩文言额头上顿时冒出冷汗, 立刻道, 臣, 明白。 对了, 李征今日都做了什么? 说到李征, 李世民表情舒展了许多, 语气也柔和了不少。 启禀陛下, 李征将军, 今日先在市场上兑换了一千两黄金, 一百万珠通宝, 还去了长安城的布庄购置了几十车的绫罗绸缎, 然后就去了护国公府下聘了。 王浩立刻回道, 这小子倒是知道李树并没有因为咱的圣旨就跋扈起来。 不错, 李世民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 这小子哪里来得这么多钱? 李世民脸上又浮现起一种惊讶, 但想到李征之前只是一个普通将领, 时间不长, 根本就没有机会贪末, 更没有地方可以贪末。 看样子, 李征这小子还是让咱小看了, 他还是一个富货。 如果是他挥下其他臣子, 哪怕是军中将领如此有钱, 他必然会让王浩一查到底, 看看是不是贪腐所得。 但对于李征, 在心中有所猜测之后, 他却涌现了已经丢失多年的柔情。 皇上, 据臣在长治走访了解, 林氏留下的陈醋房, 在这一年多时间, 在一个叫周福生的老人经营下, 将林氏陈醋房开遍了全山西。 现在林氏陈醋房, 可谓是日进斗金, 李将军所以很有钱, 王浩赶紧将走访情况汇报着。 李世民捋了捋胡须, 微微点头, 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 李征入了秦府后, 又发生了什么? 以李征那小子的性格, 如果知道秦家丫头的情况, 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李世民又问道, 皇上英明。 李将军入了秦府后, 知道了秦家小姐被其二哥给骗了, 说李征在战场上战死, 让秦家小姐忧郁成疾, 这让李征将军动怒了。 直接将秦家二公子给狠狠揍了一顿, 至少要几天都下不了床。 倒是护国公申明大意, 对于李征教训自己的弟弟, 他也并没有阻止。 王浩立刻说道, 今天护国公府发生的事只在于小范围, 但是又怎能逃脱大唐密探不良人的耳目。 这小子倒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主。 不过, 让秦琼那个逆子受些教训也好, 省了以后再惹是生非。 秦建生不错, 虽然之前做错了事能及时幡然醒悟, 在朝堂上能拉下面子主动修好,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或有几分奶腹的风采, 以后只要他一心为国, 必然能成绩他爹的威名。 李世民笑着说道, 对了, 太子给李征找好府邸没有? 李世民又问道, 回禀皇上已经找好了, 今晚李将军就可以入住了, 王浩立刻回道, 那就好, 虽然只让李征休暮两个月, 但必须在长安城给他安一个家, 这样他才能真正的归心。 李世民满意地点了点头, 皇上还有一件事从扬州传来的密报, 事关卢江王, 王浩面带犹豫地看着李世民, 卢江王在扬州又做了什么事? 李世民眉头一皱, 听到卢江王的名字, 他的心头就是一阵怒意。 如果不是自己的弟弟, 凭卢江王在扬州做的那些烂事, 自己早就收拾他了。 卢江王李愿高祖第九子, 玄武门之变后, 迅速站队李世民, 被李世民任命为扬州刺史。 可是, 在扬州刺史任上, 却屡屡做出危害百姓的事来, 李世民看在自己的弟弟的面子上,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不出什么大乱子, 也就随他性子去。 卢江王殿下又残杀了一户, 手段凶狠, 老幼都未留, 一家残死。 王浩硬着头皮道, 什么? 残杀了一户, 灭了一家? 李世民眉头紧皱在了一起, 心中生出了一股滔天怒意。 他, 他怎么如此暴力? 竟如此厮杀? 给咱传旨, 让他立刻回长安, 咱要看看这个混账, 究竟要做什么? 还有, 被他害了的一家, 如果还有血脉, 妥善安置吧。 李世民气的浑身发抖, 原本, 他本打算让太子李承前专门千万扬州, 巡查扬州, 顺便带他教训一下, 有些为非作歹的卢江王李院, 毕竟扬州是大唐的军事重镇, 和大唐的粮仓, 那里若是不稳, 可不是小事。 但现在看来, 根本等不到那时候了, 就李院这样胡作为非, 若是不尽早拿下, 将来引起兵变, 民变都未可知。 臣, 林旨, 林旨, 退下吧。 李世民有些无力地摆了摆手, 臣告退, 王浩这才敢缓步退出御书房。 李院, 你敢。 如果不是看待兄弟勤奋, 朕一定要重重惩罚你。 李世民脸色漆黑, 可是经历过玄武门之变不久, 李世民夺取皇位是凶杀地, 他不想再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只得强忍着怒火, 派不良人将李院带回来, 另行处置。 长安城, 西南, 在皇城内城的一个权贵府邸群所在, 一个占地很大的府邸, 映入了李征的眼前。 看到上面的牌匾, 荣国郡公府。 这, 就是当今太子李承前, 亲自给李征挑选并赏赐的一个府邸。 将军, 这府邸可不得了, 感觉比护国公府都大啊。 一旁的赵明, 看着眼前的府邸, 震惊得道。 这是曾经大随第一权臣杨素的府邸, 在李征身后的马车上, 秦婉拉开幕帘, 语气带着震惊得道。 听到秦婉的话, 李征脸上也露出一抹惊讶。 权臣杨素的府邸, 李征转过头, 看着秦婉拉道。 嗯, 秦婉拉点了点头, 这曾经是长安城最豪华的府邸, 自从大唐建立, 就是贤侄着。 没想到当今皇上竟然把这个府邸刺给了真哥。 说出这话的时候, 秦婉拉的语气都是诧异的。 这是太子找的。 太子这手笔, 真的很大啊。 看着眼前的府邸, 李征也是有些感慨。 这样一座府邸, 可以称得上长安城最大最繁华的了。 竟然赐给自己一个郡公, 这不得不说是恩重于山了。 这府邸, 就算是国公住了, 都是殊荣啊。 也足可见大唐李家父子对李征的看重程度。 嗯, 秦湛南华啊。 等到太子以后叛乱时, 自己还真的难以抉择呢。 熟知历史, 让李征心底也有些煎熬。 太子李承前对自己不错, 皇上李世民对自己也不错。 走一步看一步吧, 万一因为我而改变了吗? 李承前如此对我, 我有机会一定要提醒他, 不要干出格的事。 李征心中暗自想到, 如果李承前后来没有发生叛乱, 一切皆大欢喜。 这么大一个府邸, 别说是我们一家几个人, 我三百亲卫住在里面都完全酷酷有余。 这一次来长安, 李征真的是得到了颇夺。 世袭的郡公之位, 当今皇上的亲口赐婚。 对于李征而言, 不仅完成了承诺, 更是取得了天下人都羡慕的权位。 老爷, 你回来了? 就在李征到了门口的一刻, 府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蒲丛打扮的男子。 你是? 李征一抬眼。 回禀老爷, 小人是太子殿下安排在府中的蒲丛管事。 除了小人外, 太子殿下还赐予了厨师五人, 蒲丛三十个, 侍女三十名, 照料老爷的起居。 这个蒲丛恭敬地回道。 很好。 李征点了点头, 准备好足够厢房, 作为亲卫营宿舍, 每一厢房以五为一户。 随后, 又对身边的赵明和五元龙吩咐, 按军营整备。 属下领命。 赵明和五元龙立刻应道。 三百轻卫迅速整军, 有序地向着府内而去。 玩儿? 走, 去看看我们的家。 李征牵着秦婉的手, 微微一笑。 嗯。 秦婉乖巧地点了点头, 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两人向着府内走去, 小红则是抱着宝。 跟在后面步入府内。 进入府门后, 几十个仆丛和侍女跪在地上都表现得惶恐忐忑。 他们都是奴籍之身, 生死都在主人家掌握, 自然害怕。 都起来, 我不是暴虐之人, 以后你们只要照顾好夫人, 照顾好府中, 完成职责, 我必有赏。 看着眼前跪了一地的仆丛, 李征微微一笑说道, 他的麾下大军几万, 这区区几十个人自然是轻易地把控。 而秦婉眼中则是闪烁着异彩。 这一年多的时间, 征哥真的变了好多, 更加成熟了。 谨尊老爷吩咐, 几十个仆丛站起来, 恭敬回道。 一会后, 李征带着秦婉回到仆丛早就准备好的伏笛主卧。 在秦婉给宝喂饱了以后, 小红就抱着膀到了边上的侧房, 久别重逢, 干柴烈火。 接下来这个晚上自然是没得消停了。 侧房, 小红坐在床榻上听着隔壁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让从未经过这事的她一脸通红, 目光不时向着主屋看去, 甚至还有些期待。 作为通房丫头, 以后也是迟早的事, 不知过了多久。 久别重逢后的大战也结束了, 刚刚那奇怪的声音也是渐渐消失, 但是侧房里的小红俏脸, 却是带着几分恍惚, 孤叶这么厉害吗? 想到这, 小红也是十分羞涩地闭上了眼睛, 但内心却是十分地躁动。 主卧房, 目光回转, 看着身边已经疲乏睡下的碗, 李正一脸温柔的笑容, 哪怕到了深夜, 她却没有休息, 而是带着一种期待的沟通系统, 领取晋升奖励, 晋风爵位。 这也算是加官晋爵了, 应该是有奖励的。 而且, 奖励或许比李正前期的升官还要丰厚, 毕竟这可是十分难得的爵位。 指令受理, 恭喜宿主或丰厚决, 奖励增气单一瓶。 恭喜宿主或丰县弓, 奖励技能中品零时三百颗。 恭喜宿主或丰俊弓, 奖励黄杰中品五季, 纵云梯。 系统提示道, 果然, 爵位的奖励比我之前升官得到的都丰厚。 一瓶增气单, 里面不知道有几颗, 一颗增气单可就是一百经验值。 中品零时, 这一颗比下品零时蕴含的能量至少多五十倍。 还有这纵云梯, 这可是绝世轻功, 有这五季, 就算是被千军万马包围之中, 我也可以从容逃走, 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看着这得到的三个奖励, 李正心底激动无比地想到, 这次获得的奖励, 真的是运气太好了。 提取增气单, 李正心念沟通道, 手中立刻多了一个瓷瓶, 打开一看, 里面满满的十颗丹药, 我只差五百经验值就可以升级了。 五颗就足够, 李正心中激动, 直接倒出了五颗, 吞入了口中。 一股精纯的能量, 瞬间就冲入了李正全身, 融入了丹田之中, 获得经验值五百点, 已经达到升级所需的经验值。 恭喜宿主升级, 目前等级, 十二级。 系统提示道, 一道璀璨的光亮在李正身上一冲而起, 所有的疲乏全部消失了, 丹田内, 内力也是比之前增长了近一倍, 更加的充盈。 学习纵云梯, 李正又立刻到, 学习技能, 电子提示音再次响起, 意识海内, 有关纵云梯的五级悬傲, 全部在李正的意识海展现了出来。 只是瞬间, 李正就对这纵云梯入门了, 轻功竟然如此耗费内力, 必须要掌握提升更高材, 能够省下内力, 能够施展更长轻功。 成功学习后, 李正才知道, 这轻功不简单, 不过, 看着自己有36点技能点, 刚刚升级又奖略了几点, 纵云梯提升到三级, 李正到, 指令接受, 扣除技能点六点, 系统到, 下一刻, 成功提升了纵云梯到了三级, 凭我现在的内力, 还有这三级的领悟, 足够连续施展轻功至少一个时辰, 身轻如燕, 脚踏虚空, 马都追不上我, 李正十分满意的一笑, 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 李正, 年龄, 16岁, 等级, 12级, 功法, 九重九阳神功, 先天二重镜, 技能, 圆满剑术, 十剑连珠, 可加持九阳神功内力于剑, 到其纵身奇术, 圆满级, 武当剑, 六级, 达摩拳法, 六级, 六脉神剑, 四级, 纵云梯, 三级, 升级所需经验值, 2000, 2600, 技能点, 30点, 消耗技能点, 能够提升任何技能, 这样才能稳步提升, 等到了二十级以上, 还有更高, 会不会有飞天遁地的能力啊, 如果真的以后大唐周边没有战争了, 或许, 我可以离开大唐, 去那抑郁之地, 这个世界可是很大的, 杀一族, 获得经验值, 那将会是更丰厚, 李征心中暗想道, 恭喜宿主成功诞生第一个血脉, 开启家族持续奖励, 获得特殊奖励, 两倍经验暴击卡, 使用暴击卡, 宿主杀敌经验值, 开启持续任务, 多子多福, 宿主血脉发源, 家族壮大, 子嗣后代每达到一定数量, 可获得系统奖励, 系统提示道, 我儿子也太给力了, 竟然还有这奖励, 真是我的宝贝儿子, 看着经验暴击卡, 李征笑得非常开心, 壮大家族, 以后这可是李征必然要做的事, 在这个时代, 可是一夫多妻, 凭李征现在的权威, 就算再多取几个, 甚至更多的妾室都可以, 战争, 再用这暴击卡, 经验值就可以获得两倍递增, 李征脸上带着欣喜之色, 今天获得的这些奖励, 李征是真的心满意足了, 想到这, 也是美滋滋地睡下了, 大明宫, 朝会刚刚散去, 李世民就一脸冷漠地回到大明宫天殿, 李承前也跟着来了, 父皇今日, 为何会如此震怒, 李承前有些不解地看着李世民, 要知道父皇遇事冷静, 很少表露出什么情绪的, 你自己看看吧, 你那位好书说, 李世民直接将一份奏折对着李承前一定, 李承前接了过来, 一看, 脸色也有些变了, 九叔, 他为何如此残暴了, 李承前眉头一皱, 也是有些怒意, 昨夜, 咱就接到了不良人的秘宝, 不曾想, 今日刑部就直接上奏了, 咱当初说过, 皇族犯法与庶民同罪, 如今这件事已经压不下来了, 你说, 咱该如何处置这个卢江王, 李世民阴沉着脸道, 父皇息怒, 还是先召九叔回长安, 然后再做处置吧, 李承前想了想, 说道, 咱已经让雨林军去办了, 这个礼愿, 真的不让咱省心, 不是看在高祖面上, 李世民怒道, 那父皇, 儿臣还要去扬州巡视吗? 李承前问道, 你去扬州, 是为了考察那里的军政, 以及军需供应, 此事关键, 你必须亲自去一趟, 至于这个礼愿, 就让咱亲自来教训, 儿臣明白, 李承前点了点头, 一会又想到什么, 父皇恩准了李征两个月休目是吧, 如今边境无战事, 而且李征立下如此战功, 恩准休目两个月也在情理之中, 怎么? 难道太子你不想他休目? 李世民笑了笑, 父皇误会儿臣了, 之所以儿臣有此一提, 是因为九叔, 李承前无奈一笑, 李征休目关那个李愿何事? 李世民眉头一皱, 难道父皇忘记了, 九叔的王妃是谁了? 李承前提醒道, 这一提醒, 李世民立刻明白了, 邪力可汗, 玉谷昌都的妹妹, 阿史纳氏, 怎么? 有朕在? 你还担心如江王敢对付李征? 朕怕他要翻天, 李世民冷哼一声, 如今李征可不仅仅是他看中的重臣, 而且在看到李征身上的玉佩后, 李世民心中也已经有所定, 再加上不良人王浩的调查, 他几乎已经确定, 李征就是他当年在静养与灵氏留下的子嗣, 虽然不是嫡子, 但是也是他的血脉, 容不得他人欺负, 何况, 李征还有如此的能力, 他喜欢还来不及呢, 有父皇在, 九叔可翻不了天, 而臣只是提了一嘴罢了, 毕竟九叔性格也太过暴虐, 李承前笑着说道, 就算你说得在理, 你九叔真的要去找李征麻烦, 你觉得李征会是那种就范的人吗? 李世民一脸古怪地说道, 这个, 而臣还真猜不出来了, 虽然李征前天才入京, 但从他缩表现来看, 他的性格十分沉稳, 有着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有的稳重, 从此看出, 他也不是那种惹事的人, 九叔可是皇子, 一帝藩王, 如果他真的要针对李征, 李征或许还真的无法应对, 李承前说道, 听到自己儿子的话, 李世民却是笑了笑, 摇了摇头, 秦儿啊, 你果然还是太年轻了, 缺少看人的认知, 从你眼中看到的是李征的沉稳, 一切有理, 但是在你爹眼中看出来的, 却截然不同, 李世民道, 哦, 李承前略带惊讶, 还请父皇赐教, 李征, 很善于伪装, 从他入京起, 他所表现的都是规规矩矩, 对任何人都不得罪, 对任何人都不冒犯, 一副明哲保身之举, 但在咱的眼睛里看出来, 这都是他的伪装, 他的心思可深沉呢, 不仅如此, 咱还在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种傲, 李世民带着深思地说道, 哦, 李承前面带不解, 不错, 就是一种傲, 一种有所仰仗, 十分自信的傲气, 哪怕是面对咱时, 他表面恭敬, 但是眼中的傲气, 却是没有任何的减守, 这就表明, 他对于咱也并不是那般的惧怕, 天下人, 可就没有不怕咱的, 自从朕登基以来, 更是如此, 可李征却是不怕, 李世民笑了笑, 说道, 父皇是如何看出来的, 而臣可是没有看出这么多, 李承前一脸惊讶, 钱啊, 咱一路征战, 直到登陵大宝, 早就看透了天下, 看透了世间, 咱这一双眼睛跟明镜似的, 可以说, 能够看透人心的, 任何人站在咱面前, 都逃不过咱的眼睛, 世中世间, 咱都能看透, 李世民略带得意地说道, 父皇厉害, 那父皇觉得, 李征到底是有什么仰仗, 让他都不怕父皇, 李承前笑着问道, 李世民沉思一刻, 摇了摇头, 这个, 咱就不知道了, 咱是皇帝, 掌控皇权, 掌控天下, 咱实在想不出, 有倚仗能够让他不怕咱这皇权, 一听这, 李承前又笑了, 肯定是父皇, 你看错了, 咱这眼睛, 绝不会看错人, 李世民对自己, 有着一种皇者自信, 但是李承前也说的没错, 他不解的是, 为何李征会有所倚仗, 面对皇权都无惧的倚仗, 毕竟, 他们并不知道, 李征拥有了这个世界, 任何人都不曾拥有的力量, 这个世界唯一的先天进武者, 在拥有权位后, 李征深刻地知道他的权力, 都是皇权赐予得来的, 如果皇帝一声令下, 他的一切都将被剥夺, 皇权之下, 一指赐死, 不管你身处何等位置, 在皇权面前就是蝼蚁, 对于自己所掌握的权力, 李征有着比朝堂上任何人都更为清晰的认知, 他的权位皇权随时可夺, 自己的实力, 才是保护自己家人的最大一仗, 而且在自己的职权之下, 李征要充分地利用起来, 培养死侍,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被皇权下手, 居于那个高位之上, 心思莫测, 说不准哪一天就触犯了禁忌了, 李世民不杀你, 以后的皇帝呢? 还有那个改朝换代的周五女皇呢? 所以说, 李征必须尽可能让完全属于自己的羽翼丰厚起来, 太子, 你准备何事去扬州? 李世民问道, 至少, 要等到李征大婚之后吧, 看他昨日入了荣国郡公府, 应该快要定下婚期了, 李承前笑了笑, 呵呵, 前儿, 爹还是难得见你对一个臣子如此的上心, 还把空置了十余年的杨素府邸赐给了李征, 李世民笑着说道, 而臣也不知道, 在前日看到李征后, 心中就对他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在回宫的路上还和他说了很多, 这在平常而臣都是未曾做过的, 或者, 也是看着这李征年轻有为, 还都是性理吧, 李承前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李世民眼中闪过一色, 这让他心中更加自信, 这难道就是兄弟连心吗? 想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为自己留下了血脉, 还是如此的出色, 李世民感慨万千, 且儿, 你对他恩重很好, 但要记住一点, 过刚一生, 你对他如此恩重, 朝中的人可是会记恨的, 李世民意犹所指的说道, 只要李征不触犯律法, 难道还怕他人针对? 李承前淡笑一声, 也好, 朝中派系伶俐, 开国勋贵们娇奢跋扈, 正好就需要一个强将压制他们, 以前战士起, 咱是不得不用他们, 但如今有了李征, 有了这个后起之秀, 他们也可给咱老师下去了, 李世民冷笑道, 请父皇放心, 而臣在, 他们翻不起天, 李承前十分自信道, 其实, 别说你对李征有好感, 咱也一样啊, 李世民笑了笑, 但有深意说道, 如今时辰刚好, 派人去请李征入宫尽善, 而臣也想多和我大堂兴竟战神聊聊, 李承前笑着说道, 正和正义, 李世民心思一动, 立刻就招呼在一旁的贴身太监王德, 去, 传召李征入宫, 顺便也将秦婉, 还有他的孩儿带到宫里来, 另外, 传召秦剑生, 终归, 李征这小子, 是要迎娶咱老兄弟秦穷的女儿, 咱也该操持一二, 老奴领旨, 王德公身一败, 立刻就去了, 荣国郡公府, 一日, 一大早, 李征并没有睡得很晚, 在军营里养成了习惯, 每日早起晨练, 没有打搅秦婉, 李征轻悄悄地下了床榻, 迎面就看着抱着板的小红, 小红, 你这么早就行了, 李征笑着问道, 姑爷, 板饿了, 他现在才几个月大, 每晚都要喝奶, 昨晚哄了一晚上, 给他做了一点糊糊, 刚刚才睡下, 小红眼睛有些肿胀, 看样子, 昨晚根本没睡好, 不过, 作为一个贴身侍女而言, 这也是常事, 小红辛苦了, 这府中有很多侍女, 以后都归你来安排, 你只要好好陪着夫人就行了, 李征吩咐道, 谢谢姑爷, 小红连忙道歇道, 李征走到屋子外, 昨日为首的仆从, 立刻来到李征面前, 派几个侍女, 照顾夫人和孩子, 李征吩咐道, 是, 普通立刻退了下去, 赵明, 五元龙, 调集亲卫, 在院子里操练, 李征喊道, 属下遵命, 赵明和五元龙的声音, 立刻响了起来, 府邸有个不小的院子, 足可容纳上千人, 现在三百亲卫, 成五列军阵, 一日之计在于晨, 虽如今我们没有身处战场, 但操练一刻不能荒废, 李征对着所有的亲卫喝道, 谨遵将军之令, 三百亲卫齐声道, 今日, 本将叫你们一套剑法, 此剑法入门, 可力斩强敌, 此剑法, 名曰武当剑法, 唯有本将麾下亲卫可练, 记住本将的剑法动作, 记住剑法诀窍, 之后, 本将会让三位统领, 传授你们剑法心诀, 李征陈生道, 如今, 他们都已经得到了李征赐予的五道功法, 虽然修炼时间不长, 但在后天境, 天赋是一环, 努力才是关键, 只要他们不荒废修炼, 必可踏入后天, 谢将军, 三百亲卫齐声道, 外人不明白, 但他们每一个都明白, 李征所说的剑法心诀是什么, 剑法昭示为福, 唯有剑法心诀, 才能够真正领悟剑法的威力, 如今这三百亲卫, 都是李征的死忠, 在接收临世陈醋房后, 凭借着这日转斗金的财力, 李征给予每一个亲卫更加丰厚的奉务, 这是他给的, 而不是朝廷, 这让他们忠诚值增加了更多, 看我剑法昭示, 李征拔出玄铁宝剑, 直接启示在三百亲卫面前舞动起来, 所有亲卫都注视看着, 不敢错过, 一日之计在于尘, 修炼如此, 半个时辰后, 早晨修炼结束, 如同在军营一样, 李征直接让火房将早扇搬到了府邸院子里, 与亲卫们一同用扇, 将军, 属下已经成功踏足了后天一众, 力量增加了百十斤, 属下也是一样, 赵明, 五元龙和凌冲三位统领激动地说道, 入了五道的门槛之后, 他们才知道这五道的厉害, 百十斤力量的增加, 让他们如同真正的历史一样, 这也让他们明白了当初自己将军在战场上的那般强大, 挥手间, 拳掌都能够把敌人给震死, 那是因为肉身的强大力量, 后天一重仅仅是五道的门槛, 不可焦躁, 继续努力, 对亲卫将士的督促也不可停止, 李征陈声道, 请将军放心, 这剑法新爵第一层等下传授给兄弟们, 李征从怀中拿出了三份剑法新爵, 对着三人一地, 属下领命, 赵明三人郑重接了过来, 接下来之后老规矩处置, 李征吩咐道, 请将军放心, 此乃我军绝命, 谁若敢泄露, 灭族, 赵明郑重说道, 嗯, 李征点了点头, 时间流逝, 快到五十, 老爷, 皇宫来人了, 一个守门的仆从, 快步来到了李征面前, 皇宫来人, 李征一脸诧异, 上午修炼之后, 李征准备用完午餐后, 就在长安城转一转, 找一个合适的店铺, 准备让周爷爷带人来开间陈醋房, 只要选对了地方, 凭着临时陈醋的美味, 绝对是比靖阳府更赚钱的, 赵明你等下和五元龙换上普通衣服去城里转一转, 看看哪里合适, 开陈醋房, 只要价格公道合适, 直接买下来, 李征对着赵明吩咐, 是, 赵明立刻点了点头, 交代完, 李征就整理了一下衣冠, 迎接天使去了, 王公公, 是你啊, 当看到来传达旨意的王德, 李征脸上露出亲切笑容来, 李将军, 皇上传召你入宫敬见, 王德对于李征也是充满好感, 寻常一向是冷着脸的他, 也是笑容满面, 是不是有什么事, 李征凑近问道, 有关于将军你的婚事, 皇上不仅传召了将军, 还传召了护国公一起敬见, 而且还让将军带着家小一起入宫, 车架都在府外准备好了, 王德热情说道, 我明白了, 李征点了点头, 随后就让下人去叫秦婉出来, 郑哥, 皇上传召我们入宫做什么, 上了马车, 秦婉有些好奇, 听王公公说是关于我们的婚事, 你大哥也被传召了, 别担心, 这是好事, 李征笑道, 当今皇上要顾问我们的婚事, 他们是对你多看重啊, 秦婉有些感慨, 不过语气里都是, 对自己争哥那浓烈的自豪感, 按我看来, 我虽然为国立下战功, 但这只是一方面, 关键是因为你秦家, 你爹, 可是当今皇上手下得力战将, 更是开国功臣, 昨日我可是让你秦家丢了大脸, 皇上顾问我们的婚事, 也是为了给你秦家一个体面, 李征想了想说道, 嗯, 秦婉点了点头, 不过, 想到秦家丢掉的脸面, 他有些气愤的道, 都怪我二哥, 如果不是他, 真哥怎么会受气, 我秦家又怎么会丢脸, 都怪他, 嗯, 都怪他, 我已经打得他下白床了, 就跟昨天的婚一样, 李征看着秦婉调戏道, 哼, 秦婉哼了一声, 翘脸羞红, 有着皇宫遇刺的车架, 自然是一路畅通的入宫了, 直接来到了大明宫侧殿, 起坐皇上, 李征及其夫人, 还有小公子, 已经都来了, 在殿外等候, 王德走到侧殿内, 恭敬道, 宣, 李世民显得十分开心, 当即喊道, 如果李征真的是咱和林氏的孩子, 那秦婉就是咱老李家的大功臣, 给咱生下了一个大孙子, 亲孙啊, 李世民在心底激动地想着, 隔代青, 对于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样的, 李世民身为皇帝, 也同样不能免俗, 如果李征是他的儿子, 那这个男孩, 就是他李世民第一个孙子, 想到这, 李世民竟然有些激动了, 父皇, 李征来了, 你怎么比你儿子来了都高兴啊, 看父皇这高兴近, 您可别告诉尔臣, 李征是您在外的私生皇子吧, 李承前调笑道, 你这个臭小子, 居然敢调侃起你老子来了, 李世民没好气地骂道, 不过, 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动物, 在整个天下, 除了长孙皇后, 也只有自己这个嫡亲皇长子, 太子李承前敢和自己开玩笑了, 而这时, 李征, 还有抱着板的秦婉, 缓步走到了大殿内, 再看到李世民和李承前, 立刻一拜, 臣参见皇上, 参见太子殿下, 两人跪地参拜, 快, 快平身, 李世民一脸笑容地道, 看着两人走进来, 还抱着孩子, 那眼神活脱脱就像是自己的儿子, 和儿媳妇来了, 笑容灿烂, 如果朝臣见到了都会惊讶,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李世民笑得如此开心过, 得, 父皇还真的看中李征, 我这个做儿子的, 都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过, 李承前一瞥李世民那表情, 心中也是有些吃味, 谢皇上, 谢太子殿下, 李征缓缓站起来, 又将身边的秦婉扶了起来, 而这时, 一直在熟睡中的宝儿, 突然间醒了, 一睁眼就是一个陌生环境, 顿时, 他就哇哇大哭起来, 哇, 哇, 婴儿的啼哭声在, 整个大明宫侧殿响起, 大殿内所有的太监, 听到这声音都愣住了, 婴儿啼哭大明宫, 皇上办公场所,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场景, 宝儿乖, 宝儿不哭啊, 秦婉儿也是有些急了, 自己的宝儿其他时候不哭, 怎么到这里来就哭了, 这可是在皇帝面前失礼啊, 当即就哄了起来, 但哭声仍然没有停下来, 李世民见此, 却是没有任何的动怒, 反而是站了起来, 向着秦婉儿走了过去, 来, 给咱抱抱看, 李世民伸出手, 有些苍老的脸上, 还挂着一种期待之色, 秦婉儿自然不敢违背, 缓缓将宝儿对着李世民一定, 李世民也是极为小心地接了过来, 表情则是异常地开心和激动, 当把小宝接到手上的那一刻, 李世民立刻就看到了 闭上眼哇哇大哭的婴儿脸, 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沉思之中, 侧垫内, 众人看着李世民抱着婴儿, 表情呆滞, 都有些不明所以, 父皇, 你怎么了? 太子李承前走上前, 提醒道, 这一声, 也将沉思中的李世民, 拉回了现实, 没, 没事, 只是看着这婴儿, 想起了你小时候的样子, 有些回忆, 李世民回过神来, 笑着对李承前说道, 但近距离李承前可以清楚地看出, 自己老爹心不在焉, 眼神也透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神情, 我出生的时候, 爹都不在我身边, 又怎么会想起我小时候? 李承前心里暗自嘀咕, 这时, 被抱在李世民怀里的宝儿, 停止了啼哭, 父皇一抱, 这小家伙, 还真的不哭了, 看向小宝儿, 此刻已经停止了哭啼, 如同第一次看到了李征时一样, 充满好奇地看着李世民, 小手还触碰着李世民的短须, 这时, 陈秦剑声, 敬剑, 秦剑声的声音在殿外响起, 宣, 太子李承前看了一眼, 直接道, 太子殿下有指, 宣秦剑声入殿敬剑, 太监王德大声地喊道, 声音落下, 秦剑声一身官府, 快步走到了大明公厕殿内, 当看到殿内的情形, 秦剑声表情都有些震惊了, 这是皇上在抱着我外甥, 秦剑声一眼就看到抱着自己外甥的李世民, 这让他心中一惊, 不过也并没有露出什么神色来, 臣参见陛下, 参见太子殿下, 秦剑声直接跪下, 恭敬道, 平身吧, 李世民笑了笑, 说道, 谢陛下, 秦剑声拘谨地站起来, 可知今日朕为何照你来此? 李世民笑着问道, 臣不知, 秦剑声恭敬回道, 虽然心中有所猜测, 或许是为了自己小妹的婚事, 但知道也不能说出来, 万一不是, 那就尴尬了, 呵呵, 李正乃是我大唐的功臣, 此次北伐的大英雄, 他与咱的老兄弟, 你爹的女儿情投一合, 咱答应过你爹, 要照顾好玩, 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不管, 这种大事, 咱自然要亲自过问一下, 李世民笑着说道, 一边还缓缓地摇晃着怀里的宝, 皇上对李正可真是太恩宠了, 就连伺候李世民多年的王德, 此刻也心生胆态, 这在秦剑生眼中, 则更是不可思议, 皇上明面上是说, 照顾玩, 可是瞎子都能看出来, 这都是对李正的恩宠啊, 皇上对李正的恩宠, 只怕是天下罕见, 秦剑生在心中暗道, 有皇上亲自过问, 此乃李正和小妹莫大荣耀, 原本还打算等李正家中长者前来, 再行商议婚期呢, 秦剑生笑着说道, 太子, 让礼部在近期选一个好日子, 适合大婚嫁娶的, 李世民直接转头对着李承前说道, 而陈领旨, 李承前笑着点了点头, 一般言, 唯有皇族, 还有国公重臣, 才能够得到礼部的章程锁定, 李正一个从三品归得将军, 军功, 资格还是远远不够的, 对了, 李正, 你这儿子取名字没有? 李世民回过神来, 看着怀里抱着的宝, 笑着问道, 陈环在想, 也想等着家中长辈来后, 再想想一下名字, 现在他还没有遗岁, 用宝这个小命也不错, 李正立刻回道, 这样, 咱给你儿子想一个名字怎么样? 李世民顿时眼中一喜, 当即就来兴趣, 闻声, 除了太子李承前, 其他人都惊讶了, 李正看向了秦婉, 也是没想到会有此殊荣, 当今皇上赐名, 这的确是殊荣, 但李正心底, 则还是有些不愿意的, 自己儿子的名字, 他都准备好好想想了, 可现在他又不好开口拒绝, 毕竟是皇帝亲自开口了, 如果拒绝, 那就回触怒圣上, 就在李正犹豫间, 有皇上赐名, 这自然是我们夫妻的荣幸, 秦婉儿最懂李正, 心思一动, 立刻就笑着抢先说了出来, 哈哈, 那咱得好好想想, 李世民抱着小宝, 转过身, 脸上也挂上了一种沉思苦想, 是真的在想着, 怎样给自己的孙子, 举个好名字, 众人都在看着他, 并没有出声, 大明宫侧殿也变得十分的安静, 持续了许久之后, 李世民沉思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来, 李贤, 就叫李贤, 贤, 寓意诸多, 贤明, 仁慈, 良善, 贤哲, 李正, 你觉得这个名字如何? 李世民罕见带着一脸期待地看着李正, 贤, 李贤, 李正还真的细细体会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多谢陛下赐明, 这李贤之名确实不错, 在李正心底而言, 也是很契合, 他上了战场, 是为了孩子他娘, 更为了以后博取功名, 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上战场, 踏入到那危险之中, 如果可以, 用这个名字代表他的一生也足矣, 倘若他日大唐真的没有战士了, 李正到了那抑郁之地, 开疆拓土, 创下属于他李正自己的帝国, 他儿子就会是掌国之君, 当然, 李正也明白, 现在想得还是太远了, 但李正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他想变强, 甚至登陵那长生之境, 在大唐是不可能做到的, 唯有不停地征发才行, 好名字, 臣多谢陛下赐明, 李正一脸感激地说道, 不得不说, 李世明不愧是李世明, 虽然从小随负征战, 但是从未落下过知识的汲取, 这名字取得极有深意, 李贤, 一旁的李成前则是有些讶异地看着, 不过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秦剑生听到这个名字后, 心中默念一遍, 随即脸色大变, 请皇上三思, 贤乃是贤德, 仁义之义, 何况前面还有李姓, 非皇族贵胄, 不可妄加取辞等名字, 听了这话, 李正也立刻跪拜, 请皇上收回成命, 巴儿, 他真的收不起, 看着两人如此, 李世明却并没有任何动怒, 这有什么, 咱喜欢这孩子, 一个名字也, 咱赐语了, 无须大惊小怪的, 李世明直接一笑, 对着秦剑生一摆手, 太子, 你无意吧, 随后李世明又看向了李成前, 而臣无意义, 天下那么多人, 同名同姓之人何其多, 而臣可没有那么无道, 说起来, 而臣也是对李正一见如故, 这宝长大了, 可以放在皇家学堂里好好培养, 成为我大唐国之重臣, 李成前笑着说道, 听到没有, 咱不介意, 太子也不介意, 你们还说什么, 好了, 以后这本大名就叫李贤了, 咱亲自取的, 任何人都不会有意义, 李世明当即拍板, 小宝的名字彻底定了下来, 闻言, 李正也只能点头, 谢陛下赐名, 秦剑生也缓缓站起来, 臣明白了, 在起身的同时, 秦剑生也抹去了额头上的冷汗,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皇上对李正的恩宠啊, 赐名竟然用皇族的名号, 以后凭借这个名字, 一代明君索取, 我这个外甥就不得了啊, 玩儿, 从年龄上看姑大不了你几岁, 你就全当姑是你的兄长吧, 若不是你和李正情投意合, 姑可都要给李正赐婚, 要知道姑可有一个亲妹妹, 如今也有十多岁了, 也只是比李正小两岁, 这时, 李正前有些感慨说道, 一听这话, 李世民顿时就一瞪眼, 狠狠瞪着李正前, 你这臭小子说什么呢? 父皇, 而臣在说丽质呢? 在看到李正第一眼, 而臣就有这个想法了, 李正前立刻笑着回到, 丝毫没有感受到自己父亲眼中的深意, 丽质公主, 李世民第五女, 也是他的嫡长女, 与李正前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你看到李正就想要把励志嫁给他了, 李世民一瞪眼, 虽然才相处两日, 而臣却觉得李正不错, 如若不是正妻已经是晚了, 而臣还真想把励志嫁给李正, 李正前仍然没有感觉到, 李世民话里带着一种古怪, 殿下, 臣女倒是觉得可以促成这一桩好事, 如果殿下真的赐婚, 要将励志公主嫁给真哥, 臣女愿意为妾室, 秦婉一听, 立刻来的兴趣, 直接对着李正前说道, 当今皇上的嫡公主, 自然不可能为妾, 身份在那里摆着, 必须为正妻, 但秦婉对此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他一心为了李正考虑, 如果真的能够赢取励志公主, 那可真的是大好事, 对于自己的真哥而言, 以后在朝堂上将会彻底与皇室绑定, 必然会更加有所倚仗, 加官进爵是必然的, 未来自己的真哥成为当朝宰府, 也是只在一瞬间, 秦婉就权衡了利弊, 一个正妻之位换取当朝嫡公主, 这是天大的好事, 傻子才不换呢, 一心为父的秦婉更是清楚, 毕竟在这个时代, 来人三妻四妾是常有的事, 秦婉生于这个时代, 自然不会介意, 但他们没有看到李世民的表情, 瞪大眼睛就只差没有开骂了, 这臭小子, 竟然想要将励志嫁给李正, 他不知道李正可能是真的亲儿子, 李世民在心底暗骂, 却又无奈, 毕竟这话说不出口, 但是, 在心底, 李世民却是十分肯定了, 毕竟这世间不会有那么多巧合的事了, 一切线索都证明, 李正就是他与林氏的儿子, 虽然此刻李世民心底竭力抗拒, 但, 在没有见到李正之前, 并不知道李正是秦婉的心上人, 李世民的确有一个赐婚的想法, 励志公主只比李正小两岁, 赐婚正合适, 只不过现在这话他说不出来了, 妹妹嫁给哥哥, 这像什么话, 现在太子一力推荐, 这要是真的成了, 以后李正认祖归宗, 传出去, 天下人都会笑话, 李唐家不懂伦理, 那可就丢大脸了, 听到秦婉的话, 李承前也彻底来了兴趣, 在见到李正第一面时, 他就有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如今有将关系更进一步, 他自然也是心底热衷, 但这时, 李正却开口了, 多谢太子殿下好意, 陈与婉儿多年感情, 在当初与婉儿情定的那一刻, 就认定了婉儿是臣的妻子, 如若为了攀附太子而牺牲婉儿, 这个臣做不到, 一听这话, 秦健生瞪大了眼睛看着, 也是透出了一种诧异, 李正, 我还真的是小视他了, 有成为驸马的机会不要, 决意要给小妹一个正气的名分, 如此男儿, 可见是重情重义之人, 小妹的选择没有错, 其他人没有开口, 李世民直接出声了, 说得好, 这才是有情有义的男儿血性, 太子, 人家小两口情投一合, 你在中间瞎折腾什么, 父皇说得对, 而臣这次差点棒打鸳鸯了, 太子李成前连忙陪笑道, 听到李正的话, 李成前虽然有些失望, 但心底则是对李正有着一种认同感, 充满赞誉, 如果李正真的为了攀附驸马位置, 而让秦婉儿为妾, 虽然与皇家多了一丝牵连, 但在李世民, 乃至李成前心底, 或许都会生出几分轻视, 而如今李正的选择, 却是让他们欣慰, 这才是李正, 他们所看中的大唐英雄, 总算过去了, 李世民这时也是松了一口气, 但还没让他彻底回神, 不过, 姑还是要给你一个机会, 倘若他日你在卫国立功, 姑还是要把咱亲妹妹赐婚于你, 就算是为平妻, 那又何妨, 李成前又笑着说道, 你还有完没完了, 就这么想让李正做你的妹婿, 李世民有些没好气地说道, 太子殿下, 臣女代夫君答应了, 秦婉生怕李正再拒绝, 直接应下了, 好, 那姑就此立下承诺, 只要李正再为国立大功, 姑就做主将励志公主许配给他, 李成前立刻笑道, 一旁的李正一脸的无奈, 虽说这时代的男儿, 可以三妻四妾, 特别是拥有权柄的权贵, 但自己的女人, 还帮着自己找其他的女人, 这对于李正而言, 真的是一个稀奇了, 你这, 李世民一听这话, 不好打击太子的性子,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自己这个儿子还真的是认定了李正了, 而且他还没有理由去驳斥, 只能看着李成前还定下了这个承诺, 要把妹妹嫁给哥哥, 等到以后, 李正真的为大唐在立大功时, 自己到时候再找过什么理由, 将这事情搪塞过去, 小宝儿, 以后你就叫李贤, 李世民懒得再理会太子, 转而又去逗弄起怀中的李贤去了, 皇上, 已经到了午时, 用善时间到了, 您看要不要传善了, 一旁的王德恭敬地问道, 今天你们几个就陪我们父子在这里吃一顿, 唠唠家常, 顺带商议一下婚宴的细节, 婉儿可是咱老兄弟书宝的女儿, 这婚事, 咱可要多多过问啊, 李世民立刻笑着说道, 多谢皇上, 李正夫妇, 还有秦健生立刻道谢, 在大明宫侧殿用膳, 很是殊荣, 但同样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十分的拘谨, 毕竟他们不是李承前, 能够和李世民相处融洽, 更无需担心李世民会动目, 去传善吧, 李世民一笑, 然后抱着膀, 就继续哄着, 根本没打算把他还给秦婉儿, 这让李正和秦婉儿相视一眼, 也是有些看不懂了, 感觉李世民抱着的, 不是别人家的孩子, 倒像是自己的敌亲血脉一样, 不过这在李正看来, 或许也是在彰显皇安吧, 一旁的秦健生对此, 也是一样感慨着皇安浩荡, 你们都站在干什么, 坐呀, 顺带聊聊, 这里不是太极殿, 你们可无需那般拘谨, 李世民对着三人一笑, 自己则是继续抱着膀哄着, 脸上的笑容几乎把这一年的都笑完了, 坐坐坐, 难得今天父皇这么高兴, 去, 再传一壶酒来, 今天难得不说正事, 就好好喝上一杯, 太子李承前笑了笑, 对着一旁的太监道, 奴婢遵命, 太监立刻下去提酒了, 不一会儿, 偏殿中心就摆上了一个桌子, 边上还放着几把椅子, 一个个的菜肴端到了桌子上, 不过, 在看到桌上的菜肴后, 李征略显惊讶,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 竟然就吃这些, 十几个菜中都是些普通的素菜, 只有两道荤食, 宫中没有大鱼大肉, 你们就将就着吃吧, 李世民笑着说道, 皇上过誉了, 李征和秦建生立刻攻身一拜, 坐坐, 李世民笑了笑, 直接落座, 太子李承前则坐在他的旁边, 李征和秦婉坐在一起, 秦建生则坐在李世民相对的位置, 皇上, 您抱累了吧, 要不要臣女来抱, 秦婉看着李世民, 恭敬地问道, 婉儿啊, 你看小乔咱了, 当初咱带娃的时候, 可也不少哦, 别说抱一会, 就算抱一天, 咱也不累, 李世民笑呵呵说道, 此刻的他, 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 反而像一个慈祥的长辈, 对了, 李征, 你家的长辈是谁啊, 李世民突然开口问道, 看似漫不经心, 但实则非常关心, 回禀陛下, 是陈家中管事的, 自小就对陈很好, 陈视之为亲人, 李征立刻回道, 那你家中除了这老管事的, 父母难道不在了, 难道从小就是, 和这管事的相依为命, 李世民又问道, 不瞒陛下, 陈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是母亲一手将陈带大, 在五年前陈的母亲去世了, 李征无奈地说道, 果然, 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翠平和自己离开之后, 就没有嫁人, 独自抚养李征长大, 可是翠平就这么恨自己吗, 临死都不让孩子到长安, 可为什么, 又要他跟自己姓吗, 李世民看着李征, 思绪飘到了十六年前, 好久, 回过神来, 李世民有些惭愧道, 啊, 咱这是多嘴了, 陛下这是观心臣下, 臣不胜感激, 李征立刻起身, 躬身道, 好了好了, 吃饭还这么多规矩, 先吃饭, 太子笑呵呵地说道, 然后直接拿起了筷子, 李征和秦瓦尔见此, 也纷纷拿起筷子, 不过, 在这片殿内, 面对李世民还是太过拘束了, 根本放不开, 秦卿对于李征的婚事, 你准备邀请哪些人, 太子李承前笑着问道, 自然是与我护国公府有救的, 等定好婚期之后, 陈就去一一派发请柬, 而且我听说瓦尔干爹, 魏国公也快回来了, 他正好也能赶上瓦尔大婚, 秦剑生笑着回道, 魏国公, 北伐一年多, 姑也很久没看到了, 等到李征大婚一过, 姑正好要去扬州一趟, 也不知道多长时间, 李承前笑着说道, 一听要去扬州, 李征心底一动, 历史上, 李承前就是去了扬州, 感染重疾, 回到长安后, 性情大变, 最后做出了大逆不道之事, 最后太子未被废, 真是可惜了, 李承前对我如此看重, 以后他的帝国, 也必有我一席之地, 想要避免他后面悲剧发生, 必须开口提醒一二, 李征心底暗想道, 殿下, 此去扬州路途遥远, 而且江南地带张力恒生, 在臣看来, 太子身体似乎有些病态, 臣觉得太子还是要养好病, 再行前往, 李征立刻出声提醒道, 哦, 李承前一听, 笑了笑, 难道李青你还懂得齐皇之术, 太子你太累了, 虽然外表上或许看不出太多, 但身体却极为亏空, 如果在长途跋涉, 在途中感染了利己之症, 那就一点就燃,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臣才会有此一说, 让太子养身之后, 再行前去, 李征一脸严肃说道, 一听这话, 李承前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当回事, 但李世民却心底一紧, 他自然能够看出来, 李征不是在说假话, 也并非假意奉承下的关心, 而是发自内心真挚, 且儿, 咱看, 李征说的有些道理, 你还是养好了身体, 再去扬州吧, 咱给你放一个月的休目, 政务多让咱来处置, 你就好生养身, 李世民立刻说道, 父皇, 儿臣还如此年轻, 怎么能让您操劳, 放心, 儿臣会注意的, 至于政务的话, 儿臣也会分担给东宫蜀官, 李承前立刻笑着回道, 随后看向李征, 姑也多谢李亲关心了, 这么多年了, 除了父皇母后外, 你是第一个真心关心姑的人, 至于其他人, 顶多是鳄鱼奉承罢了, 虽然, 姑没有父皇那双看透人心的慧眼, 但也可以感受, 谁是真诚的, 总之, 太子殿下一定要注意身体, 李征只能再提醒一句, 除此外, 李征也没有其他办法,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但李承前显然是没有放在心上, 来来来, 用膳吧, 给每人倒一杯酒, 李承前也笑着道, 一旁的太监直接提着一壶酒, 给每一个人都倒上了一杯, 这让大殿内增添了几分热闹, 而看着李承前的样子, 显然也是很久没有如此放松了, 但愿李承前能够把我的话记在心里啊, 不然, 历史还是改变不了, 李征心中叹了口气, 当然, 历史记载, 李承前去扬州巡视时感染重疾, 回到长安后, 性情大变, 加上长孙皇后去世, 李承前就像换了个人, 也逐渐失去了李世民的信任, 后来因为极度未亡李太受宠, 并受东宫心腹蛊惑, 做出谋逆之事, 最后被废, 一阵酒足饭饱后, 李青, 等下你送我回去后, 来东宫一趟, 孤有一件北京边防之事, 要找你商议, 李承前对着李征说道, 陈领旨, 那陈就告辞了, 李征点了点头, 就带着琴碗站了起来, 而一旁的李世民, 则是有些不舍地, 将怀中的宝还给了琴碗, 从眼神能看出来他的不舍之处, 李征, 等你大婚, 朕可是要去的, 你可要好好准备一番, 李世民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李征也是一脸震惊, 随后道, 臣绝不会让陛下失望, 原本, 在听到王德说, 赵监自己入宫, 是要过问自己婚事的时候, 李征就有所猜测, 或许这一次, 当今太子会清临大婚现场, 但不曾想, 李世民这一句话, 却是给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他竟然也要亲自来, 能够得到当今皇上和太子, 一同参加婚宴, 不说别的, 这殊荣可以传遍天下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 那就是光宗耀祖, 而李征就是普通人出身啊, 曾经, 他也曾想过, 给婉儿一个盛大的婚宴, 但是没有能力, 如今, 当今皇上和太子要参加, 这难道还不算盛大吗? 离开了大明宫, 李征表情稍微平静, 但秦婉儿和秦剑生, 两人的表情, 则是十分震惊, 今日皇上对李征的态度, 好似让他们看到了另一个李世民, 根本不是那个威震天下的一代大帝, 而是一个慈祥的长辈, 李征, 不要辜负皇上和太子的期望啊, 看现在这两位对你的恩仲, 只要你稳步发展, 不触犯大唐律, 以后朝堂上必有你一席之地, 小妹果真没有看错人啊, 秦剑生一脸感慨地说道, 今天在大殿上, 李世民对李征的恩仲一环接着一环, 真的让秦剑生心中惊动吗? 这哪里是对臣子的恩仲啊? 分明是一种对亲生子孙那样的恩仲, 表现得无微不至, 而且连自己外甥的名字, 还是皇上亲口取的, 这, 可不是臣子能轻易得到的殊荣, 我绝不会辜负皇上和太子的。 李征立刻对着秦剑生回道, 他自然能够看出, 秦剑生这话是发自真心实意的。 昨天晚上在秦府一叙, 李征也真正看出, 秦剑生对自己所做的事的悔恨不已, 与明顽不灵的弟弟截然不同。 之前李世民对他说到话, 完全是真的, 本质上秦剑生还是一个正直稳重的人。 好了, 等下太子还找你有事, 这可不能耽误。 你先送小妹回去吧。 秦剑生点了点头, 也不再多说什么, 经过今天在大明宫天殿一句, 他对李征的态度会变得更好。 郡公服, 将军, 你回来了。 一看李征归来, 赵明和五元龙就一脸激动地赢了上来。 娃儿, 你先回后堂休息去。 李征温柔地对着娃儿说道, 嗯, 秦娃儿知道李征有事处理, 也并没有打搅, 在几个侍女的簇拥下, 向着后院走去。 一上午, 如何了? 李征走进大堂内, 随后问道, 回将军, 今天属下两人逛了一上午, 找到了十个地方, 两个在外城, 两个在内城。 这里不愧是大堂独城, 寸土寸金啊。 内城的两个地方, 喊价五千两银子, 连带地气。 外城的两个地方, 都喊了三千两银子, 我和元龙都没有答应。 而是说, 要回来商量商量。 赵明说道, 那些地方位置如何? 人流量怎样? 李征又问道, 位置还可以, 我们坐了一会, 看到外面人来人往的, 不知道做生意会咋样, 咱们也没坐过。 赵明回道, 李征要的就是人流量集中的地方, 自己在凭借灵氏陈醋的好口味, 一炮打响。 周爷爷还有多久到? 李征问道, 应该就在这两天了。 五元龙回道, 先晾着这些地方几天, 等到周爷爷到了, 交给周爷爷去买, 他比你们懂多了。 李征笑着道, 生意上的是, 别说赵明他们是, 就是李征之前卖过陈醋, 但要说精通, 也得是周爷爷。 反正地方已经看好了, 接下来的事情等到周爷爷来处置就行了。 无论那个时代, 那些做生意的一个个都是很会算计的, 李征不精通辞道, 自然不会去做, 等下被宰了可就恶火了。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 李征自然深谙辞道。 是, 赵明两人立刻点头。 好了, 带几时轻卫, 随我去一趟东宫。 李征又转过身, 刚刚进府的他又走了出来。 将军, 你不是刚刚去皇宫觐见了吗? 怎么又要去东宫? 五元龙有些好奇地问道, 在皇宫是皇上有要事, 在东宫自然是太子有要事。 李征笑了笑, 不再多说, 护国功夫。 你怎么样了? 秦剑生来到了弟弟养伤的房间。 大哥, 那小子下手太狠了。 秦海生一脸愤怒, 如果不是看在小妹的份上, 我和他没完, 这是你自找的。 而且, 如果不是李征对你手下留情, 你可不止就这样了。 这一次就算是给你的教训, 以后不要再去招惹李征了, 你招惹不解。 文言, 秦剑生沉生道, 大哥, 今天皇上传照你有何事啊? 秦海生问道, 皇上过问小妹的婚事了, 并且让礼部给李征和小妹订婚期。 秦剑生回道, 这小子运气太好了, 竟然能够得到皇上如此的器重。 秦海生一脸不愤地道, 这可不止运气, 我们这个外甥还得到皇上亲口赐名了。 秦剑生又道, 皇上亲自赐名, 秦海生顿时震惊道了, 赐名, 李贤。 秦剑生沉声道, 语气带着深意。 李贤? 这, 这不是皇族的名字吗? 皇上怎么会赐这样的名字? 秦海生咀嚼了一下名字, 一时反应过来, 神情也是一变。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皇上对李贞的器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以后也绝对会亲力培养。 而且, 今日在大明宫, 太子还提议将立志公主许配给李贞吗?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秦剑生又沉声说道, 目光则是凝视着自己的蠢弟弟。 立志公主, 皇上的嫡长女, 太子的亲妹妹, 身份尊贵, 如果许配给李贞, 那自然是正妻。 那小妹怎么办? 闻言, 秦海生脸色变了, 现在知道关心妹妹了。 以前怎么不想想小妹? 秦剑生冷冷骂了一句, 但随后又道, 李贞对小妹情深义重, 拒绝了太子的许配。 小妹以后仍然是李贞的正妻, 但太子也对李贞承诺了。 如若李贞以后再为国立功, 立志公主仍然可以许配给她。 现在, 你还觉得李贞配不上小妹? 是她高攀咱秦家了吗? 李贞看在小妹的情分上并没有太过, 希望你以后也能识趣点。 如果再去招惹李贞, 我也保不住你。 你自己好好反省吧。 说出这话后, 秦剑生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了。 但秦海生此刻却完全愣住了。 皇上赐名? 太子赐婚? 这给他的冲击也太大了。 将他心中一直觉得 李贞高攀秦家女的心思彻底击溃了。 东宫正殿内, 李承前从皇宫回来后, 就一直处置政务。 东宫, 太子储君所在, 俨然就是一个小朝廷。 而李承前拥有的东宫阵容也是历史罕见的。 李世明的二十四功臣, 在世的一半都在东宫任职, 担任蜀官。 他处置的政务都是六部, 中书省直接递送而来的。 唯有李承前觉得大事的, 在交由当今皇上李世明处置, 其余事情由李承前全权处置。 后世评论说, 李世明后期宠幸四皇子魏王李太, 想要让他替代李承前太子之位。 但是前期, 李世明对太子的宠幸简直无以复加。 只是后期, 李承前重病后, 性情大变, 屡屡做出让李世明不满的事情, 让李世明深感失望。 但他也没想过要废除太子之位, 只是李承前自己最后作死, 不仅派人暗算魏王李太, 还想谋朝篡位。 李世明才不得不废除他太子之位, 但现在的李承前得到皇上的充分信任。 殿下, 荣国郡公李征觐见, 一个宇林军校尉走进大殿, 宫敬禀告道。 李承前放下手中奏折, 微微一笑, 宣, 太子有旨。 李征入殿敬见, 宫中侍奉的太监立刻大喊道。 李征身穿灰色大肠, 快步走进了东宫正殿内。 陈李征参见殿下。 李征躬身行礼道, 坐吧。 李承前看了李征一眼, 示意他做自己的一策。 谢殿下。 李征道谢一声, 直接坐了过去。 面对李承前, 不同于面对李世明, 李征并没有那么的拘谨, 十分的随意。 知道姑叫你来做什么吗? 李承前笑着问道, 这个, 陈不知。 李征摇了摇头, 事关北境边疆布军。 姑想听听你的想法, 李承前也没有卖关子。 李征沉思一刻, 立刻想明白了, 殿下想在北境裁撤军队。 李青, 你果然聪明。 李承前立刻夸奖了一句, 因为你一战之果, 灭了突厥朝堂, 足可保北境至少十年, 甚至更长, 时间无忧, 北境十万兵力自然有些多了。 姑自然想着, 如何将这些兵马利用起来, 巩固边防。 李青, 觉得姑说的可有道理。 文言, 李征则是沉思起来。 这个问题, 还真的不好回答。 如今, 大唐主力集中在北境, 在李靖手上。 作为中枢朝廷, 如今北境无战事, 自然不允许这十万大军, 都掌握在一个朝廷重臣手里。 自然要调度, 但李征出身北伐军, 如果说太过了, 那会得罪主帅李靖。 此事, 还是要看北境的实际情况, 比如突厥现在有何动静。 李征想了想回答, 就在这时, 爆! 洛州都督, 太子战士张亮求见。 在外, 一个声音响起, 张亮! 林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 那个鼓动太子谋反, 最后又跑去检举揭发的小人, 最后还是死在谋反的路上。 又是一个历史欺人啊。 听到张亮的名字, 李征也是充满了好奇。 这个名字在大唐历史上, 也是赫赫有名。 先后被李世明, 李承前父子宠幸, 被列为二十四功臣, 册封薰国公。 最后鼓动父子相残, 想谋朝篡位, 最后被处死在西市, 结局令人唏嘘。 进来, 李承前抬起头, 威声道, 一个中年将军, 手捧着一份奏折, 快步走进了大殿内。 陈张亮参见太子殿下。 张亮功身一拜, 平身。 李承前道, 目光则是看着张亮。 启奏太子, 北京的情报刚刚回来, 请殿下阅览。 张亮恭敬地将奏折捧起。 李承前身边的太监立刻上前, 将奏折转成。 打开一看, 李承前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一抹愉悦的笑容来。 天佑我大堂。 李承前大笑道, 李承, 你看看。 随后, 李承竟然将奏折对着李承一地。 李承双手接过奏折, 打开一看, 但是对里面的奏报并不感到惊讶。 殿下, 突厥现在身陷墨北, 而且四分五裂, 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如今墨北突厥分化成了两股势力, 一股是协力可汗大将斯杰埃金的部众, 拥护斯杰埃金的弟弟在墨北自成体系。 另外一股是玉谷昌都的部众萨布里埃, 在墨北打着玉谷昌都的旗号, 建立新的压仗。 两股势力相互不认可对方, 自认正统, 如今在墨北已经开战了。 突厥现在本来就是威, 现在又自相残杀。 墨北突厥可以说, 对我大唐已经完全构成不了危险。 大唐北境至少十年无忧。 张亮立刻对太子李承前说道, 李青, 现在你明白为大唐立下了何等的功劳了吧? 若不是你将突厥朝堂一锅端了, 墨北突厥起会有此等万象。 李承前大笑着说道, 这位难道就是天下文明的大唐战神, 李征。 张亮的目光看向李征, 充满了好奇。 战神之名, 李某绝不敢当, 勋国功过誉了。 李征连忙回道, 李将军真是谦虚了, 你的威名天下广为流传,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张某对李将军这等英雄人物也是十分向往啊。 张亮一脸笑容地向着李征道, 虽然是国公之位, 而且还是大都督, 但是张亮看起来却没有任何的巨傲, 反而显得十分圆滑。 张大人客气了, 李征笑着回道, 这一刻, 李征算是明白了, 这个张亮为什么能够在李世民, 李承前父子之间左右逢源, 深得两方信任了, 凭他这圆滑的本事也算是一绝了。 好了, 张清你无事, 就退下吧。 姑还与李清有失商议, 李承前缓缓开口道, 看似平淡, 却透出无庸置疑, 太子储君的威势也展现了出来。 臣告退, 张亮功身一败, 缓缓退了出去, 不过余光仍然落在了李征身上, 显得十分好奇。 墨北突厥已乱, 从现在两方势力争权来看, 北境竟实在无忧。 以李清来看, 姑要将靖阳之君布置在何处? 李承前笑了笑, 又看看李征道, 带着几分考笑之意, 看来李承前已经下定决心, 要将靖阳守军削减了。 难怪历史上, 对李承前后来性格大变, 做出大逆不道的事, 深感不解。 年轻时的李承前颇有奶腹风范, 做事有条不紊, 处理政务, 军务游刃有余。 可惜了, 李征心底暗道, 回过神来, 李征也没有在装, 而是道, 以臣之见, 殿下应该是准备将靖阳之君布置在幽州。 听到幽州二字, 李承前脸上露出了笑容来。 李承前大笑着, 一脸欣慰地看着李征。 李卿, 你不愧是军中出身, 身之用兵之道。 不错, 姑就是要将靖阳之君布置在幽州, 此地同样也是我大唐边锤, 更是门户所在。 就在三年前, 曾隶属突厥的薛岩陀不臣服我大唐, 可如今漠北突厥动荡不已, 父皇担心他们起异心啊。 幽州如今守军不过两万, 而且幽州都督张俭重病在身, 没有在任上, 现在幽州只有游击将军乔望师负责边防。 乔望师威望有限, 对幽州的掌管不够啊。 所以, 父皇与姑商量, 派三弟出任幽州都督, 并且从靖阳调兵三万, 镇守幽州。 李卿, 你觉得如何? 李承前笑了笑, 问道, 话到这里, 李征如果不明白, 就假了。 李承前是想将他从靖阳调离, 统领三万大军入幽州镇守。 臣乃大唐之臣, 殿下有任何旨意, 臣自然照做。 李征立刻表态, 听到李征的回答, 李承前一脸满意的笑容。 好, 这是父皇已经盖印的旨意, 你接下吧。 李承前直接从桌子上拿了一封圣旨, 对着李征一地, 臣接旨。 李征郑重地接过, 魏国公那边, 父皇已经下旨, 并让先锋军苏定方带兵向着幽州入驻。 以后你镇守幽州, 别的不说, 给姑死死盯着血岩驼步, 如果真的赶不沉, 给姑打扶了他们, 让他们再也不敢生出异心。 李承前冷冷说道, 臣明白, 李征点了点头, 而心中自然是十分地期待。 血岩驼步, 你们最好是先乱起来, 这样我才能杀敌。 而且, 后世拿下燕云十六州的契丹族也在那一边吧, 现在还窝在东北草原, 丛林中没有向大唐俯首称臣。 使皇帝的传国玉玺地图所画的位置也在契丹地狱, 正好可以一举拿下, 灭了这契丹族, 免除我华夏燕云十六州被一族蹂躏。 李征心中暗暗想到, 对于契丹, 李征自然是愤怒的。 后进石敬堂县燕云十六州做皇帝, 从此让这片华夏大地经历几百年被一族蹂躏。 这等耻辱, 李征全部都铭记于心, 靖阳北征已无战事, 如今有了里程前的调动, 到了那幽州的混乱之地, 这正合李征之意。 杀敌获得经验值, 立战功获得权位, 这就是如今李征的追求。 靖阳福, 军营, 军中大仗, 魏国公李征坐在军中帅位上, 手里拿着一封圣旨。 大总管, 怎么办? 灵州都督魏孝杰公身上前问道, 圣旨已下, 自然照办, 让苏定方将军领兵去幽州吧。 李征将圣旨放在暗渡上, 对魏孝杰道, 末将领命, 魏孝杰公身一败, 走出了大仗。 魏孝杰走后, 李征再次拿起圣旨一脸苦笑, 陛下, 还是对微臣不放心啊。 也好, 本总管终于可以回长安, 参加争小字婚礼了。 想到这, 李征露出一丝笑容, 兜兜转转一天。 李征也终于回了家, 来长安才三天时间, 第一天入宫觐见, 第二天又去了秦府接宛, 第三天先去了皇宫, 又去了东宫。 时间也是眨眼间就过去了。 如今, 李征只想着快点成婚, 然后去幽州镇守, 最好是能够将婉儿带在一起, 远离长安。 郑哥, 你回来了? 周爷爷来了。 刚一回来, 还没落座, 秦婉儿那清脆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在他身后, 周福生也是一脸笑容地跟了过来。 真哥, 恭喜你如愿以偿, 不仅接回了婉儿, 还得到了皇上的赐婚了。 以后再没有人能够阻挡, 你和婉儿在一起了。 周福生一脸高兴地向李征祝贺道。 之前, 周福生要跟着分掌柜的喊李征为东家, 被李征给拒绝了。 他觉得周爷爷喊他真哥更亲切。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当今皇上已经下旨, 让李部为我责选婚期。 而且听皇上的意思, 大婚之日, 他也会到场。 李征一脸高兴道。 好, 好, 他好了。 如果夫人能够看到, 真哥现在这样出色, 肯定也会十分高兴。 周福生一脸笑容道。 看着自己从小看到大的真哥这样出息了, 周福生自然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婉儿以外最高兴的人。 周爷爷, 你带了多少人? 李征回过神来, 问道。 老神知道真哥要在长安开陈醋房, 所以这次带了五十个酿造师傅, 还有十个掌柜的。 等临时陈醋房在长安扎根后, 再向周边城池开设分店, 一定能够为真哥赚更多的钱。 周福生激动地说道, 名单给我看看。 李征说道, 这是名单。 周福生立刻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名单来, 对着李征一地。 李征接过名单随便一扫, 立刻就看到了几个忠诚值不达标的人。 而且还有几个忠诚值在三十以下, 这就不是忠诚不忠诚了, 简直是来挖墙脚的。 这些人都是奴籍吗? 李征问道, 这些掌柜的是商级, 其他的匠人都是奴籍, 老奴替真哥买回来的。 周福生回道, 李征直接拿出了一支笔, 画出了八九个名字。 这几个人让赵明他们处置了。 李征冷冷说道, 周福生接过名单一看, 没有任何的犹豫到, 等一下老奴就让赵明动手。 对于真哥的本事, 他深信不疑的。 那一次李征划出了一些名单, 那些人果然暗藏猫腻, 贪磨灵是陈醋房分店的钱财。 我们陈醋房的配方是绝密, 以后酿造陈醋过程中让轻卫职守。 而且配方只能周爷爷你一人掌握。 李征严肃说道, 真哥你放心, 老奴知道了。 周福生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几日, 李征倒是难得清闲了下来。 似乎李世民和太子李承前 也不想打搅李征了。 这一天, 荣国郡公府大厅内, 来了一个手持侧路的官员, 李将军, 我奉皇上旨意, 已经为李将军择选好了最佳的婚期, 十天后最好的日子。 礼部尚书唐俭笑着说道, 还将手中准备好的侧路对着李征一地。 有劳唐尚书了, 李征立刻接过来道谢。 哈哈, 谈何有劳? 能够为李将军择选婚期, 此乃我的荣幸啊。 好了, 我也不打搅李将军了, 先行到辞了。 唐俭对着李征一抱拳, 便缓步离开了。 多谢了。 李征点了点头, 送唐俭离开了大殿, 由李世民下旨。 他堂堂一个礼部尚书, 竟然亲自送则选之妻, 还真是客气。 看着唐俭的背影, 李征心底一笑。 如今满朝文武都知道, 皇上和太子看重李征, 亲力培养。 而且, 太子要将自己的亲妹妹, 许配给李征的消息, 也在朝堂上传开了。 所以现在李征可是个大红人, 没有人想要得罪, 毕竟朝堂上的朝臣, 大多都是人精啊。 真根儿, 那两个院落已经买下了, 这是地气。 在唐俭走后不久, 周福生也是一脸高兴地, 来到了李征身边, 手里还拿着两张地气, 价格怎么样? 李征问道, 内城的两个院落, 老奴选择了人流量更大的一个, 他开价五千两银子, 被老奴压价三千五给拿了下来。 至于外城的那个就更便宜, 老奴花了不到两千两就拿下。 这两个院落都很大, 场地也很好, 不需要怎样, 只要将门面稍微改装一下, 就可以开业了。 周福生笑着说道, 我的婚期已经定了, 就在十天后, 又要劳烦周爷爷费神来操办了。 而且这一次在长安大婚, 应该会来不少人。 李征笑着道, 真根儿放心, 老奴一定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想到李征就要大婚, 周福生也是一脸兴奋。 对了, 在我买那那成员落实, 还有一件事, 就是一伙人在和我们争抢。 但他们开价只有两千五百两银子, 那家主人不卖, 最后被我给拿下了。 但是那伙人似乎来头不小, 说这是没完。 真根儿, 我们要不要做些什么? 周福生有些担忧地说道, 你要记住一点, 如今我可是皇上和太子面前的红人, 可是能够直达天厅的。 只要我们没有触犯律法, 不管是谁都拿我们没有办法。 由李走遍天下。 李征淡淡一笑, 这就是直达天厅的效果。 真根儿出息了, 周福生笑着说道, 而这时, 将军, 郡公府外来了一些人, 看样子都是五人, 而且衣着不凡, 说要向将军讨一个说法。 赵明一脸紧张地跑了进来, 向我讨要说法, 李征眉头一皱, 随我出去看看。 李征直接道, 快步向着府外走去。 郡公府外, 近百人汇聚在了一起, 一个个的样子都是面对怒容。 看向为首的人, 朝廷要员, 还有许多百姓都能够认出来, 因为他正式开国薰臣陈国公侯军级, 在他身边的都是一些山东, 河北薰贵武将, 还有许多的仆从亲卫。 在这群人不远处, 有数千长安百姓在一旁围观。 李征, 你给本国公滚出来, 再不出来, 本国公砸了你的府门。 侯军级抬起手, 指着郡公府怒骂道。 府门口, 李征的亲卫都是怒目而逝, 但没有李征的命令, 他们也不敢出手。 怎么? 做错了事, 不敢出来了。 还我大唐战神, 大唐的英雄, 我呸。 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也配这个称号。 本国公当年陪高祖皇帝, 还有当今皇上征战天下的时候, 也不敢以大唐战神自居。 你小子竟然敢, 可笑之至, 侯军级继续怒骂着。 一个乳秀未干的矛头小子, 如果不是皇上器重, 你也配坐拥这等府邸。 不要以为立下一点战功, 就可以娇舌跋扈, 我们可不惯着你。 李征, 你他娘的, 给老子滚出来。 不然, 我们打上门了。 滚出来, 在侯军级身边, 一个个穿着华丽的薰贵武将, 都纷纷指着郡公府怒骂起来。 这种阵势, 引来越来越多的百姓驻足观看。 百姓越聚越多, 都来看热闹了。 陈国公, 你怎么屈尊, 让我小小郡公府了? 怎么? 我李征, 又是哪里得罪了陈国公后大人了? 李征缓步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几分讥讽地对侯军击道。 身后, 赵明和五元龙都是一脸冷卧地看着, 只要李征一声令下, 他们就直接动手了, 管你什么陈国公不陈国公的, 照打不误。 你终于赶出来了, 本国公还以为你怕了。 侯军级对着李征一瞥, 脸上充满了鄙视。 侯军级当今皇上旧臣, 参与玄武门之变, 一生战功显赫, 更是当今太子妃的爹, 太子老丈人, 有这些光环的加持, 一向娇奢跋扈。 如果不是背后有太子李承前, 当今皇上念妻有过大功, 就他后来所做的事, 不知道要砍他多少回了。 但哪怕如此, 他的性格也没有一点收敛。 依然如故。 也正因为如此, 本次北伐, 李征明并没有征召战功赫赫的侯军级, 这也让他耿耿于怀。 李征立功归来, 而且还得到了李征明亲自下旨招告天下, 以示褒奖, 这自然是让他十分的嫉妒。 今天来此, 主要的原因还是想着给李征一个教训。 不好意思, 我李征还真的没有怕过谁。 说吧, 后大人你来我府上做什么? 李征冷冷道, 本国公早就看上了内城一块院落, 却被你的人民给截胡买走。 难道你不准备给本国公一个说法? 侯军级也是冷冷喝道。 对, 给我们一个说法, 那个院落, 我们看上已经很久了。 如果你不给我们说法, 休怪我们不客气。 侯军级身边的一众人纷纷怒骂道, 听到这话, 李征脸上却是露出一种嘲讽的笑容。 这一下, 他算是明白周爷爷说的那一伙人是谁了。 感情是侯军级这些人, 做生意, 嫁高者得。 难道后大人不知道吗? 我, 为何要给你说法? 李征冷冷回道, 看样子, 你今天是不准备给我一个说法了。 侯军级脸色也逐渐变冷。 李征就这样缓步走出了府门, 这就这样站在了侯军级的面前。 不给。 你又如何? 不给。 那本国公就带皇上教训你这个猖狂之辈。 侯军级捏紧拳头, 做事就要动手。 李征扫了眼侯军级, 还有他身后的那些蒲丛。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 你们一起上, 等一下可别哭。 李征对着侯军级, 还有他身后的众人勾了勾手指头。 这一举动, 还有李征眼神中的轻视, 却是彻底激怒了侯军级。 小子, 找死。 本国公今日就给你一个教训。 侯军级怒骂一声, 直接扬起拳头就向着李征打去。 但是李征轻轻抬起手, 轻易地将侯军级的拳头握住了。 就这。 李征嘲讽了一句, 手臂逐渐加大了力量。 侯军级脸色顿时疼得煞白, 随即抬脚向着李征小夫踹去, 但李征先踏一步,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平的一声, 蓝玉被直接踹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呆了。 堂堂陈国公, 左五位大将军侯军级, 这么不堪一击的吗? 这大将军侯军级的勇力, 也不咋呗啊? 当初他是怎么横扫山东, 攻打突厥, 在玄武门力展数员大将的。 周围的百姓顿时纷纷议论起来, 而侯军级在地上挣扎着, 好面子的他听到这些议论的声音, 顿时恼羞成怒, 对手下大声喝道, 给我打死他。 初要是, 我侯军级兜着。 上! 听到侯军级的叫唤声, 侯军级身后的仆从全部都回过神来, 抬起拳头就向着李征冲了过去, 近百人的侍卫随从向着李征围攻过来, 见此一幕, 围观的百姓脸色也都变了。 完了, 要出大事了, 这么多人都去围攻李征将军, 这是要出人命啊, 这是闹大了, 受不了场的。 李征将军的亲卫怎么也不出手, 竟在旁边围观, 不还手, 拉开也行啊, 郡公府里有好几百亲卫, 也不出来, 围观的百姓们都知道了, 事情严重了, 一个国公带人围攻一个郡公,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纠纷了, 绝对会惊动天子的。 所有人都不要动, 看着要冲出来的亲卫, 赵明和五元龙大声喝道, 原本他们两个也准备冲上前的, 但是周福生却提醒了一句, 让他们不要动手, 交给李征就可以了。 如果亲卫出手, 那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所有亲卫也只能停下来脚步, 愤怒地看着侯军吉这一伙人, 今天老子打残你们这些狗东西, 看着冲上来的这么多人, 李征可不会惯着。 来到长安城之后, 李征本来秉承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结果这侯军吉带着这么多人找上门来, 还直接动手了, 那如果不还回去, 一味地忍让, 那李征就真的成了一个笑话了, 而且现在李征站立, 侯军吉他们先动手, 就是把他们全部都打伤, 也是站立, 闹到当今皇上李世民那里, 他也根本不怕, 正好就拿他们来告诉所有人, 他李征不是好欺负的。 想到这, 李征直接动了, 看着冲上来的人直接拳脚并用, 平平平, 只听见一阵阵拳头砸落在身上的声音, 还伴随着鼓猎声, 还有凄厉的惨叫声, 那些冲上前的人被李征一个个打飞了出去, 虽然被这么多人围攻, 可是他们根本就进不了李征的身边。 而这一次, 李征也没有多少手下留情, 看着这些仆从护卫的打扮, 直接使出达摩拳法, 招招重手, 扑, 拳头落下, 打在那些仆从身上, 强大的拳劲直接打飞, 打得他们口吐鲜血, 直接倒地不起。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无不目瞪口呆, 一个个的仆从护卫被直接打飞出去, 直接倒地身亡。 而那些身着华丽紧袍的, 李征则是留下几分手, 只打伤吐血, 不要命。 只是请客之间, 侯军几代的近百人, 全被打翻在地, 而且有几十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显然是直接被打死了。 李征将军这, 还是人吗? 一个人单挑尽百人, 竟然毫发无损。 战神之名,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太厉害了, 怪不得在漠北追逐突厥, 率三千人, 歼灭突厥整个朝堂。 传说中的万人敌, 也不过如此吧。 围观的人全部都惊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整个郡公府前, 李征站在一片倒地的人堆中间, 格外醒目。 而李征这时, 则是缓步走到被打伤的侯军级面前, 蹲了下来, 带着几分戏谑嘲讽道, 怎么样? 后大将军, 这些就是你的精兵汉族, 看起来一点也不怎么样嘛。 老子一个人, 你们百师来人, 一群废物啊。 没本事, 就不要来找事。 老子还没打过瘾呢, 要不要再教协过来? 老子在这奉陪? 滚。 李征对着侯军级嘲讽怒骂道, 这一刻是真的没有给他留半分面子。 还是那句话, 面子是人正的, 他们竟然上门来找事, 不给他们教训。 那李征就不是李征了。 百十来人, 竟然找李征这个先天舞者的麻烦, 简直可笑。 听到你真的冷嘲热讽, 侯军级的脸色变得惨白。 想要说什么, 却看到了李征眼中的很厉。 这事平生之中, 侯军级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就在这时, 踏踏, 踏踏踏, 踏踏踏, 一阵冰甲马蹄声传来, 只见远处。 长安府金兆颖的官吏骑着马, 面带着急色, 纵马前来, 色后跟着大批长安城防军, 当看到眼前的一幕, 这个官吏都惊呆了。 这, 这是怎么了? 这个官吏颤声问道, 大人, 我们来晚了。 死了几十个人, 剩下的全部都伤了。 一个将领来到这名金兆颖官员前, 惶恐说道, 李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金兆颖官员看向李征问道, 陈国公侯军级后大人带着人打上了本江的府上, 扬言要拆了本江的郡公府, 而且直接就动手了, 这些人都是我打的, 死了的也是我杀的。 所有百姓都看到了, 我是在防卫。 李征两手一摊, 十分平静回道。 没错, 李将军是在府前自我防卫。 这么多人都在围攻李将军一个人。 我们在场的人都看见了, 一个个百姓自动举起手, 大声为李征作证。 速速将此事上报李道宗尚书, 请他定夺。 金兆颖官员立刻对身后的手下道。 然后, 又对着李征道, 李将军, 是因或许清楚, 但此刻已经出了人命, 而且还牵扯, 牵扯这么多人, 还请李将军随下官去金兆颖一趟, 还有陈国公也是一样, 配合金兆颖调查。 听到这话, 李征没有任何惧色, 配合办案, 理所当然。 陈国公, 我很期待皇上和太子知道了这时候。 你该如何答复? 李征冷冷对着侯军吉说了一句, 然后转过头, 周爷爷, 照看府邸, 让我儿不要担心, 我去一趟金兆颖。 郑哥儿, 你就放心去吧, 府上有老奴照顾。 周福生连忙答道, 而侯军吉听到李征的话后, 脸色则是大变。 皇上, 太子, 这一刻, 侯军吉彻底的慌了。 太极殿, 侧殿, 李世民正在处理奏折, 这时, 一名羽林军校尉迅速来到大殿内, 跪地禀告道, 陛下, 荣国郡公府出事了。 闻声, 李世民眉头一皱, 眼中闪过一抹担心, 立刻问道, 何事? 陈国公带着孙儒, 顾全勇等部将, 还有众多亲卫仆从, 聚在荣国郡公府前, 挑衅闹事。 双方大打出手, 在他话音落下, 不良人统领王浩也快步走进大殿。 陛下, 李征将军, 还有陈国公一行人, 已经被带到了京兆营了。 王浩单膝跪地禀告道, 你先退下。 李世民对先来禀告的羽林军校尉吩咐。 是, 羽林军校尉立刻退了下去, 把事情来龙去脉给咱说清楚, 侯军吉他为何带人去挑衅? 又是谁先动的手? 李世民皱着眉头, 启禀陛下, 根据陈刚刚调查, 得知两方争端是因为一处宅院。 李征将军家的老掌柜的周福生在长安内城, 看上了一处宅院, 恰巧这个宅院也被陈国公看上了, 但是李征家的老掌柜的出钱价格高, 房主便将宅院卖给了老掌柜的。 陈国公心生不愤, 认为李征将军这是故意与他作对, 于是带人上郡公府挑事。 先动手的是陈国公。 王浩有些惶恐说道, 此时或许外人还不知道底细。 李征可能是皇子, 如果真的因为侯军级而受伤, 那侯军级就完了。 果然是这个跋扈之徒, 堂堂一个开国国公, 为了一座宅院, 竟然带人去我大唐功臣府邸挑衅闹事。 这,成何体统? 侯军级, 他还真的是跋扈啊。 在长安城内, 天子脚下, 咱的眼前, 他就敢如此的肆意妄为。 如果不是在长安城, 那他岂不是要上天了? 李世民顿时就涌现了无比的愤怒。 咱还, 李征他没事吧。 李世民又立即追问道, 在他心底看来, 李征也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 但他也能看出来, 李征是一个血性男儿, 被侯军级如此上门欺负, 绝对不会忍。 李征将军他无事, 陛下小看了李将军的勇力了, 王浩却是苦笑了一声, 是李征的亲卫护住了他。 李世民问道, 李将军的亲卫无一人出手。 王浩回道, 外人都打上门了, 亲卫居然无一人出手。 这是什么狗屁亲卫? 咱全都给他们砍了。 一听亲卫无人出手, 李世民下意识就以为亲卫怕事, 顿时就怒了。 皇上息怒, 并非李将军亲卫惧怕, 而是李将军让他们无需出手。 这一次, 陈国公可吃了大亏了。 王浩带着几分嘲讽的语气说道, 侯军级骁勇善战, 他带的那伙人都是闪动, 河北战将, 蒲从皆是亲卫, 李征亲卫不出, 侯军级还能吃什么亏。 李世民顿时不解了。 事情发生后, 陈就立刻去查看了。 103人围攻李征将军一人, 被李将军拳打脚踢, 打死了39人, 剩下的要么重伤, 断了手脚, 要么就是被打成了轻伤, 受了内伤, 李征将军毫发无损。 王浩带着震撼的语气说道, 你说什么? 李世民站起来, 老脸上也带着一种难以置信, 被这么多人围攻, 竟然毫发无损, 凭拳脚就打死了39人。 这战绩, 当真是骇人啊。 更何况侯军级还有那些山东、 河北帮战将, 都是战场上杀出来的, 身手不凡。 他们的那些仆从, 也是血战了很多次的亲卫, 不说一打时, 但也能够力敌几人吧。 这种精兵汉将, 竟然被李征一个人教训了。 陛下, 荣国郡公府前, 至少有几千人为官, 全都亲眼所见。 如今李将军, 还有陈国公他们都被带回了金兆尹府了。 金兆尹这届请了刑部尚书来审理案子, 出了这么多的人命, 而且还牵扯到了国公、 郡公、 侯爵、 伯爵, 这么多战将。 而且还是在长安城, 天子脚下, 只怕刑部尚书也不好处置啊。 太子殿下听到了消息后, 也立刻赶赴金兆尹府了。 王浩说道, 哼, 李世民冷哼一声, 脸上带着一抹冷笑, 这有何不好处置的? 几千双眼睛都看到了, 侯军吉那猖狂跋扈的东西打上了咱孩。 打上了荣国郡公府的门前, 过错在谁, 一目了然。 而且侯军吉那斯还真的不要脸啊, 一百多人围攻李征小子一人, 而且还被打死了三十九人, 剩下的全被受伤。 好一个后大将军, 听得出, 李世民这完全是没打算怪罪李征打死打伤这么多人。 毕竟, 李征动手完全占李, 而且几千双眼睛都看到了, 这也是为何李征不然轻卫出手的原因, 如果轻卫出手了, 那过错就没有这样一目了然了。 陛下, 是不是要派人去经兆银府传旨? 王浩恭敬问道, 快去, 你亲自去传真的旨意, 让太子秉公办理, 不要给咱偏袒侯军吉那伙跋护武夫, 给咱狠狠处置。 至于李征, 不仅无罪, 还必须给咱好好安抚。 被打上门去了, 这么多人围攻, 但凡男儿血性都要忍不住, 这就是我大唐男儿之风采。 李世民直截了当地说道, 侯军吉打上门去, 这本就不占理, 死了那么多人也是活该。 再而, 就算李征真的动用了轻卫, 李世民也不会过问, 而是会以防卫为有免罪。 在心底, 他就偏袒李征。 而侯军吉, 他心底早就看不惯了, 如果不是看在太子李承前的面子上, 他再就对他有所惩罚了。 当初一安王, 立州都督李孝常造反, 侯军吉可是与这伙人当时走得很近, 如果不是太子李承前立宝, 早就被牵连其中了。 陈琳指, 王浩功身一拜, 就准备前去。 等等, 李征不是有军功府了吗? 为何还要在那城购置院落府邸? 李世民猛地回过神来, 问道, 回陛下, 王浩正想开口, 但李世民又摆了摆手, 你先去金兆银府传旨, 等回来后, 一五一十地给咱说清楚。 是, 王浩点了点头, 立刻转身离开了大殿, 而李世民此刻的眼神也变得凌厉起来。 侯军吉, 咱的儿子, 你也敢动, 咱看你是真的找死啊。 李世民眼神冷冽, 充满了杀意, 整个大明宫偏殿内都显得无比压抑。 金兆银府, 公堂内, 金兆银站在官位一侧, 坐在审判处位置的则是刑部尚书李道宗, 看着公堂内的情况, 哪怕是作为刑部尚书的李道宗, 也是皱紧了眉头。 公堂内几十个人, 除了李征是站着的, 其他的全部都瘫倒在椅子上, 还有只有躺在了担架上, 发出了一阵震痛呼声。 而且, 这几十人受伤的大多都是当朝的众臣大吏, 大将军, 有国公, 有侯爵, 有伯爵, 每一个都是身份显赫, 为大唐的创立立下过汉马功劳, 但现在全部都负伤了, 而唯一站着的李征, 神情坦然, 十分的平静。 对于这案子的情况,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李道宗紧皱着眉头, 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开口了, 也正是如此, 如果不是这案件的特殊, 金兆银也不会去请他过来了。 大人, 这是刚刚调查的眷宗, 请大人一跃。 一旁的金兆尹将整理好的眷宗对着李道宗一地。 李道宗接了过来, 翻阅了一看, 随后道, 陈国公对此案, 你有何想说的? 哎哎, 本国公被打成了这个样子? 你, 你让本国公还说什么? 你还不快将这恶徒诉诉拿下? 哪怕知道是自己的错, 但侯军级依然不准备认错, 而是对着李道宗喝道, 十分的嚣张跋扈。 陈国公, 此案, 错在于你。 李道宗凝视着侯军级说道, 就算错在本国公, 你打杀了我这么多亲卫, 还将本国公打伤, 还有开平后, 他们也都被打伤了。 我等都是为开创大唐江山设计, 立下无数战功的熏陈。 难道这一顿打, 死了那么多亲卫, 就这么算了? 侯军级有些蛮不讲理的喝道, 李征看了眼侯军级, 眼中透出了讥讽, 侯军级果真如历史记载一样, 鞠躬自傲, 这果然是真的。 历史上, 因为太子李承前的缘故, 侯军级之前做得有些过分, 李世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居然鼓动太子谋反, 才被李世民给杀了。 如此看来, 他还真的是自己做死的。 李征心中冷冷地想到, 陈国公, 说起此事, 你真的好意思吗? 你是大唐勋臣, 难道李征将军就不是了? 一百多人跑到郡公府前闹事, 甚至还围攻李征将军一人, 也幸好李将军身手了得, 要不然就要活活被你们打死了。 我大唐如此英雄, 天下子民无不敬仰, 如若真的为你们所害, 你们就是大唐的罪人。 死罪, 你侯军级绝无逃脱之理。 李道宗有些气愤地站了起来, 老脸上都是怒意地指着侯军级, 他早就看不惯侯军级的作为了。 而且对于你真的战功, 他也是钦佩的。 作为刑部尚书, 魏吉人臣, 他自然要秉公办理, 如果包庇侯军级, 不秉公办理, 那他就有傅陛下交付的重托, 有傅刑部尚书的名号。 李道宗, 你的意思所有罪责都在于本国公了。 侯军级眉头一皱, 愤怒喝道。 就在此时, 此罪不在你, 又在何人? 宫堂外, 一道威严冷漠的声音传了进来。 闻声, 宫堂内的所有人都是神情一变, 全部都站了起来, 躬身相迎, 躬迎太子殿下。 只见太子李承前一脸铁青地走了进来, 目光死死盯着侯军级, 扫过侯军级身边的那些人, 在李承前的目光下, 不约而同的, 侯军级他们都低下了头, 不敢面对。 山东, 河北诸将虽然凶悍跋扈, 但面对太子却是不敢有任何的放肆。 这就是太子储君的威严。 侯军级, 什么时候, 长安城都城了你抚育了? 你可真是给孤长脸了。 李承前冷冷看着侯军级, 眼中尽是愤怒。 臣, 臣知错了。 就是侯军级低着头, 颤声道。 他这一辈子, 唯独怕两个人, 一个是当今皇帝李世民, 另一个就是太子李承前。 前者之所以侯军级飞扬跋扈, 隐忍没有制裁, 就是因为李承前能够镇住他。 如此骄兵汉将, 若是没人能镇住, 必然成大患。 所以历史上侯军级随太子叛乱, 最终还是被李世民被处置了。 李征则是平静地看着。 李青, 你们要什么事吧? 李承前来到李征面前, 一脸关切地问道。 再听到侯军级带人打上了郡公府, 还围攻李征。 李承前自然是吓了一跳, 立刻就动身了。 只不过动身的一刻, 大战也结束了, 所有相关人等都被带到了京兆营府。 臣无事, 只不过这一次, 臣失手打死了一些人, 还请殿下处置。 李征攻身一败, 表情惶恐道, 杀得好。 此事, 你无罪, 而且, 姑必须要给你一个说法。 李承前直接一锤定音地说道, 此话一落, 侯军级等人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这一次, 他们真的吃大亏了, 而且还无理, 几千双眼睛看见了, 错失在他们。 多谢殿下宽宏, 李征连忙道谢, 心底则是毫无意外。 如果是在侯军级陈国公府前, 自然有罪, 但是在自己府前, 侯军级来挑事, 众目睽睽之下被围攻, 李征奋起反击打杀恶徒, 只能说杀得痛快。 安抚了李征后, 李承前又转过身, 看着侯军级一行人, 脸色再次变得冷漠。 你们说, 不该如何处置你们? 殿下息怒, 臣等错了, 侯军级一行人, 立刻强忍着伤痛跪了下来。 这时, 金兆银府外传来一阵阵脚步声, 一个个穿着标志鲜明的铠甲, 腰间佩戴保健的不良人校尉来到了。 不良人? 王浩! 侯军级等人全部一惊, 心底更加惶恐。 不良人是李世民亲自创办的特殊组织, 是他的眼睛和耳朵。 此事, 终究还是被李世民知道了, 请殿下处置。 还请殿下看在臣等以往为大唐索利功勋的份上, 从轻发落。 侯军级急忙开口说道, 现在他想要从轻处置的唯一方法, 就是靠李承前了。 这一次, 他也根本没有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 也没有想到李征会这般厉害。 原本他只是想借机打压李征一番的。 太子殿下, 臣奉皇上旨意, 特来传达。 王浩对着李承前功身一半, 父皇有何旨意? 李承前立刻问道, 带人冲撞朝廷命官府邸, 围攻我大唐功臣, 此事绝不能姑息, 必须从众处置。 王浩直接说道, 侯军级等人的脸色一白, 父皇的话, 顾明白了。 李承前点了点头, 随后, 看向侯军级等人, 眼神中也透出了失望。 李道宗, 即刻拟定诏令。 李承前大声道, 臣公听太子圣言。 李道宗立刻应道, 侯军级嚣张跋扈, 围攻朝廷命官, 我大唐之功臣, 免去侯军级陈国公之爵位, 免去开平后张义等人的爵位, 并进祖府中三月, 不得参与朝政, 不得领兵。 除此外, 所有仆从全部斩首, 绝无姑息。 李承前冷冷下指道, 此话一落, 侯军级等人的蓝色, 骤然间大变, 爵位被削, 这是十分严重了。 殿下, 臣, 侯军级还想说些什么? 闭嘴, 难道你想让父皇亲自过来处置吗? 李承前冷力地眼神一扫, 侯军级脸色骤然一变, 眼中充满了恐惧, 他自然明白这是李承前的告诫, 如果真的让李世民来处置, 那后果只怕就不是削了爵位这么简单了。 臣, 谢殿下隆恩, 侯军级只能强忍着不甘, 对着李承前叩手。 至于那些轻位仆从, 此刻来说呢, 变得煞白, 将这些人拉下去, 斩了。 李承前指着那些瘫软在地, 坐着, 瘫着的轻位, 仆从, 冷声命令道, 应声, 一众与邻军冲进公堂内, 直接拿人, 这让侯军级等人的脸色变得更加惨白。 臣, 多谢殿下主持公道, 李承则是在此刻向着李承前道谢, 余光扫过侯军级, 带着一抹细血。 惹我? 这下知道下场了吧? 李承在心中暗自冷笑, 既然都已经为敌了, 李承可不怕得罪死了, 这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李青, 你真的没事吧? 李承前走到李征身前, 仔细打量了一番, 多谢殿下关心, 陈无事。 李征立刻回答, 如此就好, 如果真的让他们伤了, 姑真的过意不去。 李承前这才放心下来, 或许, 他也不明白, 为何对李征如此的关心。 这一件事, 谁对谁错, 是非公欲, 一眼就能看出来。 李世民派遣了不良人过来传旨, 就表明他维护李征的意思, 重罚两字, 更是无须多言。 太子李承前清零, 也是给了李征公道, 削了侯军及他们的爵位, 这已经是很大的惩处了, 凭此事要他们的命, 是不可能的。 毕竟他们也是大唐的功臣, 国公侯爵。 李承前自然也不会做得太绝了。 你们, 好好回去反省吧。 李承前冷冷扫过侯军及等人, 充满了失望。 李尚书, 归案吧。 李承前又对李道宗说道, 老陈领旨, 李道宗立刻领旨, 大明宫天殿, 削去了侯军及他们的爵位, 这倒也是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了。 咱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再嚣张跋扈。 李征这小子虽然被围攻, 但心思也是十分缜密, 打杀了几十个仆从, 并没有打杀那些有爵位在身的人, 这样也避免了事情闹大, 而且更加战力。 侯军及, 呵呵, 这一次只能吃哑巴亏了。 李世民一脸畅快地说道, 看得出来, 他对于这一个处置结果也很是满意, 而且对于李征对付上门挑适之人的手段也十分满意, 太子殿下处置十分公允, 而且臣看得出来, 太子殿下对侯军及他们也是动了真怒。 王浩恭敬道, 给朕说说, 李征小子买那层宅院做什么? 陛下。 微臣调查后, 才知道李征将军为什么这么有钱了。 李征将军家里的管事的周福生, 在山西到处开灵市陈簇方, 而且每一家都很是赚钱。 李征买这宅院也是想在长安城开陈簇房, 不光在内城买了宅院, 在外城也买了一座宅院, 准备开店的。 王浩一脸感慨说道, 在长安城开店? 开陈簇方这么赚钱? 李征明略微有些惊讶。 李征将军, 麾下的产业是在入伍参军后, 家中管事周福生替他开设的, 李征将军的陈簇味道独特, 香醇可口, 很是畅销。 所以, 才能够在山西开设那么多家陈簇房。 王浩回道, 看样子, 这小子就是不参军, 也可是富甲一方了。 李征明微微一笑, 并没有太大的波澜。 但随后, 他的目光又凝视着王浩, 带着一种威压, 咱让你查你真的过往, 都查了。 回陛下, 经过不良人的大量走访, 基本确定, 李征的母亲临事, 就是17年前从靖阳府山中搬到长治县的, 然后在长治县生下了李征将军。 期间除了抚养李征, 开陈簇房, 没有与任何男子有过来往。 那位周福生原本是林氏的邻居, 平时帮林氏打砸什么的, 林氏去世后, 开始帮李征经营陈簇房。 林氏在长治的口碑非常好, 李征将军在林氏去世后, 一直在长治经营陈簇房, 两年前在长治城外救了秦婉, 听到这里, 李世民微微点头, 到现在, 他可以确定, 李征就是他与林氏一段情缘, 所生的孩子, 他的嫡亲皇子。 魏国公已经快到长安城了, 随行的还有副总管张公景, 最快明日就能回来了, 要是咱许久没见了。 想到李征, 李世民脸上露出了一抹怀念之色, 大唐建立到讨伐突厥, 李征四处征伐, 南征北战, 为大唐立下不适之功。 李征对于大唐来说, 就是君神一般, 李世民也是极其信赖。 而李征也没有其他汉将的骄横, 一直攻迁谨慎, 在他身上挑不出半点毛病。 等明日归来, 太子城门迎接, 然后让他们直接上朝觐见。 李世民道。 是, 王浩恭敬回道。 随着他离开, 李世民看着大殿外的天空陷入了沉思。 李征真的是他的孩子, 是他想了十几年的临世的孩子。 冥冥中, 自己的孩子为他礼堂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勋, 这简直就是天意。 来人。 少请李世民回过神来, 对外喊了一声, 老奴在? 贴身太监王德快步从外跑了进来, 跪在地上。 阴侯军级等人跋扈行为, 让李征受惊了。 你挑选一些名贵药材, 即刻送给李征, 让他补补身子。 李世民直接说道, 老奴领旨。 王德恭敬领旨, 就准备离开。 你说, 就在王德转身的一刻, 李世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皇上? 王德恭着身子, 一脸不解。 你说李征那小子, 有没有像咱的地方? 李世民忽然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王德睁大了眼睛, 一脸的惊叉。 好了好了, 去吧。 李世民摆了白手, 没有再多问。 老奴告退, 王德立刻一败, 退了下去。 荣国郡公府, 之前的汇集于府前的喧嚣已定, 围观的百姓们也都散去了。 府中的仆从们则是拿着水, 在府前清理血迹。 再过不久, 李征就要大昏了, 府前自然要清理干净。 郑哥, 你没事吧? 听到李征回来, 秦婉急忙跑了出来, 身后的小红抱着孩子紧跟着。 我能有什么事? 有事的是那些傻子。 李征握着秦婉的手, 微微一笑。 我听说他们上百人围攻你一个呀。 你真的没事吗? 秦婉脸上的担忧之色不减, 双手在李征身上摸索着, 显然是想看看有没有受伤。 夫人, 将军的勇力冠绝全军, 凭那些杂碎可是伤不到将军。 赵明笑着说道, 将军神威。 经过这一次, 这长安城无人再敢来招惹将军了。 五元龙也激动说道, 身后众多轻卫都是带着狂热的敬意。 我还是那句话, 我军功府不惹事, 同样也不怕事。 只要我们战里, 恪守律法, 什么人都无需怕。 当今皇上和太子圣聪明断, 是绝对不会袒护任何恶徒的。 李征转过身, 对着众人说道, 属下明白, 所有轻卫齐声达道。 在事后, 众多轻卫才明白自己将军打杀的都是些什么人。 国公, 侯爵, 伯爵, 七八人, 这些随便拉出去都是朝廷的大力。 可如今全部都被李征打得极惨, 身受重伤。 而且李征打杀了这么多人, 众目睽睽之下并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那些人被惩罚了。 这就是战里的原因。 郑哥, 我准备在你大婚那天, 两个临时陈醋房也一起开业。 你觉得如何? 周福生笑着问道, 可以, 还可以接着婚礼的喜庆来个开业打仇兵。 李征笑道, 那老奴就下去安排了。 这次老奴从靖阳带来的这些人都是好手, 等在长安城站稳了脚跟, 就继续扩张。 周福生也显得十分激动, 能够为争根做这么多, 对于他而言是十分值得的。 记住我当初交代的是, 招募的人这府中可以留下一些, 以此为主。 李征严肃说道, 不得不说, 这阳肃在大隋朝也是个狠角色。 在原本的乡府也没有表面的那么简单, 在暗中还有不少的暗室, 地道几乎遍布了整个乡府, 甚至于里面还藏有不少兵器。 经营这些可都是不简单啊。 而这暗道则是赵明无意间触碰了一个机关发现的。 显然, 朝廷也并不知道这些地道和密室的存在。 是, 周福生也严肃地点点头。 这时, 老爷, 府外有一个自称魏征的大人来求见。 一个仆人从外面快步跑了过来, 恭敬道。 魏征? 在朝堂上不是聊过了吗? 怎么还找上了府上? 听到大唐第一建臣居然来自己府上, 他有些莫名其妙。 在朝堂之上, 魏征便主动和自己交好的意思。 主动上门, 就是为了交朋友。 李征一头雾水, 你们都去忙吧。 玩, 你身体都还没有养好, 先回去休息吧, 等下我就去陪你。 李征先对着众人安排, 然后又温柔地对着秦婉道。 众人散去后, 李征这才对着那个蒲从道, 带魏征大人来这亭子见我吧。 是, 老爷。 蒲从立刻快步跑了出去, 获得经验值60点, 达摩拳法技能提升一级。 李征坐在石墩上, 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行啊, 又省具有两天的修炼了。 侯军吉还真是一个好人啊。 听着这提示, 李征脸上就不由自主地笑了。 这一次, 侯军吉可以说是吃了大亏, 被削了绝胃, 还被禁足了三个月, 被李征直接打压了下去。 而且, 李征还借着百姓的事, 这才如此完美。 数千百姓的目光注视, 可谓是众目睽睽。 侯军吉一百多人围攻李征一个人, 不管是什么事, 不管侯军吉是什么身份, 李征稳赢吗? 李将军, 魏征, 有礼了。 魏征一脸兴奋地走了过来, 躬身对着李征见礼。 李征也赶紧站起来回礼。 哈哈。 再次见到李将军, 看着将军安然无恙, 魏某心底也算松了一口气啊。 刚刚听到侯军吉那些猖狂匹夫, 来郡公府找李将军麻烦, 魏某着实被惊到了呀。 魏征发自内心地说道, 有劳魏大人挂念了。 李征笑着说道, 不过, 看到魏征如此的真性情, 李征更加深了印象, 历史上的魏征对天对地对皇帝, 性格执拗, 许多时候固执地让贞观皇帝李世民下不来台, 可是李世民却将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 当成了自己最贴心的大臣。 将我魏大人太见外了, 李兄弟以后直接叫我的名字, 或者叫我魏兄更亲切, 根本没有历史上的那种古板刻薄, 反而让人感觉亲切。 哈哈, 魏兄果然不是普通儒家学者, 很对我的胃口。 看到魏征没有丝毫地做作, 李征也笑了, 坐了下来。 说真的, 当日朝堂上, 李将军的一番话, 魏某还历历在墨。 有时候, 我真的羡慕李将军, 能够为我大堂立下如此大功。 可惜我只是一介读书人, 不能杀场杀敌。 魏征有些感慨说道, 武将杀敌报国, 文臣治疆报国。 这是从古至今的定律, 魏兄何须自我诟病? 魏兄气度不凡, 饱毒诗书, 一身正气, 获得皇上的重用。 魏兄在朝廷上为皇上分忧, 一样报效国家, 又何出此言? 李征笑着说道, 哈哈, 魏某惭愧, 就在两人交谈间。 老爷, 皇上的天使来了, 又一个仆从快步禀告道, 在他身后, 王德还有几个太监, 快步向着李征而来。 王公公, 你怎么亲自进来了? 我可还未出府迎接呢。 看到是王德, 李征笑着道, 魏大人也在这里啊。 王德看到魏征拱了拱手, 魏征也是同样还李。 李将军, 今天老奴可不是来传旨的, 而是奉皇上之命, 送上一些上好的药材, 赐予将军养身的, 还有一些送给夫人的。 王德和魏征打过招呼后, 笑着对李征说道, 随即一挥手, 身后的太监每一个手中都捧着几个锦盒, 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人参、 鹿绒、 和首屋等名贵药材, 而且都是上了年份的。 李世民真的是大手笔啊。 看着这些药材, 李征心底也不由得想到。 多谢皇上恩赐, 臣感激不尽。 替我谢谢皇上恩泽。 李征连忙道谢。 好了, 皇上的赐予已经送到, 那就不打搅李将军与魏大人交谈了, 老奴这就告退。 王德笑了笑, 眼神着重在李征脸上看了看, 似乎在脑海中思量着。 这么一看, 李将军与皇上的样貌轮廓, 果然是十分相像。 难道? 不, 不可能。 皇上在外, 没听说有私生子啊。 王德心中暗暗想着, 但此刻, 他的心中却难以平静下来。 因为李世民的那一句话,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了。 再联想到皇上对李征的恩宠有加, 更是让他心中震动。 有劳王公公, 李征也没有任何的巨傲, 笑着目送王德离开。 李将军还真是深得皇上看重了。 魏某跟随陛下多年, 一直在朝为官, 第一次看到皇上对臣下如此重恩了。 或许是因为, 我为大唐立下了战功的缘故吧。 李征笑了笑, 大唐立下战功的无数, 那匹夫侯军及立下, 是战功可不少。 皇上可没有对他有多少恩宠, 李将军才是真正的第一人, 不仅得到皇帝恩宠, 太子殿下对儿也是如下。 魏征笑着说道,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李征此刻也涌现了一种古怪来, 好像也是, 当今皇上和太子似乎是真的对自己特别恩宠。 难道单纯的是我为国立功不成? 时间很快, 侯军及待人挑衅, 一百多人围攻李征的事, 也在数千百姓的宣扬下, 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再过不久, 就是在大唐的土地上传扬开来。 这一举, 也让曾经不可一世的千牛魏大将军, 陈国公侯军及沦为了笑柄一样, 也好在他被太子下旨禁足在了府上, 否则长安城各处的闲言碎语都会让他再次暴怒。 不过, 也真是侯军及在李征手中受挫, 也让李征再一次扬名了。 用拳脚打杀了三十九名轻卫汉族, 把侯军及等有爵位在身的人打成了重伤, 这也让所有人明白, 李征是一个真正的狠角色, 国公都敢去揍, 而且还是下狠手。 而且, 当今皇上和太子都带着一种特别的关照, 没有惩处李征。 要是在长日里, 遇到这种情况, 哪怕是某个人在里, 或许也要口头责罚一二, 毕竟也是维护国公威严, 但这一次, 非但没有任何的责罚, 反而宫中还有消息称, 所有人都明白李征在当今皇上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这些十日以来, 也不乏许多朝中大力来到了李征府中拜访, 刑部尚书李道宗, 李部尚书唐俭, 甚至梁国公房玄陵都亲自道府慰问, 对于这些人, 李征也只是平淡对待。 不过有两人, 李征自然是着重认真对待了, 一个是刚刚归朝的北伐统帅定香道大总管李靖, 另一个则是副总管张公锦。 虽然如今北伐已经结束, 李征也即将调任幽州, 但是对自己这两位老领导, 李征自然也不会失礼。 临近婚期, 前一天, 护国公府。 娃儿, 真的是大哥在天有灵庇佑, 竟然能够让姑姑亲眼看着你出嫁。 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妇, 站在已经换上了红装的秦婉面前, 一脸高兴。 姑姑, 我也没想到姑姑你能回来。 秦婉也是一脸笑容, 明日就要出嫁, 但这越是临近, 秦婉心中也有些忐忑。 等明日就要出嫁过去后, 她就真正成为了李征的妻子, 真正的李夫人。 曾经, 还在长治县的时候, 秦婉就曾经畅想过和李征成婚之时, 不过那时候想着, 是和自己的征哥隐姓埋名, 不回长安城, 平平淡淡地生活下去。 不过如今一切都不同了, 自己的征哥, 已经出人头地, 他们也不用再, 遮遮掩掩的。 李征的事, 我都替你姑父说了, 他的确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为了你, 他竟然入伍从聚, 为了你, 能够舍生忘死。 而且, 刚刚我还听你大哥说, 李征为了你堂堂正正地成为正妻, 甚至都拒绝了太子殿下赐婚励志公主。 可见, 李征是真正地爱你, 对你情有独钟。 姑姑啊, 真的是为了你感到高兴, 找到这样一个好男人。 秦姨微笑着说道, 翘脸上也带着一抹感慨, 如果不是没有选择, 我根本不希望他为了我上战场。 如果他真的战死了, 我也不会独自活下去。 这件事, 的确是你大哥, 二哥不对。 不过, 你大哥早就幡然醒悟, 你二哥也被李征给好好教训了一顿, 你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起初, 我也没想到李征这么厉害, 还能够得到皇上赐婚, 本想着请为国公和你姑父来撮合一二的, 没想到啊。 秦姨感慨说道, 就在姑子俩交谈的时候, 国公府客厅内, 李静, 罗世信和秦剑生坐在一起。 秦海生站在三人面前, 看着他低着头, 一脸懊恼的样子, 显然又是在受训了。 你对李征做的事, 姑父我都听说了。 说真的, 你姑父在当初听李征说出后, 都不相信棒打鸳鸯这种事情, 是国公公子能够做出来的。 而且, 你的手段太过瞎做, 做得太过了。 如果当初只是告诉李征身份问题, 而不是威胁打压, 秦家的威名怎会变得如此, 被长安城的百姓嘲笑。 现在姑父走出去, 每当听到关于李征的事, 就总是要听到秦家人嚣张跋扈, 棒打鸳鸯之事。 如果你不是我的内侄, 姑父恨不得狠狠教训你一顿。 罗世信对着眼前的秦海生一顿说叫, 姑父, 事情都过去了。 侄儿知道错了, 侄儿已经被李征狠狠教训了一顿, 我可不敢再去招惹妹夫了。 等明天见到妹夫, 会真心给他道歉的。 秦海生有些无奈地说道, 现在的他是真的抬不起头了, 哪怕是去与林军当差, 都会听到许多同僚指指点点, 丢人丢大发了。 而且, 李征怒杀侯军及仆从39人, 重伤侯军及等汉将, 这在长安城都已经传遍了, 他自然也是听到了。 同时, 他也明白, 当初李征是真的对他手下留情了, 哪怕是当初在长治县时, 他也想到了李征是真的给他们留面子了, 如果真的动手, 他们还真的不见得有什么脸。 侯军及那等骄兵汉将都受了这么大的挫折, 却只能吃亏下去, 没有任何办法。 侯军及是陈国公, 与已故父亲秦琼并列国公, 开国熏陈, 他可不认为自己能够比得上侯军及。 说起来, 李征这一次可是狠狠错了侯军及他们的威风了, 可惜当日本总管没有回来, 要不然也看看侯军及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时, 一旁的李征畅快地说道, 一直以来, 侯军及的性格就是非常跋扈, 得罪的人可不在少数。 侯军及统兵能力不俗, 如果性格没有那么跋扈的话, 还真是一个顶级良将。 昔日家父在世时候, 也对他多有称赞, 但愿通过这一次, 他能够改过吧。 秦剑生有些唏嘘道, 侯军及统兵的确为顶尖, 但就他那性格能改过就怪了。 这一次是削绝, 等以后再惹出什么事来, 可就要命了。 李征冷冷嘲讽了一句, 显然是非常看不惯侯军及。 好了, 明天就是玩大婚之日了, 不谈这些无关的事情了。 剑生, 海生, 都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陪嫁之物了没有? 这时, 姑父罗世信接过了话, 看着秦剑生, 秦海生问道, 姑父放心吧, 小妹可是我姑功夫的宝贝哥的, 她出嫁, 我们这些做哥哥的怎么能博蛋?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陪嫁了, 绝对不低于李征给来的聘礼。 秦剑生立刻说道, 这样就好, 罗世信点了点头, 明天必须让娃儿风风光光的出嫁, 告诉所有人, 秦家没有博带娃儿, 秦家就是娃儿的靠山。 本总管听说, 皇上也要参加这次的婚宴。 李静目光一转, 忽然问道, 当日在大明关片殿内, 皇上开口说了, 那十有八九会清零。 而且, 李征这次婚期, 还是皇上让礼部清定的。 秦剑生说道, 皇上对李征的恩宠, 还真是非同一般啊, 这简直是按照皇子的规格, 操办婚事啊。 李静一脸感慨道, 别说是皇上恩宠有加, 就连太子都对李征也是恩宠无比啊。 我都亲耳听到, 太子要将励志公主许配给李征, 如果不是他心底顾忌对娃儿的情义, 只怕当天是就成了。 秦剑生也是感慨道, 呵呵, 想不到皇上和太子这么看重, 以后李征肯定是前途无量了。 罗世信笑着说道, 不过眼中闪烁着光芒,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目光一转, 荣国郡公府, 各处已经挂上了大红灯笼, 周福生气质指挥着仆从在忙碌着, 清爽着, 许多亲卫也都到处张贴着剪出来的红喜字, 每一个亲卫都是喜气洋洋, 格外的热闹。 李贤啊, 明天爹叫娶你娘进门了, 当初爹可是答应你娘, 要给他一个风风光光的大婚, 如今终于要办到了。 李征抱着自己的儿子, 一脸兴奋。 对于每一个炎黄儿郎来说, 人生最关键的就是两件大事, 成家, 立业。 而成家还在立业之前, 可见对于炎黄子孙而言, 家是多么关键的存在。 所以自古以来, 宗族, 家国之心对每一个炎黄男儿心中流淌。 老爷, 少爷刚刚喝完奶不久, 给奴婢再送去奶妈那里吃饱吧。 一个婢女恭敬道, 嗯, 带去吧。 李征点了点头, 亲了自己儿子一口, 然后交给了婢女。 这就是权贵人家的待遇, 也是十分常见的事。 这时, 周福生一脸喜气洋洋走了进来, 真哥儿都准备好了, 整个郡公府都是焕然一新。 凭真哥儿现在的身份, 皇上都有可能清零, 所以老奴准备了几十张桌子, 可以容纳几百人一同用席。 周福生兴奋地道, 有劳周爷爷了, 李征笑了笑, 哎, 这是老奴应该做的, 能够亲眼看着真哥儿大婚, 亲自为真哥儿操办, 老奴这辈子真的没有愧对夫人了。 周福生一脸笑容地道, 将军, 兄弟们全都准备好了, 明天兄弟们全部都去迎亲。 我和五元龙, 林冲, 还有十三个力气大的兄弟, 用十六人抬的大轿子, 风风光光地把夫人迎回来。 赵明也是兴奋说道, 等你们的夫人回来, 我允许你们开怀倡议。 李征笑道, 大明公, 偏殿内, 明天就是李征小子大婚了, 前儿, 你有没有准备什么贺礼送给他? 李世民看着李承前笑道, 听父皇这语气, 看来是准备了什么好东西了。 李承前笑道, 自然, 李世民得意一笑, 父皇, 说起来, 而臣氏第一次看你, 对一个臣子如此的恩宠, 这可一点都不像父皇你的秉性啊。 李承前转过头, 带着几分调侃说道, 作为李世民最亲近的儿子, 当朝太子, 自己老爹这段时间的变化, 李承前自然是看在眼里, 不过对此, 李承前并没有任何的吃醋, 对于自己父皇的性格, 除了对自己有几分笑容外, 就再不会对其他人了。 李征则是一个例外, 或许, 也正如太子你所说的, 看见了李征有这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吧。 李世民笑了笑, 回道, 这一句话, 却是带着一种深意。 一日, 太阳高挂, 郡公府外, 李征身着新郎官的红袍, 胸前还挂着大红花, 已经骑在了马上, 前面是举着各种迎亲牌匾的亲卫, 身后, 由赵明, 五元龙, 林冲, 还有十三个亲卫抬起的花轿子。 其他的亲卫们则是骑着马, 英姿飒爽地拱卫在花轿后, 这一个阵势显得十分浩荡, 许多老百姓纷纷驻足观看, 兄弟们, 启程了, 接新娘去了, 李征一脸笑容地喊道, 一路上, 敲锣打鼓的声音, 极为的热闹。 与此同时, 长安城内城和外城, 原本是一座空荡荡的院落, 经过装修打点后, 挂起了全新招牌, 林氏陈簇房。 陈簇房前面还有周福生专门找的五狮子队伍, 敲锣打鼓, 也是十分的热闹。 今日, 林氏陈簇房真正的东家大婚之日, 开业之日, 也是大酬兵之时。 父老乡亲们, 我们林氏陈簇房自靖阳府远道而来, 出至长安城。 今日我们林氏陈簇房的东家李征将军大婚之日, 也是陈簇房开业之时, 今日凡是来此采购陈簇的一律半价出售, 欢迎各位乡亲父老前来采购。 两个陈簇房前, 周福生安排的掌柜的也在发挥着他们的长处。 听到是李征开设的陈簇房, 许多人也都是很好奇走了进来。 这也是林氏陈簇房在长安城打响名声的首次。 护国公府, 秦健生站在宽大的门前, 目视着李征带着迎亲队伍来到, 脸上也露出一抹灿烂笑容。 大哥, 我来接碗了。 李征翻身下马, 来到府前, 躬身对着秦健生一拜。 秦健生笑了笑, 转过身, 牵着身着红装, 盖着头盖的琴腕, 缓步走了出来, 在许多百姓的瞩目下, 真正迈出了国公府大门, 光明正大。 长胸如腹, 这个原本由父亲做的事情, 却是由秦健生做了。 作为大哥, 秦健生完全尽到了责任。 李征, 以后, 我小妹就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地对她, 如果敢对她不好, 我这个做大哥的, 绝对不会干看着。 秦健生将秦婉的手, 郑重地放在了李征的手上。 请大哥放心, 李征绝不会搏带婉。 李征郑重承诺道, 小妹, 上轿子吧。 大哥, 要送你一路, 亲自送你出嫁。 秦婉温和地说道, 带着长兄的依靠。 大哥, 秦婉双眼含泪, 有些激动, 更有感动。 小妹, 今天是你大写, 不要哭。 秦健生说着, 但双眼也是含着泪水。 在她的目光下, 李征牵着婉的手, 缓缓送入了花轿。 秦家, 嫁女儿了。 秦家兄长, 带着陪嫁, 送小妹出嫁。 秦健生大声喊道, 应声。 从秦府一侧, 秦海生带着十几个马车, 还有几十个婢女, 侍从出来了。 看到她, 李征眼神复杂, 但最终还是微微抱拳。 秦海生则是翻身下马, 攻着身对着李征一败, 她的小妹出嫁了, 这似乎也是她最为真挚的歉意。 迎亲队伍和送亲队伍启程, 敲锣打鼓的声音再起, 在无数人的目送下, 向着郡公府而去。 而此刻, 郡公府外, 一个个轿子从长安城各处而来。 刑部尚书李道宗大人道, 李部尚书唐检大人道, 票纪大将军张公锦大人道, 兵部尚书, 魏国公李征大人道, 尚书幼城, 郑国公魏征大人道, 靖阳都督, 辅国大将军罗氏信大人道, 郡公府前, 许多朝廷命官都来参加李征的婚宴。 由于李征交集过的, 也有李征未曾交集的, 为何会有这么多人来? 当今太子要来, 还有的说皇上也要来, 这也是门庭若是根本。 但也只有李世民自己知道, 这些传言都是他刻意给自己儿子造势, 他要给儿子一个盛大的婚宴。 这也是一种弥补吧? 这时, 一阵阵兵甲响动的声音, 在一众与邻军拱卫下, 一个九匹马拉着的鸾架来到了郡公府前。 太子殿下驾到, 一声高呼声响起, 鸾架上李承前缓步走了下来, 恭迎殿下, 在郡公府外的官吏, 还有郡公府的侍从纷纷攻身相迎, 都进去吧。 李承前笑了笑, 一摆手, 但没有立刻进去, 而是在府外等待着。 果不然, 再又一会儿, 又一个鸾架在大批羽林军拱卫下来道, 皇上驾到, 贴身太监王德大声喊道, 恭迎皇上, 所有人全部都恭身拜道。 哈哈, 钱儿, 走, 进去, 等一下咱可是要看看新郎官和新娘子呢。 李世民笑呵呵地道, 这一脸的笑容表现出了一种格外的平易惊人, 就好像是自己的后辈子孙成婚一样。 随后, 李世民和李承前缓步向着郡公府内走去。 这一次, 周福生自然知道当朝大力回来很多人, 当今皇上和太子都会来, 所以早就准备了。 大殿前, 原本已经落座的百官, 还有宾客看到李世民父子亲自来道, 纷纷站了起来。 今日不是朝义, 无需如此, 都坐下, 今日咱也是来参加婚宴的。 李世民笑呵呵说道, 在周福生的指引下, 向着那高位而去。 这是怎么安排的? 咱坐高堂一席吗? 看着眼前的两个椅子, 李世民眼中却是涌现了一种渴望。 皇上乃是九五之尊, 自然在高堂之前, 我家少爷已经没有了至亲在世, 所以高堂一席也由亲家长兄和长嫂来做。 周福生笑着说道, 不行, 南方怎能没有高堂? 太子, 今天咱和你就来做一次高堂如何? 李世民眼珠一转, 笑着对李承前道, 一听这话, 李承前笑了笑, 自己这老爹对你真的恩重, 真的让他这个做儿子的都羡慕了, 竟然还抢着去做高堂。 而臣倒是无意义, 毕竟当日臣都说了要将立志许配给李征, 以后这高堂也是迟早要做的。 李承前无所谓的一笑, 能不提这事吗? 一听要将自己的闺女许配给李征, 李世民心底一颤, 得得得, 而臣不提了, 您老对李征这么看重, 怎么就那么抗拒而臣许配励志呢? 难道您不许励志, 难道将其他公主许配给李征? 李承前有些无奈道, 自从当初说要将妹妹许配给李征, 自己的老爹可就有些魔障了一样, 似乎生怕自己就要彻底下定决心许配了, 每隔一段时间就让自己再考虑考虑, 不要那么着急, 又有几次还让李承前直接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是他老人家对李征又是如此的后代, 简直把他当儿子一样的看重, 这着实让他看不透。 去你的, 李世民美好奇地笑骂一句, 你这个臭小子, 李征可是你的弟弟, 你把妹妹许配给李征, 先让咱老李家一笑大方不成。 李世民在心底恶狠狠地骂道, 如果不是王浩的调查还在继续, 李世民恨不得直接告诉李承前, 让他彻底断了念头。 周老先生是吧? 李世民转过头, 对着周福生一笑。 皇上, 老奴周福生, 老先生之名实在担待不起。 周福生脸色一变, 躬身说道, 把咱和太子的两个椅子搬到南方高堂一席, 还有, 你也给自己准备一张椅子, 坐在太子的旁边。 李世民没有废话, 笑着吩咐道, 夏明怎敢和皇上? 太子并坐, 不成, 不成。 闻言, 周福生连忙摇头, 生怕因此触怒了皇上。 自己死了不要紧, 可不能连累真根啊。 咱早就听李征说过了, 他可承受了你的照顾。 你们名为主仆, 实则亲如一家, 这南方高堂席位, 你配。 好了, 咱不想说第二遍, 你照做就是。 李世民直接定下了。 是, 面对李世民的威严, 周福生哪里敢拒绝。 不过, 对于当今皇上恩重争根的传言, 周福生算是彻底深信不疑了。 随后, 周福生就开始安排了, 将两个居于高堂之上的椅子 搬到了南方高堂席。 钱, 坐吧。 李世民十分满意地看着, 然后笑呵呵地叫着自己儿子落座。 好, 李承前点了点头, 坐在了自己老爹身边。 钱啊, 咱的儿子婚礼, 如果没有咱, 那就太可惜了。 如今咱先把事情做了, 免得以后我们相认了, 也会后悔。 李世民余光看着儿子, 眼中静视得意。 随着两人落座, 让在前面落座的百官, 还有嘉宾都是大吃一惊。 皇上和太子竟然坐在了南方高堂位置上。 难道是要代替李征的高堂不成? 这, 这是太让人吃惊了。 我听说李征的父母双亡, 家里只有一个管事的, 已经没有长辈了。 皇上和太子, 以高堂身份出席, 真的是皇安浩荡啊。 李征, 当真是得两代圣卷, 以后千万要交好才行。 以高堂身份出席, 这恩泽真的是, 在场的官吏看到这一幕, 心底都在震撼打鼓, 无不为此间而震动啊。 一直以来的传闻, 皇上和太子会来参加李征大婚, 但绝对是以军位啊。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皇上太子会以高堂之位来参加。 这其中的意义可截然不同。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 本王还真的以为传言是假的, 父皇和太子对, 李征真有如此恩责。 以高堂出席,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大恩。 坐在贵宾席上的皇三子魏王李太, 看到这一幕, 也十分吃味地说道。 眼神之中也透出羡慕。 虽然是李世民的儿子, 但是得到自己父皇的父爱却是狠手。 在父皇心底, 大哥李承前才是最关心的, 其他的关心爱护就要少多了。 这一次后, 李征怕是彻底被太子给收拢了。 如此龙安, 怎能忘啊? 而在心底, 魏王李太却是充满了一种不甘。 显然, 李太对于太子之位早有觊觎, 才会让他也滋生出一种本该不属于他的野心。 父皇还真是偏心, 对我们这些亲儿子都没有这样过。 在李太一旁, 一个眼神透出凶利的年轻男子毫不掩饰地说道, 听到这话, 这一桌听到的人也都低下头, 当作没听见。 七弟, 这么多人在呢? 慎言。 李太看了这说话的人一眼, 提醒道, 被李太称之为七弟, 那这人的身份也是呼之欲出, 真是李世民第七子既往李正。 李正脾气暴躁, 只是不是嫡子, 倒是对太子之位没有那么的欲望, 但是看到李正受到如此的器重, 很是吃味。 我怕什么? 李正一脸傲气地说道, 文言, 李太懒得理会这个李正, 目光一转, 又看向了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 三哥, 听说父皇要你出任幽州都督, 应该过不了多久, 就要动身了吧? 李太笑着问道, 李太的三哥, 自然是吴王李克。 在李世民十四个儿子中, 李克因五果敢, 深得李世民宠爱, 这次幽州边境出现异动, 李世民决定派李克出任幽州都督, 负责东北边境安危。 应该快了, 父皇已经跟我说过这事, 现在就等着父皇的旨意了。 能够为国虚辨一方, 男儿风采。 李克笑着回道, 幽州离长安路途遥远, 三哥去了可要多多保重, 到时候你我兄弟多多书信联系啊。 李太笑着说道, 一定, 四弟熟读经典, 有什么好的建议, 还要书信告知三哥呀。 李克笑呵呵说道, 在所有宾客落座之后, 只听见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传来, 所有宾客的目光纷纷看向大门口, 只见, 李正一身红色衣袍, 牵着蒙着盖头的琴腕, 踩着红地毯, 向着宴席现场而来。 呵呵, 新郎官来了。 李世民脸上满是笑容, 一脸欣慰地看着, 一旁的李成前也是定睛看着, 面带笑容。 秦女方亲家长兄长扫入高堂之位, 张公锦大声喊道。 在一开始, 李正便邀请了张公锦来主持, 张公锦是自己的北伐军领导, 又是国公的身份, 资历颇高, 让他来主持完全够格。 秦健生牵着自己妻子的手, 缓步向着高堂一袭走去。 当靠近后, 秦健生愣住了, 皇上, 太子, 你们这是? 秦健生有些发愣地看着坐在南方高堂位的两人, 嘴巴张得都合不拢了。 虽然知道皇上, 太子他们要来, 但应该居于高堂之后更为尊贵的军位啊。 李正没有双亲高堂, 那咱和太子就来做他的高堂双亲, 怎么, 亲家长兄不愿意? 李世民笑着说道, 不敢, 不敢, 李正有皇上和太子作为高亲, 这是他的荣幸。 秦健生立刻回道, 行, 那就落座吧。 李世民笑呵呵道, 是, 秦健生也不敢耽搁, 带着妻子就落座在了女方高亲的位置上。 经过了一系列的仪式典礼后, 李正牵着秦婉的手, 缓步来到了高亲的面前。 皇上和太子这份恩情, 还真是难怀啊。 看着自己高亲的三人, 李世民, 太子李成前, 还有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周爷爷, 如果说心中没有触动, 那自然是假的。 大婚开始, 夫妻进场, 一败天地。 张公瑾一脸笑容地高喊道, 婉儿, 李正含情默默看着秦婉, 温柔地喊了一声。 夫妻两人缓缓转过身, 面朝天地, 缓缓跪下, 叩手。 二败高堂。 张公瑾接着又大声喊道, 夫妻俩转过身, 朝着高堂, 缓缓跪下, 三叩手。 好, 好啊。 李世民一脸笑容, 而这种笑容也让许多一直关注的人看出来, 这并非单纯的笼络, 似乎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坐在高堂之位。 而李成前也是面带笑容, 点着头。 夫人, 老奴没有让你失望, 终于看到真根成婚了。 真根, 成家了。 请夫人放心, 你当初让我好好照顾少爷, 我不会让你失望了。 周福生眼含热泪地看着李征, 如果翠萍还在, 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幕该多好。 我们的孩子真儿, 成婚了。 李世民心底暗暗想到, 涌现了回忆。 夫妻对拜, 张公警又大声喊道, 娃儿, 我, 终于娶你了。 李征温柔地道, 郑哥, 我终于嫁给你了。 秦婉儿与气颤抖着。 夫妻两人双向奔赴, 在所有嘉宾的见证下, 夫妻对拜。 夫妻给高清净茶, 张公警大声喊道,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两名侍女立刻就捧着放在热茶的托盘来道。 李征缓缓扶起碗, 向着自己高糖方向走去。 皇上, 请喝茶。 你整合秦婉儿来到面前, 直接跪下, 将茶高高举起。 好, 好。 李征, 大婚之后, 你可就真的成家了。 莫要辜负了碗啊。 李世民笑着接过了茶, 慈祥地交代道, 或许, 没有人明白此刻李世民的心情是怎样的。 他激动, 兴奋, 似乎是完成了多年的遗憾, 我绝不会辜负玩的。 李征笑着说道, 太子殿下, 请喝茶。 随后, 李征又端起了一杯茶, 递给了李承前。 姑没有什么多说的, 祝贺你。 李征, 这一次, 姑可是提前坐上了高清之位。 李承前笑着说道, 把茶一饮而尽。 周爷爷, 谢谢你从小的照顾。 您, 喝茶。 李征看向了从小照顾自己的周爷爷, 将茶举起。 好, 好, 能够看着真根成婚, 老奴这一辈子足够了。 周福生笑呵呵接过了茶, 一饮而尽。 这时,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抬起了碗的手, 将这小盒子放在了碗的手上。 碗, 这是真根母亲留给媳妇的, 今天周爷爷就代替他母亲交给你。 周福生郑重地将盒子放在了秦碗的手上。 谢周爷爷, 秦碗道谢道, 真哥, 给我带上吧。 秦碗将盒子对这里争一地。 好, 李征没有任何的犹豫, 打开盒子。 一个纯白色玉镯, 李征拿起来对着秦碗的左手戴了上去。 看着这个玉镯, 而李世民此刻的神情彻底地愣住了。 这个手镯, 是他曾经亲手戴上翠平的手上的, 现在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思绪回转。 李世民眼眸中甚至还挂着泪痕。 真的是, 咱当年亲手给翠平戴在手上的玉镯。 咱, 真的没有弄错。 李征, 真的是咱的孩子。 翠平, 你怎么就走了? 你要是和咱一起看着咱们的孩子, 成家里也该多好。 李世民凝视着李征, 眼神中带着一种无言的激动, 看着戴在瓦儿手上的玉镯。 唯有李世民知道的手镯, 李世民心中彻底认定了。 李征, 就是他与翠平的孩子。 李世民这是怎么了? 给瓦儿戴好了手镯, 李征余光一瞥, 看到了李世民双眼上不明显的泪痕。 这让他都十分惊讶。 这个玄武门之变, 是凶逼爹的铁血皇帝, 竟然都要流泪了。 难道是想到了自己以前成婚, 触景生情? 李征心底暗暗想到。 不过李世民这表现, 也没有在其他人面前表现, 也只有近距离的李征看到了。 给亲家掌兄敬茶。 张公景自然没有注意到, 大声喊道。 李征搀扶着秦婉, 缓缓走到秦健生夫妇的面前, 跪了下来。 掌兄如父, 替服受礼。 大哥,请喝茶。 李征捧起茶杯说道。 好。 秦健生一脸笑容, 接过了敬茶。 大嫂,请喝茶。 李征又端起一杯茶, 敬给了秦健生的妻子。 两人端起敬茶, 一饮而尽。 李征, 我知道你对婉儿的情意有多深, 让你对婉儿要好的这种话。 大哥就不说了, 因为大哥相信你会做到的。 大哥只说一句话, 因为大哥和你二哥, 让你和婉儿经历了太多, 你二哥真心知道错了。 总而言之, 希望你看在婉儿的份上, 不要再和二哥一番见识了。 以后, 大哥会好好看管他, 不让他造次。 总之, 以后秦家就是你第二个家。 秦健生真挚地说道。 大哥的话, 我记住了。 李征重重点了点头。 李璧, 送入洞房。 张公瑾又大笑着说道。 婉儿, 回房了。 李征温柔地说着, 牵着秦婉儿的手, 向后院而去。 这时, 周福生重新站了起来。 对着所有宾客笑道, 主委嘉宾, 今日是真根大婚, 府中准备了足够的菜肴, 都是顶尖大厨所做。 另外, 还有我们山西名酒新花村美酒, 请各位开怀畅饮。 说完, 周福生一拍手, 一个个亲卫从后院拿出了一坛坛的美酒, 然后由各个侍从每一桌一大坛, 打开了封盖。 顿时间, 一股浓郁的酒香味就瞬间在席间散开。 好香的酒味, 真是难得一见的美酒。 许多宾客本来觉得没什么, 但闻着酒香后, 许多好酒的就立刻忍不住了, 立刻叫喊着满上。 一旁的侍从立刻端起酒坛, 给准备好的碗里倒酒。 许多宾客直接提起碗就喝。 就在这时, 张公景站了出来, 对周福生道, 周老爷子, 你家林世辰醋房出品的陈醋, 天下一绝, 怎么也不拿出来, 让大火一场。 李静, 张公景都参与了墨北大劫, 那场庆祝, 对那天卫孝节带来的林世辰醋, 赞不绝口。 是啊, 周老爷子, 你家的陈醋天下一绝, 拿出来让大火一场。 李静也附和着说道, 文言, 周福生心头一喜, 这李静, 张公景可都是大唐的国公, 在这样的场合, 公开提到林世辰醋, 简直是给他们家陈醋做广告啊。 好嘞, 上足。 随着周福生一声吆喝, 侍从端来一坛坛包装精致的陈醋, 打开封盖, 另外一股浓烈香味瞬间进入宾客的鼻端, 许多人先是一愣, 随后陶醉了吸了一口, 这陈醋殴打味道, 怎么这么香? 老夫这辈子什么醋没见过, 但是这么香的陈醋却是平生未见, 不行, 必须尝一口。 随着宾客端起了陈醋, 喝下, 整个大厅内顿时传来一片片惊叹之声, 皇上, 太子殿下, 亲家, 老奴专门为你们准备了我们林氏叫藏了三年多的陈醋, 香味更甚。 周福生带着几名亲卫来到李世民几人这一桌前, 抱了一坛杏花村, 和一坛陈年陈醋, 随后打开, 醋香扑鼻, 更加浓烈, 咱算明白了为什么李征那小子的陈醋坊能够开遍整个山西, 日转斗金了。 这醋香咱不喝, 闻着都舒服。 李世民闻了闻, 随即感慨说道, 李征还开了陈醋坊, 这儿陈倒是不知道, 李承前略带惊叉, 太子殿下, 并非真根开的, 而是老奴在他参军后替真根开设的产业, 这些陈醋都是真根当年亲自配置的醋坊。 周福生立刻回到, 那姑还真得好好尝尝, 李承前顿时来了兴趣, 在当今皇上和太子来到后, 雨林军, 牵牛尾也接管了菜肴和酒水的检查, 全部都经过他们的检查, 要确定五毒才可以上, 所以他们可以放心享用。 这时, 李征一脸笑容地从后院回来了, 手中还端着一坛酒, 诸位贵宾, 多谢你们来参加我的婚宴。 李征大声说道, 所有人的目光也都看向了李征。 我曾经, 曾许诺要给我的妻子碗, 一个盛大的婚宴, 但是那时候, 我根本没有能力办到, 但如今, 被皇上和太子殿下恩责, 让我做到了。 皇上和太子的恩责, 我李征永世不忘, 诸位贵宾参加婚宴之情, 李征我感激不尽, 我没有什么废话, 敬皇上, 敬太子, 还有敬带着在下上战场, 杀敌建功的李大总管和张副总管, 更敬诸位宾客。 但, 李征大笑着, 端起手中的酒坛, 直接开合。 好, 李将军不愧是军武出身, 海亮, 甘, 在座的宾客大笑着回应道, 这小子, 重情重义啊, 像咱, 李世民看着李征的身影, 眼中也净是思绪, 现在, 他已经肯定了李征是自己, 在山西与翠平留下的孩子, 自己送给翠平的手镯, 不会有假。 接下来, 就是要查清楚, 当初翠平为什么自己, 跑到偏僻的长治县, 也不来长安找自己, 甚至不让李征来长安, 在他离开之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些, 李世民都要查清楚, 唯有如此, 他才能心安。 李征, 好小子啊, 李承前也是一脸欣赏, 可惜了, 如果他能够为我所用, 该有多好。 魏王李太眼神闪烁, 有着一种不甘心, 猛干了一大口后, 李征抹去了嘴角的酒, 脸色有些红, 但却是十分兴奋。 李将军, 这酒是上等好酒, 这陈醋更是一绝, 今天你大婚算是大饱口福了, 可以后还怎么喝到这样的好酒好醋啊? 魏征有些醉意的战略起来, 十分不爽地说道, 这话一落, 许多人的目光也看出来, 都是充满了渴望。 哈哈, 诸位, 没听见我周爷爷说了吗? 我家以前是开陈醋方的, 在今天, 长安城我家周爷爷也开了两家陈醋方, 那里不仅有天下最好的陈醋, 也有山西最美的杏花村酒, 到时候多谢各位捧场啊。 李征笑着说道, 这样就好, 如此美酒相醋, 以后要是喝不到就可惜了, 魏征满意地点点头, 坐了下去, 进诸位。 李征则是抱着酒坛, 去敬酒。 父皇, 明天我就要启程去扬州了。 李承前喝了一杯酒后, 忽然对着李世民道, 这就去。 李世民一愣。 嗯, 李承前点点头, 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一早就启程, 如果不是为了参加李征的婚宴, 而臣在几日前就已经去了。 扬州是我大唐的粮仓, 关系我大唐的国本, 你过去需要好好巡视一番。 李世民微微一笑, 而臣这一去不知归期, 父皇还是要好好保重。 李承前关心道, 你爹我身体好着呢, 你注意自己就行了, 江南不比长安, 张力遍地, 不可不防。 李世民低声提醒, 对了, 父皇, 咱去了扬州, 如江王该如何处置? 李承前压低声音问道, 我已经下旨, 让他即刻启程回长安, 再新处置。 这个混账李怨。 说到如江王李怨李世民, 就是一肚子气。 对了, 钱, 等婚宴结束后, 你来宫中一趟, 爹有些事要和你说。 李世民看了眼正在敬酒的李征, 忽然开口对着李承前说道, 他心中已经肯定了李征是自己的亲骨肉, 十分肯定, 别人还不能说, 毕竟关系太大了, 但是李承前是太子, 有些话还是要交代的。 先行告诉李承前, 也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 好, 李承前有些醉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就怕尔臣会不会醉酒啊? 说着, 李承前又喝下一碗酒。 这一场婚宴, 一直持续着。 在府中的厨师都是周福生花仲金在长安城招募的, 都是有手艺的, 这一场精心准备的婚宴自然是兵主尽欢。 很快, 就到了晚上, 李承有些醉意地回到了房间, 而秦婉则坐在床榻上, 还蒙着盖头, 贴身丫鬟小红在一旁伺候着。 婉, 今天, 我终于成为了你的夫君, 名媒正娶, 嘉宾恭贺。 我做到了。 李承一脸笑容地来到婉身边, 然后, 拿起一旁的挑衬, 将盖头给掀开了。 盖头掀开, 里面就是一张绝美的容颜。 夫君。 而秦婉看着李承叫出了夫君,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叫出来的字。 唉。 李承答应了一声, 然后直接一把向着秦婉抱去, 看着还亮着的蜡烛。 李承随手一挥, 一股掌力打出, 直接正面。 一旁的小红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不过, 这一次洞房花烛, 小红并没有离开。 作为通房丫鬟, 他必须要留在这里。 说不定到了晚上, 他也需要做些什么。 很快, 洞房内, 一种古怪的声音不断响起。 看着一旁的小红是一脸羞红, 但不等一刻, 一只大手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臂, 然后用力一拉。 之后的一切, 尽在不言中。 一日,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李征才清醒了过来, 但是在身旁, 秦婉和小红都还在熟睡。 一晚上的疯狂, 让李征的头都有些晕乎乎的。 而在床榻上, 还留下一团血迹, 显然, 小红也不错。 看着一旁的小红, 李征微微一笑。 恭喜宿主迎娶正妻, 触发系统隐藏奖励, 获得中品, 炼谷酒, 奖励中品临时三百颗, 奖励起死回生, 大还单, 一瓶。 就在李征清醒后, 系统提示音忽然响了起来。 这些奖励让李征有些兴奋, 如同当初得子后, 系统也有奖励, 没想到成婚也有。 炼谷酒? 李征带着好奇, 直接提取了酒方。 一看, 脸上顿时浮现出了笑容来。 好, 真是打瞌睡就有送枕头, 没想到这炼谷酒是可以辅助舞者修炼的, 特别是对仙天静以下的有奇效。 这样, 我会下轻卫, 还有以后死士的修炼速度可以加快了。 看着这炼谷酒的介绍, 李征笑了。 毕竟自己的手下们不像自己可以杀敌获得经验值, 他们需要一直稳步地修炼, 但竞效不快, 但有了这炼谷酒后就可以加快速度了。 提取大还单, 李征又提取了这个从未奖励过的单要。 起死回生大还单, 顾名思义能够让快死的人起死回生。 这可真是宝贝, 之后身边的人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有了这神药, 还不能稳了。 这可是保命的好东西, 不能浪费了。 李征心底暗道, 至于300克中品零食, 那自然更是不用多说了。 在这灵气稀薄的世界里面, 这可是真正的修炼至宝。 在李征眼中, 这可比大还单都要珍贵不知多少。 现在李征还在使用下品零食修炼, 基本上一个晚上修炼就要损耗四五个, 能够增加几十点经验值, 等下品零食用光了, 李征才会用中品零食。 成婚大风烧啊, 不知道以后那妾会不会有奖励。 李征心中暗自想到, 对于这些隐藏的奖励也充满了期待。 这时, 小红忽然醒了过来, 不过清醒过来后, 翘脸上有些痛苦的表情。 姑爷, 小红声音有些沙哑, 别动, 好好消遣, 以后, 你就是我的妾室了。 李征温柔地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怜惜。 谢姑爷, 小红感激地说道, 对于他这种丫头来说, 能够成为李征的妾室, 那已经是一步登天了。 而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周扶生的声音, 针歌, 皇上派人来传照, 似乎有要解释。 以李征对李世民的了解,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李征明白, 如果不是真正的钥匙, 他是不会传照的。 你们好好消遣。 李征温柔地对着两个女人说道, 然后迅速爬起了床榻, 穿上了衣服, 走出房间。 针歌, 午膳已经准备好了, 要不要吃完再去? 你昨晚喝了不少酒, 早上不吃点东西垫垫, 会伤身子的。 周扶生问道, 周爷爷, 不用了, 我的身子骨好着呢, 你就放心吧。 等去了皇宫看看, 有什么事再说。 对了, 昨天陈醋芳的盈利如何? 李征忽然问道, 针歌, 老奴真的小看了你的名声了, 听说林氏陈醋芳是争根的产业, 长安城的百姓很是热情, 昨日大筹兵已半价出售, 但是也让陈醋芳盈利三千两银子。 而且经过昨日大婚宴席, 两位国公的宣传, 以后不少权贵都会是我们陈醋芳的常客。 周扶生一脸激动地说道, 长安城不愧是大唐的都城啊。 听到这盈利, 李征也是一脸笑容。 此事招募如何了? 李征低声问道, 已经暗中招募了一百人, 按照你的吩咐, 全部都在十五岁以下, 都是从许多流民乞丐之中甄选的。 此事也只有真哥的心腹亲卫才知道, 如今都已经安置在了府中密室内。 周扶生小心翼翼说道, 府中的仆从都给盯紧了, 让他们边缘化, 做什么都不能让他们看见。 李征严肃地说道, 真哥儿, 你是怀疑他们当中有探子? 周扶生表情一变, 不是怀疑, 是肯定, 他们都是皇上和太子安排的, 绝对有不良人的耳目, 我培养死士, 这可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绝对不能让这些人知道。 而且, 许多有关于府中的秘密也不能。 李征肯定说道, 那, 真哥儿, 我们要不要? 周扶生抬起手, 在脖子上摸了一下。 自从接触多了, 周扶生自然也从曾经的伤骨转变了许多, 特别是处事方面很辣了许多, 但是有一点, 他永远不会变, 那就是, 一切都以真哥儿为根本。 如今整个府邸在他的掌管下, 井井有条, 临时陈醋房也是一样, 无需如此, 让这些耳目在府中, 上面那位也可以放心, 如果没有了耳目, 他反倒是不放心了, 着重防备就行。 李征道, 老奴明白, 周扶生点了点头, 好了, 我去皇宫了。 李征不再多说, 转身向着府外走去, 而周扶生自然是一路相送, 大明宫, 偏殿, 李世民捂着有些昏昏沉沉的头。 昨天, 李世民也是触景生情, 让他也喝了不少的酒, 山西紧挨着草原, 那里鸣风彪悍, 喝酒也是烈酒, 杏花村酒就是出了名的烈酒。 太子已经启程了, 李世民捂着头, 看着一旁的王德问道, 启禀陛下, 在今早早些时候, 太子就入宫进见了, 只不过陛下孩子昏睡中, 所以太子殿下不敢打扰, 就启程离开了。 王德恭敬地回道, 这小子, 李世民笑了一声, 没有多说什么。 昨天父子俩还说, 绝对不会喝醉的, 都称谦卑不醉, 可随着李征来敬酒, 一碗接一碗地喝, 不知不觉地, 让父子俩鸣顶大醉。 对了, 李征还未来吗? 李世民又问道, 陛下, 在半时辰前, 老奴就派人去传照了。 想来, 昨日李将军大婚, 也是喝醉了, 更是洞房花烛夜, 也是要晚一点。 王德立刻回道, 也对, 李世民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 如若是其他人, 传照这么长时间都未前来, 那他可不会留情。 陈, 李征, 奉旨敬见, 就在李世民念叨的一刻, 李征的声音在殿外响了起来。 闻声, 李世民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来, 进来吧。 李世民笑着道, 应声, 李征快步走进大殿内, 走到了面前, 就准备参拜行礼。 得了, 坐下吧。 李世民一摆手, 示意李征落座, 纳臣就不客气了。 李征道谢一声, 直接坐了下来, 还会用膳吧? 看着李征风尘仆仆的样子, 李世民笑着问道, 陈刚刚起来就听见传照, 来不及用膳啊。 李征回道, 传膳, 让御膳房多准备几个肉菜。 李世民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对王德道。 老奴领旨, 王德恭敬道, 直接下去安排了。 皇上, 您给臣太过恩重了。 看到李世民直接传善, 李征都有些梦了。 什么恩重不恩重, 这一切你都值得。 李世民笑了笑, 眼中尽是慈祥。 这一刻, 他的目光中, 完全是在看自己的爱子, 在民间遗失了16年的爱子。 谢皇上, 对于李世民的好意, 李征也只能默默接受。 从自己一回来开始, 李世民对自己就一直很不错, 还有太子李承前也是一样。 李世民和太子都是爱才之人啊, 估摸着是看着我为大唐建功, 才会如此问责吧。 想来想去, 李征也只能如此想了。 毕竟他是李世民的儿子的事, 他一点都不知道。 他从小在边境长治长大, 根本想不到自己会是皇子。 太子殿下还在睡觉吗? 昨日看太子也喝了不少的酒啊。 李征笑着问道, 今日一早, 他就去了扬州, 巡视之后, 方会归来。 李世民笑了笑, 太子这就去了。 李征一惊, 刚刚获得了奖励, 里面有炼谷酒, 如果完全按照炼谷酒来配置酿造, 药力普通人承受不住, 但如果稀释一些, 再按照李征的吐纳方法来, 绝对能够强身健体。 现在, 自己还有一个多月休母, 李征都准备酿造炼谷酒后, 再好好给李承前锻炼身体, 让他不会身体不行了。 难道真的是天注定不成? 历史的一切都难以改变? 此刻, 李征心底都在打鼓了。 如果历史真的改变不了, 那以后的太子李承前的新玄武门之变 还是会出现, 一切都是历史进程之下。 你在想什么? 这么入神? 看着神情呆滞的李征, 李征明笑着问道, 没, 没什么? 只是没想到, 太子这么快就去巡视了。 李征连忙回道, 如果不是等你的婚宴, 他早就去了。 李征明笑着说道, 陛下和太子殿下的恩情, 李征永远记得。 你整理课回道, 说起来, 当日咱问了你许多事情, 但唯独没有问过你小时候的事, 给咱说来听听。 李征明话锋一转, 笑着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 李征也表现得一脸莫名, 为什么忽然又扯到自己小时候了?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六岁之前的一切, 微臣那时候太小, 已经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六岁之后的事情, 也没什么出奇的事情。 每天母亲除了打点陈醋房, 就带着我到处玩, 长治虽然只是小地方, 但是我小时候还算过得不错, 没有吃不饱穿不满。 想起母亲陪伴自己的童年, 李征的脸上也露出了温馨的笑容。 虽然从小就不知道父亲是谁, 但是有母亲的呵护, 李征也没有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那你对你父亲怎么看? 李征忍不住问道, 这还能怎么看? 他遗弃了我们母子, 让母亲孤独一辈子, 说真的在我的心中, 已经没有父亲这个概念, 就当它不存在了。 但是我, 还是要感谢他, 感谢他赐予了我生命。 李征笑着说道, 十分坦荡。 好孩子, 真的是好孩子啊, 如果你的父亲知道你这么懂事, 肯定会十分欣慰的。 李征征眼中, 净是慈爱的波澜。 对了皇上, 你今天这么急传照, 有何要事吗? 李征这时回过神来, 好奇地问道, 如果不是要事, 李征征帆布, 这如此匆忙的传照啊。 李征, 咱经过深思熟虑, 想要给你一个全新的选择。 李征征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手中也多了一份圣旨。 臣, 李征听旨, 李征立刻站起来, 单膝跪地一拜。 咱, 想让你留在长安, 给你再进两级, 留在兵部任职, 做一个兵部侍郎, 你觉得怎么样? 李征征笑了笑, 说道, 啊, 听到这话, 李征愣住了, 进两级, 留在长安, 还担任兵部侍郎。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种恩赐, 殊荣, 不管是谁, 都无法拒绝这等诱惑。 而且还是, 武将而言, 远离了战场上的杀戮, 远离了战场上危险, 成为一个金官。 只要你答应, 等太子回来的时候, 咱还会给你一个惊喜。 看着李征脸上的震惊表情, 李世民又说道, 显然, 这一个惊喜别有深意, 这个条件, 无人会拒绝, 但唯独李征是个例外。 留在长安, 的确可以享受安宁, 但他就失去了, 升级变强最关键的一个途径, 别人畏惧战场, 但他不同, 他渴望战场, 渴望杀敌建功, 唯有这样, 他才能够迅速升级, 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奖励。 如果留在长安, 凭借现在所有的这些灵石, 能不能提示到二十级, 都是一个未知数。 陛下, 臣, 可以拒绝吗? 李征抬起头, 表情严肃地看着李世民。 一听这话, 李世民都愣住了, 你要拒绝。 对于李征想要拒绝的意思,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也想不到任何的理由, 李征为何要拒绝。 为什么? 关键两极, 留在长安, 这可是许多牧手一方将领都渴望的。 只要你接下这一封圣旨, 你就可以一直留在长安。 能够和瓦儿待在一起, 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 李世民不解地问道, 留在长安, 的确安逸, 能够陪在瓦儿身边, 也的确是臣所渴望的。 但臣向往战场之上, 向往与麾下的弟兄们并肩作战。 在来长安之前, 臣向所有将士承诺了, 会继续带领着他们上阵杀敌, 保家卫国。 臣不能食言, 李征发自内心地说道, 获得经验值是一部分, 但在战场上和袍泽弟兄们杀敌, 也是他所追求的。 在军营里, 李征可以和麾下将士们放下一切戒备, 交流谈心, 但是在这长安城内他做不到, 表面上那些看着对他恭恭敬敬的人, 礼遇有加的人, 但是暗敌之中就想着算尽你。 相对于军营里与兄弟们的坦诚相待, 李征真的不喜欢长安城这种朝堂氛围。 或许, 这也是他一个平民, 出身百姓的感受吧, 出于尼而不然, 不喜这纷争的朝堂。 你, 听着李征的话, 李世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整个人的表情都是十分的诧异。 在决定让李征留在长安城时,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李征会拒绝。 毕竟远离了战场, 这是无数人渴望的。 最关键的是, 李世民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在战场上, 作为从战场上摸爬滚打的他来说, 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万一自己孩子真的遇到了什么事, 他真的对不起死去的翠萍啊。 好不容易遇到自己离散16年的儿子, 他真的不想再让他离开了。 难道你不知道战场上危机四伏, 稍有不慎就可能送命? 李世民无奈地说道, 面对李征, 他真的提不起一丝用皇权来违避强令的心思。 在他心中, 始终对李征是有着强烈的愧疚。 臣, 自然知道, 但臣不得不做。 身为大唐拿尔, 保家卫国, 理所应当。 这是臣职责所在。 臣, 义不容辞, 纵死无憾。 李征义正词言说道, 你这小子。 看着李征如此倔强的样子, 李世民无奈了。 原本, 他想着是将李征留在长安城, 等到以后开始培养李征的各种能力, 让他成为一名合格的皇子。 而现在李征的选择, 却让李世民有些愁愁了。 他的孩子, 如今想要走自己的路, 根本毫无留恋长安啊。 你真的决定了? 仍然去那边境之地镇守。 李世民再次严肃问道, 臣, 心意已决。 在边境之地, 臣仁可保家卫国。 李征坚定地说道, 罢了罢了。 李世民摆了摆手, 将手中紧握的圣旨也重新放了下来。 这是唯独一次, 下达了圣旨的李世民竟然将圣旨给收了回来。 看到这一幕, 王德惊呆了, 就连李征自己心底都带着惊讶。 皇上竟然将已经拟好的圣旨给收了回去。 自李世民登基以来,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呀。 难不成, 李征将军真的是? 王德心底一颤,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难怪, 难怪啊。 自从当日李征入宫以来, 皇上就有着对他从未有过的恩责, 这根本是臣子得不到的。 难怪当初皇上问我那话, 说李征想不想他。 王德心中极为震惊地想到, 这一切, 他都明白了。 不过转瞬间, 他又陷入了一种不安来。 他知道了这么大的事情, 李世民会怎样对待他? 越想此事, 他就越是变得惶恐不安了起来。 皇族之事, 如果知道的多了, 这可是会送命的。 李世民既然这么简单地就同意了, 李征此刻心底也在诧异。 不仅仅是自己对李世民的了解, 还有对历史的了解。 如果李世民下定了决心, 那是很难改变的。 除了已经逝去的长孙皇后, 还有太子李承前能够规劝外, 其他人很难做到。 即使是建成未争, 你可知, 留在长安城能够得到什么? 你还这么年轻, 16岁的兵部侍郎,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只要你能够在那位置上待几年, 再立下一些功劳, 咱就可以提拔你为兵部尚书, 官居一品。 李世民还是有些不死心, 继续劝说着李征。 陛下, 16岁的归得将决已经不错了, 而且, 臣想要凭借战功来晋升。 李征笑着回道, 眼中却是十分自信, 现在北京大定只有一些小患, 哪里还有那等战功给你得到? 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 陛下, 以臣看来, 幽州再过不久, 就会有战事发生。 李征则是开口道, 幽州会有战事。 李世民表情一变, 顿时笑了。 小子, 你真当咱看不透天下大事吗? 幽州东北早在几年前, 还有一些突厥部落, 但是自从与突厥王庭道翻后, 铁勒的血缘驼步已经臣服我大唐了, 并且东北部也归于我大唐治理, 为我大唐守卫东北边防。 除了他们外, 也只有一些不堪一击的小部落, 还有隐匿在东北丛林中的契丹蛮夷了。 我大唐刚刚取得北伐大捷, 极大震慑了哪些蛮夷部落, 我大唐此等威势下。 难道他们还敢造次不成? 显然, 李世民根本不认为幽州会发生战事, 更不相信蛮夷会在如此时机下发生战事。 大劫之后, 整个唐士气冲天, 百姓也是出奇的自豪。 境外一族, 他们敢吗? 陈恒肯定, 幽州绝对会有战事, 而且挑起战事的, 也绝对是皇上亲口话定的铁勒的血缘驼步。 李征同样自信说道, 哈哈, 小子, 你这么自信, 可敢与咱打个赌? 李世民眼珠一转, 立刻就来了兴趣, 敢问陛下要怎么赌? 李征一愣, 随即问道, 既然你这么肯定, 幽州会有战事, 还是铁勒的血缘驼步调剂, 那咱就断定不会有战事。 如果你说对了, 咱就让你继续在外统兵, 并且授予你, 直接统领麾下大军, 不受藩王督管之权, 直接授命于咱。 如果你说错了, 那就老实给咱呆在长安城, 领着兵部侍郎制止。 实现一个月, 如何? 敢吗? 李世民笑呵呵道, 陛下此言可当真。 李征立刻来了兴趣, 熟知历史的他, 自然十分肯定, 铁了诸步中的血缘驼步, 早先归附于DTZ, DTZ被躺灭了不久, 就在爆发了一次叛乱, 直到被剿灭, 才彻底老实下来。 咱的话, 一言九鼎。 李世民得意一笑, 纳臣答应这个赌约, 李征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应成了下来。 好, 小子, 立刻别后悔, 你就准备老实待在长安城吧, 等到太子回来, 咱再给你一个惊喜吧。 李世民大声笑道, 显得十分畅快, 看样子是觉得自己赢定了, 但就在他大笑时, 不良人统领王浩一脸焦急地走入偏电。 启奏皇上, 出事了, 王浩直接跪在地上, 神情严肃。 何事? 是不是卢江王李院在扬州又闹出什么事来了? 这个混账东西, 就不能消停一会, 等太子到了扬州, 好好惩戒一番, 将他带回长安, 咱好好教训他一顿。 李世民眉头一皱, 带着历色。 陛下, 此事并非扬州卢江王, 而是东北边境是幽州出事了。 王浩立刻说道, 东北? 幽州? 李世民一愣, 下意识看向了李征。 幽州能出什么事? 然后李世民急忙问道, 铁勒诸部的薛炎驼部发生叛乱, 杀了我大唐派区的官吏, 并且还举兵进犯我大唐东北境, 杀了诸多百姓。 噓, 炎驼两部和兵加起来超过十万, 如今幽州边将正在组织防守, 但兵力不过两万余, 显然是抵挡不了多久。 边疆急报, 请陛下速速定夺, 派兵持援。 王浩语气凝重道, 什么? 薛炎驼部真的反了? 还残杀我大唐百姓? 听到这, 李世民先是一副震怒, 随即完全惊呆了。 因为, 这正应了李征刚刚锁定的论调, 幽州必有乱象, 必有战士, 而且还会是投降大唐正在整边的薛炎驼步。 李征, 还是人吗? 连这个都预料到了。 一直听着的王德也是愣住了。 刚刚立下赌约的时候, 他还在想李征肯定会输, 他可不觉得李征能够赢得老谋深算的李世民啊。 可现在, 赌约抬立下, 还不到几十个呼吸, 王浩竟然就带来了东北幽州急报。 如果不是李征一直都在大殿内, 王德甚至怀疑是李征和王浩商量好的。 这消息是刚刚急报传来的, 你有没有给李征说? 李世民回过神来,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王浩问道。 陈刚刚从兵部接到的急报就承奏陛下, 根本不可能与李将军相会啊。 王浩一脸茫然地抬起头, 似乎都不明白李世民为何会有此问。 而一旁的李征虽然没有表现出什么来, 但眼中已经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这一场赌约, 他赢了。 原本还想着在一个月内赌一把,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来了。 李征心底暗笑着, 去,把吴王给咱叫来。 速速。 李世民一挥手对着王浩道, 陈琳指。 王浩一败, 立刻退了下去。 而李世民这时才回过神来, 有些吃味地看向了李征。 得了, 你赢了, 不要别找了, 咱知道你现在很高兴。 李世民十分不爽地对着李征道, 和自己儿子这一场赌局, 原本他都自信稳赢了, 结果就这样输了。 而且赌局还没有超过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这让李世民都有着一种挫败感。 所以, 这也让他怀疑, 是王浩先一步给李征说了幽州的情况。 陛下, 这一次, 臣可以心安理得去幽州上任了。 李征躬身对着李世民一败。 去去去, 咱让你留在长安城清闲。 你这臭小子还不领情。 李世民有些恼羞成怒地摆了摆手。 陛下, 愿赌服输啊, 可不能赖账的。 李征看得出李世民没有真的神奇, 顿时笑呵呵地道。 谁说要赖账了? 你告诉咱, 你是怎么知道, 薛妍妥不要反呐。 这毫无痕迹的事。 李世民十分不解地问道。 很简单, 李征抬起头, 一脸自信, 既要开口。 等等, 等老三来了后, 你再说吧。 他是吴王, 朕之前已经任命他为幽州都督, 镇守幽州。 你以后就要与他为伍了。 李世民一抬手, 又让李征先别说了。 是, 李征也不多说。 没多久, 大明宫偏殿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王浩带着吴王李克, 来到了偏殿内。 启奏陛下, 吴王殿下带道, 王浩功身一拜。 而吴王入殿后, 直接向着李世民叩首一拜, 而臣拜见父皇。 好了, 都起来吧。 李世民随手一挥, 一脸威严冷漠。 这种转变, 也唯有太监王德才能真切看得明白。 在面对李征时, 李世民慈祥温和。 当然, 面对太子也是如此。 但面对除了两人之外的其他人, 李世民都是威严冷酷, 高高在上, 哪怕是看着都能够让他们有着一种望而生畏的感受。 李克看着坐在一旁的李征, 眼中略带异彩, 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看着李世民恭敬地问道, 不知父皇传召有何要事。 王浩, 告诉他, 李世民道, 回吴王殿下, 幽州有战士了, 薛烟驼步发生叛乱, 残杀我大唐子明, 攻破我大唐边城。 王浩立刻回道, 薛烟驼步发生叛乱, 这不可能啊。 在前年, 薛烟驼步才归附我大唐。 而且我大唐一直待他们不落不薄, 他们怎敢? 吴王李克脸色一变, 但又十分不解。 殿下, 现在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而是他们已经发生了叛乱。 王浩躬身回道, 父皇, 是不是薛烟驼立刻启程前往幽州镇守? 身为大唐皇子, 这事儿臣职责所在。 而臣, 义不容辞。 李克勒可说道, 在王浩禀告幽州战事之前, 朕和李征打了一个赌, 咱让他留在长安任兵部侍郎, 可这小子不愿意, 非要去战场。 李世民有些吃味地说道, 听得出, 他语气里还带着一种生闷气的怨分。 李将军, 你这可是辜负了父皇的一番好意了。 李克笑了笑, 对着李征说道, 不过在心底, 倒是对李征产生了一种敬佩之色。 他竟然能够拒绝如此诱惑, 实属难得。 难怪李征能够在短短一年时间, 从一个小兵变成了大明最年轻的归德将军了。 陛下的确是好意, 但陈兴系袍则兄弟, 还想着和兄弟们在一起上阵杀敌呢? 长安城虽然安宁, 但是不适合臣。 李征笑了笑, 不知父皇和李将军赌了什么。 李克又好奇地问道, 他硬是说幽州会有战事了, 咱不信, 结果就与他赌了。 然后王浩就过来禀告幽州有战事了。 李世民有些无奈地说道, 听到这话, 李克愣住了, 王浩同样也愣住了。 难怪刚刚皇上会有那问题, 感情是因为李征。 王浩暗道, 李将军, 你是天人吗? 竟然事先预料幽州会有战事。 这有何依据? 薛妍陀部这两年一直沉浮于我大唐, 从未表现出任何的疑心。 李克一脸震惊地问道, 李征笑了笑, 带着一种自信道, 因为DTZ。 DTZ被你击溃了, 两人可汗或被擒或被杀, 难道还能影响到薛妍陀部? 当初就是因为DTZ王庭还在, 势力还很强大, 薛妍陀都不敢对我大唐怎样, 如今DTZ灭亡了, 他们怎么敢? 李克仍然十分不解, 李世民也是静静地看着, 说实话, 他也有些看不透此局了。 陛下应该知道DTZ王庭被灭了, 剩下两股势力残存在漠北, 当年DTZ势力强大时, 薛妍陀部加在强大的大唐和DTZ之间, 他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异动。 现在DTZ被灭, 残存的势力已经对薛妍陀构不成威胁, 作为同样的草原民族, 此刻东北部薛妍陀一家独大, 而DTZ的残部都可能与薛妍陀结成联盟。 这样一来, 薛妍陀就是草原新的霸主, 必然要对大唐有所动作。 这就是原因。 李征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原来还是突厥残余与之勾结造成的。 李世民恍然地点了点头, 但随后, 他的眼神之中也浮现了一种冷酷之色, 充满了杀意。 咱绝不允许祥儿复叛的杂碎。 薛妍陀部, 没必要存在了, 他们只配为奴。 李世民眼中充满利色道, 陛下圣明, 王浩立刻道, 自靖阳调动的五万大军如今到了何处了? 李世民压着怒意问道, 启禀陛下从兵部得到的情况看, 十日内靖阳军可入幽州。 王浩回道, 让幽州守将死守, 让靖阳军加快动兵速度。 李世民沉声道, 陈领旨, 王浩公身领命。 随后, 李世民的目光看向了李征, 眼神之中带着一种复杂。 李征, 你真的决定了, 不留在长安, 要上战场。 陛下, 陈已经决定了, 杀敌建功, 此乃我大唐难尔本色。 陈李征, 必在战场上斩杀一切大唐之敌, 报效大唐。 李征站了起来, 公身对着李世民一败, 眼神中充满着坚定。 上战场的坚定, 杀敌的坚定, 报国的坚定, 咱就如你所愿吧。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 随即直接拿出了一封空白的圣旨, 提笔直接在圣旨上书写, 盖上了大印。 此圣旨, 咱赴予你全权统领五万晋阳君之权, 不受藩王截至, 直接受命于咱。 至于你麾下五万大军, 你自己去想个名字吧, 以后以你取名为君号。 李世民将圣旨一举, 王德立刻上前, 将圣旨接过来, 递给李征。 臣, 绝不会让陛下失望。 李征面带激动的跪地, 结过了圣旨。 而听到五万大军不受藩王截至, 吴王李克的眼中却是带着几分诧异, 似乎十分不解。 自己可是幽州都督, 前线最高指挥官, 可是敬仰五万大军却归李征指挥, 还不受自己截至, 父皇真弄的是哪一出? 李征, 是你自己要选择去边境的, 可怪不得咱。 以后我找你麻烦, 可别来烦我。 滚回去吧, 明月即刻启程。 李世民十分无奈地对着李征摆了白手。 臣告退, 李征躬身一败, 带着激动退了下去。 大殿内, 除了李世民只留下了王浩, 李克和太监王德。 但这时, 李世民的目光落在李克的身上。 当年, 可还记得你母妃犯下的大错? 李世民凝视着李克, 忽然开口问道, 母妃当年醉酒在后宫别院顶撞陛下, 乃是大罪, 多谢父皇宽舍之恩。 李克李克跪下来, 惶恐回道, 那你可还记得那座别院, 朕不许任何人踏足。 你母妃醉酒踏入, 还大吵大闹, 朕当时就准备废了他贤妃名号。 李世民道, 此话一落, 李克脑海中, 李克浮现出皇宫大院内, 那座神秘的院落。 而臣谢父皇开恩, 当初若不是父皇宽宏大量, 母妃怕事, 李克说着跪低不起。 好了, 实话告诉你吧, 那座院落, 是你父皇为追忆当初在山西救下一命的女子, 所设立的。 这次去幽州,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 李世民说着话锋一转, 保护李征, 说着皇宫别院, 突然怎么说到了保护李征头上了? 李克前卿全部都是发愣, 有些不解地看着李世民。 但随后, 他猛地回过神, 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 眼神之中也是充满了震惊。 这次跟他一起去幽州的, 还有一人, 那就是刚刚转身离开的李征。 难不成? 难不成? 李克猛然想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可能。 父皇, 难道李征? 他, 他是。 李征他难道是皇子? 李克的声音都颤抖了, 难以置信, 震惊无比。 苍天有眼。 十七年前, 咱在山西受伤背, 一女子所救, 相处半年, 互相生情愫, 后来咱商欲离开, 没想到一别就再也没再相见。 皇宫别院, 就是我为纪念临世所设。 更没想到, 临时为咱生下一子。 他就是, 他就是为我大唐履历战功的李征。 他就是咱李世民的儿子, 咱的皇子。 李世民语气中带着几分颤抖。 李征是他的亲生儿子这件事, 李世民还没有与任何人说, 李克就是现在知道的第一个, 王德则是第二个, 王浩是第三个。 不过, 作为最开始得到指一调查有关李征情况时, 王浩心中自然就有所猜测。 将这等喜悦分享出来的一刻, 李世民心底也是无比的激动。 至少, 这个好消息不是他一个人知道了。 父皇, 你说的是真的吗? 可是, 可是这未免太离奇了吧。 父皇凭什么知道李征是皇子? 李克有些不解地说道, 此刻, 这个消息也让他无比的震动。 当然, 对他而言也是理解父皇的喜悦之情的。 当年咱离开翠平的时候, 留下了一块青龙玉佩, 还有白玉镯子都在李征身上发现。 而且, 朕已经命王浩调查过, 李征的家世, 他的母亲就是灵氏。 李世民笃定地说道, 儿臣就说啊, 父皇对这个李征也实在太恩宠了, 不仅参加其婚宴, 还在婚宴上坐在高堂的位置上, 这太不可思议了。 李克恍然大悟道, 你知道咱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李世民又看着李克道, 儿臣就要去幽州就职, 如今幽州已经有了战事, 战场危机四伏, 父皇想让儿臣关照李征, 不然他出事。 李克恍然说道, 你明白就好, 李征也是朕的孩子, 你的兄弟。 他之前在外漂泊16年, 咱不想刚见到他, 就失去他。 咱要想对你们兄弟一样, 让他享受皇子待遇。 李世民一脸感慨说道, 请父皇放心。 而臣会竭尽全力保护李征, 李克功身一败。 好了, 幽州战事已起, 明日你也要启程就职, 回去准备吧。 今天咱说的话, 不要任何人知道, 就算李征也别说。 现在, 他还是原来的李征, 等到一切都弄清楚, 会让他风风光光, 认阻归宗。 李世民对着李克说道, 而臣知道, 而臣告退。 李克功身一败, 随后转身离开了大明宫偏殿。 等到李克离开, 李世民眼睛中涌现出一股冷意, 安排人去长治, 继续调查, 朕要看到在长治时, 临时的画像, 最快时间给我弄到。 李世民冷冷道, 这一句话, 自然是说给王浩听的。 请陛下放心, 臣不会让陛下失望, 必当全力去办。 王浩立刻跪下回道, 你退下吧。 李世民摆了摆手, 臣告退。 王浩一败, 恭敬地退了下去。 大殿内也忽然间安静了下来。 而这时, 李世民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王德。 今天的事不入他人之耳。 你懂? 李世民冷悠悠地道, 老奴谨遵圣御。 王德脸上冒出冷汗, 立刻惶恐跪了下来。 你知道咱为何会让你听到吗? 李世民缓缓道, 老奴不知。 王德颤声回道, 在他心底, 其实真的不知道。 这种事情, 一万都会将他平退的。 可今天竟然丝毫没有避讳他, 这让他十分不解。 咱的孩子, 性格如何? 李世民问道, 李将军, 不, 皇子殿下性格温中戴刚, 办事周全, 滴水不漏, 还十分谦功。 王德恭敬道, 所以, 这就是咱的儿子啊。 哪怕流落民间, 依然带着皇家的性格, 对任何人都彰显仁德, 这就是皇者之气。 提及李征, 李世民就一脸地得意。 如今皇子回来了, 在民间成长, 历练, 他的勇力, 他的统兵之力, 天下何人不尽? 倘若他日恢复身份, 必会让天下沉浮。 王德又恭敬说道, 此时此刻, 自然是迎合李世民的心思, 或许才能保命。 当然, 在王德心底, 这也是他的肺腑之言。 在李征面前, 王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让他十分认可这位皇子。 是啊, 在民间长大的确让皇儿懂得了更多。 李世民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时, 嘴里咀嚼了一番, 看着王德李世民道, 咱看得出, 你对于李征似乎存在一份情谊。 咱想知道, 你为何会对李征如此? 王德抬起头, 语气严肃道, 因为尊重。 在皇子殿下, 不, 是李征进宫第一次遇到老奴, 眼神之中没有任何的瞧不起, 而是就如同对待长者一样的对待老奴, 看到老奴也会很热情地打招呼, 而这是其他人没有给老奴的。 所以老奴心怀感激, 王德道, 听到这, 李世民认可地点了点头, 咱明白了, 咱的眼睛能够看透人心, 你没有骗咱, 咱的花还真的是会做人。 好了, 你起来吧。 李世民笑了笑, 看着王德眼中的杀意全无, 显然,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刚刚表露的心迹, 让李世民认同了他, 关键也是因为王德对李征是真心的。 谢陛下, 王德缓缓站了起来, 咱这个花啊, 他不领咱的好意, 一心要上战场, 咱看到了他的坚定, 阻止不了他。 可谁让他是咱的花呢? 你去内裤中, 把宇文化级当年的铜工, 还有那个青龙刀拿出来, 赐给咱孙儿去。 有这两件利器, 也能让他在战场上更加无往不利。 李世民笑了笑, 对着王德说道, 老奴领旨, 王德立刻领命, 去吧。 李世民笑了笑, 王德一败, 立刻离开了大殿。 在他离开后, 李世民却向着后宫 自己给翠平留下的院落走去, 所有保护的宇林军都很明白的离得很远, 不敢靠近, 这就是大明宫之中最大的禁忌啊。 再次来到这个有些萧条的院落, 李世民却是一种不一样的心情, 走进院落来到正面厢房, 关上门, 看着简陋的家具在床榻上坐了下来, 抚摸着翠平留下的旧衣裳。 翠平, 你还是走了, 留下了咱们的孩子。 咱的皇儿被你培养得很优秀, 咱很欣慰。 翠平啊, 当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你竟然躲着咱, 一个人生下了皇儿, 咱对不起你, 你放心吧, 咱一定会照顾好, 咱们的孩儿, 李世民喃喃自语着, 每说一句话来, 他眼角的朦胧更加浓郁, 逐渐地, 泪水都止不住地滴落了下来。 荣国俊功夫, 李正带着一脸喜色地回来了。 虽然, 这一次获赐予两个月的休睦, 甚至还没有一个月, 但能够再次上战场杀敌, 这对于李正而言, 是一件极为难得的好事。 抓住这机会, 他又可以获得极为丰厚的经验值, 提升实力。 当然, 有得必有舍。 昨日刚刚大婚, 今日又要离开, 这对于我而言也是一种打击。 不过, 如今李正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以后, 只有拥有着真正的实力, 李正才不会畏惧黄泉, 不会担心他人的针对。 现在离开,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存。 真哥, 你回来了。 周福生一看到李正回来, 立刻赢了上去。 赵明, 五元龙和林冲也立刻走了过来。 赵明, 去准备十日所用干粮, 让兄弟们收拾行囊。 李正对赵明道, 将军, 怎么了? 赵明一脸茫然。 去。 李正现在并不解释。 是。 赵明不敢怠慢, 立刻转身去做了。 周爷爷, 带我去密室, 我要在临走之前, 收这些死事之心。 李正对着周福生说道。 是。 真哥, 你跟老奴来。 周福生也意识到, 今天进宫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了, 不过他并没有多问, 而是立刻为李正引路。 五元龙, 林冲则是紧随在李正的身后。 很快, 在周福生的引路下, 来到了这府邸最深处, 后庭一个小鱼塘边, 还遍布了诸多假山。 这就是郡公府最大的秘密核心所在, 也是曾经杨素遗留下来的好处, 都被李正得到了。 周福生走到了一个假山, 然后转动了一块石头。 顿时间, 在那看不出任何痕迹的地面, 直接打开了一道机关, 地上也出现了一个阶梯通道。 真哥, 请。 周福生指着入口道, 嗯, 李正点了点头, 缓步走入了这个地下密室。 进入密室, 到处都是点亮的火把, 下面也是一片通亮。 走了一会, 到了密室最里面。 集合, 五元龙大声喊道, 应声。 自密室各处,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 迅速汇聚了一百多个瘦弱的身影, 呈军武战力, 抬头挺胸。 显然, 在这段时间里, 五元龙他们也对这批人训练了基本规矩。 李正顺眼一看, 眼前这一百多人都是不超过十五岁, 都很年少, 有男有女, 看到他们这瘦弱的样子, 就知道他们曾经吃过不少苦, 甚至眼睛透露出了目光都是很浑浊。 他们, 无父无母, 都是流浪在各处的锅儿, 是周福生派人暗中从长安, 还有周边搜寻而来的, 然后秘密带到了府中。 这个过程也并无任何人发现, 你们可认识我。 李正看着眼前的这些少年, 微声喝倒。 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落在了李正身上, 下一刻, 他们不约而同地喊道, 主上。 看样子, 负责训练, 你们的人已经给你们说过了。 没错, 我, 就是你们的主上, 你们毕生效忠的人。 你们都来自民间各处, 为流明, 为乞丐, 四处流浪, 居无定所, 吃不饱, 穿不暖, 受人欺凌, 受人白眼。 但如今不是了, 你们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会赐予你们衣物, 赐予你们实物, 赐予你们本事, 赐予你们想要的一切。 而你们要付出的, 便是忠诚。 你们, 可愿效忠于我。 李正凝视着众人, 威严喝倒。 誓死效忠。 一百多少年, 直接跪倒在地, 稚嫩的声音透着坚定。 他们都是穷苦人, 可怜人。 而周福生找到他们后, 给予他们实物, 给予他们尊严, 相对于外面的昏天暗地, 外面无数人的白眼欺凌, 如今的日子, 他们渴望着。 在这个时代, 人命很贱。 纵然当今皇上李世民竭力去改变, 但生于这个时代, 他也只能竭尽所能, 不可能完全改变。 天下流民, 乞丐仍然有无数。 吃不饱穿不暖的人, 仍然数不胜数。 遭遇灾祸的人, 仍然有无数。 如今, 他们得以归属, 这是他们渴望的, 至少他们不会再被饿死在外面, 故而他们感激。 忠诚之眼, 李正心中暗道, 目光扫过, 眼前一百多人的头上都出现了一个数字, 单号字, 没有让李正失望, 没有一个低于七十以下的。 这, 也是为何你真要在流民和乞丐之中筛选。 因为他们生于黑暗, 李正将他们带回来, 就是给予他们希望。 我, 接受你们效忠。 从今日起, 你们将是效忠我的死士, 也是我的第一批死士。 我会派人叫你们薄杀之术, 教你们一荣之术, 教你们一切死士要精通的。 更传授你们这一方天下人渴望的修炼之道。 而你们, 要付出的唯一就是忠诚。 我可以赋予你们一切, 同样, 也可以收回一切。 今日, 接受你们效忠。 来日若是背叛于我, 便如同此时。 李正冷冷的声音响彻密室。 随着他一抬手, 一股内力掉转, 向着眼前一个石仪打去。 轰的一声, 那一个石头椅子被这股逆鳞直接打碎。 所有死士全部都震惊地看着李正, 眼神之中更加敬畏。 我让你留下的人如何了? 李正看着五元龙问道, 殷将军吩咐, 自轻位之中留下二十个精锐, 同样他们精通薄杀之道, 让他们来训练, 必可攻城。 五元龙恭敬回道, 如此就好, 以后, 你就留在长安, 替我训练死士。 第一批训练完成后, 再行招募训练第二批。 李正对五元龙道, 属下领命。 五元龙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答应, 从密室离开。 周爷爷, 这是一个酒方, 也是我府中绝命。 唯有你亲自掌握, 此酒方无论谁都不能泄露, 全力搜集这酒方上的药材, 全力酿造, 此酒不对外售卖, 酿造之后存于密室之中。 李正又从怀中拿出了炼谷酒的酒方, 对着周福生递了过去。 真根儿放心, 周福生也郑重地接了过来, 将酒方收入怀中。 将军, 你交代这么多, 究竟发生了何事? 五元龙恭敬问道, 从李正所交代的情况来看, 完全就是以一种交代离开之后的处事, 很久都不会回来了一样。 周福生也抬起头, 看着李正, 幽州发生了战事, 奉皇上旨意, 我要去幽州评判。 李正说道, 真根儿千万要小心, 周福生立刻关心道, 放心吧。 李正笑了笑, 根本没有担心, 反而是非常的期待。 唯有战争, 战场杀敌, 他就可以获得更多。 不仅仅是军功, 还有经验值, 提升真正属于自己的等级和实力。 而不是皇权一道圣旨赐予, 又随时可以剥夺的权位。 等到了三十一级之上, 李正就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怕了, 拥有彻底保护家人的实力。 虽然这还相隔很远, 但值得李正去努力。 当然, 还有李正所渴望的另一件事, 那就是传国玉玺。 李世民, 还有太子, 你们对我是真的不错。 这一次, 除了平定血沿驼驼步叛乱外, 我会再送你们一份大礼, 一份让你们真正震动天下, 万事以正统为名的大礼。 李正心中暗暗想到, 传国玉玺, 昔日开创千秋万古之工业的秦始皇所制, 被誉为炎皇大义统王朝的真正象征, 象征着正统皇权, 更得天下炎皇子民的信仰。 这等质宝, 如果归于大唐, 将会让大唐的声望更胜一层楼, 可称之为天命, 同样也会让大明的明星彻底安定。 这, 就是传国玉玺带来的影响, 而他也的确配得上。 老爷, 宫中天使来了, 一个扑从面带急切地向着李正跑了过来。 又来了, 李正一愣, 这一下就想不到什么了。 我这就过去, 李正立刻点头应道, 向着府门而去, 但是刚刚走到了府中大殿, 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映入眼中。 王公公, 皇上又有什么旨意传达? 看到王德, 李正自然是笑着赢了上去。 李将军, 特奉皇上旨意来给你刺礼。 王德笑着说道, 看着李正的目光也是无比的和蔼。 知道了李正的身份后, 在王德心中自然也是十分高兴的, 为李正高兴。 未来, 李正可是大唐的皇子, 看李世民对他的喜爱, 前途不可限量。 但让皇储也未可知。 皇上刺脸。 李正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抬上来, 王德一笑, 直接一拍手。 身后的一众太监, 立刻抬上来了两个盒子, 一个很长, 一个很宽。 李将军, 你亲自打开看看吧。 王德笑着道, 李正也不客气, 走上前, 直接打开那个长盒子, 入眼, 就是一柄荧光蒸亮的青龙刀, 棒上雕刻着虎头, 看起来十分威武霸气。 这难道是前朝语文化级的青龙刀不成? 李正看着这霸气的银棒, 诧异地问道。 正是, 皇上知道将军要上战场, 而兵器只是一柄宝剑, 特赐于你这一柄青龙刀, 希望你在战场上无往不利。 王德笑着说道, 李正看着眼前的青龙刀, 直接伸手提了起来, 这柄棍棒很重, 有着几十斤重, 寻常人都捂不起来, 但对于李正而言, 却是格外称手。 果然是好兵器。 李正随手舞动了一下, 十分兴奋。 将军, 还有这个盒子呢? 王德指着另一个盒子道, 李正回过神来, 立刻走上前, 把这个盒子打开了, 入眼, 是一柄金色的大弓, 比你真自己的武弹弓, 还要大上几分, 厚重几分。 上面的弓楦似乎都是玄铁丝, 坚韧无比。 李正又顺手握了起来, 也不由得惊讶地赞叹, 好弓。 这两件兵器, 都是皇上从内裤中精心挑选亲赐的, 希望将军不要辜负皇上的一片心意。 王德笑道, 陛下大恩, 李正铭记, 必用这两件神器, 为大唐荡平叛乱。 李正立刻笑着回道, 另外, 皇上还交代了, 明日将军与吴王一同前往幽州, 至于统兵平叛之策, 如何用兵, 以将军为主, 吴王这是辅助将军。 王德说道, 多谢陛下信任, 臣不会让陛下失望。 李正正色地点头, 好了, 老奴的话带到了, 秦建军在战场上珍重, 前往要小心。 王德发自肺腑地对李正说道, 谢王公公关心, 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李正笑着回道, 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啊, 否则皇上真的会疯了去。 王德心中暗道, 伺候李世民这么多年, 他可是知道这个皇上是怎样的脾气的。 好不容易知道自己, 还有一个在民间长大的皇子, 还勇猛无敌, 屡立战功, 为大唐立下不适之功。 假若这个皇子出世了, 绝对会让李世民疯狂地, 整个朝堂, 甚至天下都会动荡。 周爷爷, 庄上几坛尚好陈醋, 让王公公带回去。 李正转过头, 对着周福生吩咐道, 李将军, 使不得, 使不得呀, 老奴怎么能要你的东西? 王德连连白手道, 冬季将至, 我临时沉醋可是有郁寒的作用,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难道王公公不愿接受我的心意吗? 李正故意板着脸说道, 不敢不敢, 王德连声道, 那就拿着。 李正当即拍板, 多谢王公公前来相送这两件兵器, 明日要启程, 我就先回去与妻儿告别了。 说着, 李正直接转身离开了, 也不等王德再拒绝。 唉, 这位皇子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了。 王德心中暗道, 最终, 王德带着几堂灵式陈醋, 离开了郡公府。 目光回转, 秦婉儿房间, 哇哇, 秦婉儿正在哄着小李贤, 翘脸上洋溢着母性的光辉。 婉儿, 李正温柔地喊了一声, 郑哥, 皇上传照你, 没什么事吧? 看到李正回来, 秦婉儿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没事, 李正笑了笑, 来到了婉儿身边, 看着自己的儿子, 脸上也净是温情。 小家伙, 要快些长大哦, 这样就可以好好陪着你娘了, 爹也可以教你学武了。 李正握着儿子的小手, 温和地说着, 而一旁的秦婉儿抬起头, 看了李正一眼, 立刻就看出来情况不对。 郑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是你的妻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你身边。 你告诉我。 秦婉儿温柔地问道, 双目注视着李正。 幽州发生叛乱了, 明日, 我就要启程去幽州评判。 李正有些愧疚地低着头, 战场杀敌变强, 虽是为了以后, 单此刻却是亏钱了秦婉儿, 昨日刚刚成婚, 明月就要离开了, 这哥在婉儿心里肯定也是十分难受。 郑哥, 没事的, 你身为大唐的战将, 皇上赐予了你爵位, 保家卫国, 这是你的责任。 作为妻子, 我自然要全力支持你, 你不要担心我, 我和宝儿会在家里等着你回来。 秦婉儿微笑着, 眼中坚定对着李正说道, 婉儿,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李正有些愧疚道, 但话还没说完, 秦婉儿的妙手, 就放在了李正的嘴巴上, 随后温柔道, 郑哥, 咱们夫妻一场, 根本不用这样说的, 你我本就是一帖。 作为妻子, 我只希望, 你能够在战场上保护自己, 要想着我和孩子, 都在等着你回家。 我们虽然是你的牵挂, 但千万不要成为你的负担, 让你分心。 听到这话, 李正一脸的感动, 直接将秦婉儿和孩子抱在怀里, 这辈子能够娶你, 真好。 李正一脸诚挚说道, 这辈子能够嫁给真哥, 才是我的福气。 秦婉儿也是温柔的硬道, 夫妻两人紧紧抱着, 感受着彼此的心跳, 还有情意。 这时, 李正忽然想到了什么, 一脸严肃地道, 婉儿, 我还有一件事要嘱咐你。 真哥你说吧, 我会记得的。 秦婉儿认真回道, 太子已经去扬州巡视去了, 而他的身体并不是太好, 我担心他会出什么事, 染上病症。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 你要记得这个, 说着, 李正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小锦盒, 郑重地对婉儿的手上一放, 这个是保命的灵药, 不管什么病什么症状, 都可以护出心脉而不死。 如果太子要是以后回来, 真的病了, 不行了, 你一定要立刻入宫, 把这个要喂给他吃。 皇上还有太子, 对我们一家有大恩。 我李正有恩必报, 这就是我报恩的东西。 闻生。 虽然不明白, 李正说出这话的意思, 竟然能预言以后的事情, 但秦婉儿对李正也是深信不疑, 直接点了点头, 真哥的话我都记住了。 当然, 如果没有发生, 你好好留着放在身边, 这东西可是价值连城啊。 李正又说道, 嗯, 秦婉儿又点了点头, 一日, 清晨一大早, 太阳才刚刚挂上了天空, 天色还有些朦胧。 但是, 在郡公府前, 两百多名亲卫已经准备就绪, 手中拿着热腾腾的烧饼吃着, 等待着启程。 这时, 李正从府内走了出来, 赵明, 五元龙, 林冲和周福生则是紧随其后, 秦婉儿也抱着小板和小红走了出来, 周爷爷, 我去了幽州后, 就有劳你照顾家里了, 如果有什么事, 可传达书信给我。 李正转过身, 对着周福生说道, 真哥儿你就放心吧, 老奴一定会好好照顾家里的。 周福生点了点头, 婉儿, 你好生在家, 等我评判之后, 一定会回来的。 李正又温柔地对着秦婉儿说道, 我会一直等你的。 秦婉儿也点头回道, 美目尽是不舍和柔情, 记住我给你交代的事, 不容有任何差错。 最后, 李正有着重对着五元龙说道, 请将军放心。 五元龙正色地点了点头, 随后, 李正也有些不舍地看了秦婉儿和他怀抱中的儿子一样, 转过身, 向着自己的战马走去, 翻身上马。 走, 一声低贺。 李正侧马向着城门方向急驰而去, 两百多亲卫紧紧跟随着李正, 带着密集的踏动声奔赴幽州。 而在长安城北门口, 李克也骑着一匹战马, 身边则有五百羽林军护送相随。 带得到了幽州, 这五百羽林军就会成为李克的亲卫, 保护他的安危。 虽然是早晨, 但城门四周却聚集了许多的老百姓, 有看热闹的, 也有早起劳作的。 李将军, 你来了。 看到李正来到, 李克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吴王殿下来这么早, 倒是让殿下久等了, 抱歉。 李正骑在马上抱拳拱手道。 哎, 李克摆了摆手, 李将军客气了, 本王也是刚到。 那就启程吧。 幽州如今可等不得了, 带得咱们到了后, 我挥下那五万大军, 应该也可到幽州了。 李正说道, 走。 李克点了点头, 拉着马缰绳, 直接侧马而动。 走。 李正也侧马向前急驰, 看着李正和李克离开的背影, 还有那几百轻卫急驰而去, 这也让许多百姓都十分震惊。 那不是李正将军吗? 他怎么离开长安城了? 难道北疆又有战事不成? 前天李将军才大婚, 怎么今天就离开了?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许多老百姓纷纷议论起来, 毕竟如今的李正可是一个名人, 短短一年多时间从一名商骨, 变成了当朝三品归德将军, 统领五万大军, 而且还迎娶了国公之女, 可谓是一步登天了。 他的故事也在民间被传送, 让许多少年都引以为目标。 皇宫之中, 大明宫, 偏殿, 走了。 看着殿外走进来的王德, 李世民出声问道, 吴王殿下和李, 刚刚离开了长安城, 王德公敬回道, 唉, 这偌大的大明宫又只剩下咱一人了。 李世民语气中带着一种落寞之意, 皇上, 李将军虽然出征了, 但是皇上您的皇孙还在长安, 现在皇孙已经几个月大了, 再过几个月就会走路了, 到处皇上看到他就和看到李将军一样。 王德公敬道, 一听这话, 李世民脸上立刻露出了一抹笑容来, 对啊, 咱的皇儿走了, 可是咱的皇孙还在。 等他再长大一点, 咱就将他直接接到皇宫来, 好好陪着咱。 李世民立刻欣慰地想到, 陈高是连, 陈礼静, 奉旨静见, 两个声音在大殿外响起, 宣。 李世民回过神来, 道, 皇上有旨。 两位上书速速敬见, 王德大声喊道, 如今大唐东北游州发生叛乱, 动兵虚粮草, 更需要资重调动, 而这自然要交给户部上书和兵部上书了。 李世民召见两人, 自然是调度战争所需的粮草自重。 每逢大战, 国家的财政必然紧绷, 所以这也是大事。 时间流逝, 转眼间, 时间时间过去了, 幽州, 通城,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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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枚枚石块随着投石机, 狠狠朝着通城城墙飞来, 落在城墙上, 许多大唐的守军被石块砸中, 顿时毙命。 还有很多石块落在城内, 让守城的大唐将士, 付出了很大的伤亡。 城内哀嚎遍地, 到处都是尸体, 到处都是伤兵。 面对如此攻势, 哪怕是大唐也用投石机, 弓箭回应, 却根本不能阻挡敌军的进攻。 看向城前, 十余万大军正在疯狂进攻着, 黑鸭鸭一片, 似乎要将整个通城吞没了。 该死的薛岩驼, 果然是养不熟的豺狼, 他们的投石机, 都是跟着大唐偷学来的呀。 大唐赐予他们这些武器, 是为了保护大唐, 如今却成为了他们, 杀我大唐将士, 落大唐百姓的戾气了。 该死的异族混账。 兄弟们, 不要慌, 给我死死顶住。 本疆已经接到了兵部的吉令, 我们的援军已经在路上, 很快就要到了。 是北伐突厥, 杀的突厥汉, 拿下突厥王庭的北伐军, 带兵统领更是我大唐英雄, 战神李征将军。 只要援军一到, 必可杀的这些蛮族杂碎, 片甲不留。 通城乃是我幽州最后一道门槛, 通城若破, 幽州危矣, 整个幽州数百万老百姓都将遭难。 他们当中有你们的亲人, 朋友, 他们更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唯有死守, 方可保护他们。 兄弟们, 杀敌, 杀光这些杂碎。 城楼上, 这个编程将领挥舞着战刀, 大声嘶吼着。 而他的话, 也极大鼓舞了士气。 杀, 杀光一族杂碎。 杀, 城楼上, 无数血勇的大唐将士嘶吼着。 他们有些人, 已经浑身是血, 身上还插着剑, 伤而不退, 疯狂向着城下放剑。 还有许多将士, 搬着巨石, 全力地防守御敌, 他们是豁出了性命守卫这一座城池。 而在城前, 敌军的伤亡也不小, 但是在十几万的兵力基础上, 让他们毫无顾忌。 血沿驼是中国历史上活跃在北方的游牧民族, 活动区域最初在墨北土纳河流域, 从事游牧。 原为铁勒诸部之一, 游靴, 沿驼两部合并而来, 原先受DTZ统治。 后来突厥日益压迫, 血沿驼部奋起反击, 可是实力悬殊, 走投无路之际, 与大唐联系投靠了大唐, 并受到大唐的保护。 因为有了大唐的庇护, 突厥也不敢再威胁侵略血沿驼部。 几年下来, 血沿驼部迅速恢复生机。 到贞观年间, 血沿驼部已经恢复到了几十万名。 而这些血沿驼人几乎全民皆兵, 上马皆可战, 故而也整合了十几万兵马。 随着DTZ被大唐给打残了, 血沿驼部看到了做大的希望, 在突厥残步的加入下, 没有丝毫预警地突然反叛大唐, 进攻大唐东北重镇幽州。 进攻, 攻破通城, 幽州都是我血沿驼的了。 而狼们, 攻下了这座城池, 我让你们好吃好喝, 让你们大肆掠夺, 这些大唐的没人都是我们的。 血沿驼部的首领以诗波, 疯狂大笑地嘶吼着, 他长得魁梧, 虎背熊妖。 而在他身后, 同样是两个虎背熊妖的将领。 草原民族, 相对于中原炎黄一族的有秩序之力, 他们所信奉的更是强者为尊, 部落首领的勇力绝对不能弱了。 杀, 给我杀, 杀光他们。 当初我们不得已投降, 如今我们得到突厥的支持, 还怕他大唐的屁啊, 夺取幽州和大唐分庭抗礼。 不错, 另外两个部落首领也是疯狂地大笑着, 对于攻破这通城十分自信。 薛延陀大军进攻迅速, 皆是汉族, 云梯搭建在了城墙上, 冲车也在疯狂冲击着城门, 每一个大唐将士都在疯狂死守着, 上百个将士死死撑住城门不破, 城楼上更是近身血战。 今日, 已经是这通城将士将守城池不破的第六日了, 面对薛延陀十几万兵马的疯狂进攻, 能殴守卫这么久,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这都是大唐将士用命和汉勇换来的。 杀, 杀光这些忘恩负义的杂碎。 杀呀! 通城守将嘶吼着, 挥舞着手中战刀将从云梯上爬上来的敌军斩杀。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敌军攀上了城楼, 城门的撞击声也愈发巨大, 城破之警似乎随时都要发声。 但守将还有大唐将士除了死守以外, 根本无力改变。 大战持续着, 如同绞肉机一样的战场杀戮也在持续着。 随着一声轰鸣, 轰, 城门轰然被撞开, 里面死死撑着城门的上百个将士直接被撞倒, 外面的敌军已经露出了猙獰的獠牙, 要冲入城中。 而这时, 咻! 十道灵力的剑光从许多大唐将士的头顶越过。 啊! 剑矢准确地将冲车前视个敌军的咽喉洞穿, 剑矢直接向后射去, 强大的力量下又瞬间穿透了十几个人。 火摇! 一声爆喝从许多大唐守军的后方传来, 许多将士的目光纷纷看了过去, 只看见一个身着麒麟铠甲的年轻将领, 手持大功, 迅速靠近而来。 而身后簇拥的骑兵都是身着轻卫甲咒, 每一个手中都拿着一壶火油, 还有烈酒, 所有人散开。 李征一声高喝, 闻声, 汇聚在城中防守的将士, 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听到这命令似乎不约而同的遵守。 李征一马当先, 身边轻卫则是带着一种难言的气魄, 迅速向着洞开的城门冲去。 在即将靠近城门后, 扔! 李征大喝一声, 身边的轻卫纷纷用出全力, 将火油和手中的烈酒坛子对着城门外扔去。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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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听见一阵阵破碎的声音, 火油夹杂着烈酒迅速地在城外散开, 眨眼间就是几时坛酒和火油散开。 许多敌军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烈酒沾染了脚上。 正在他们惊恐间, 李征手中已经多了一个火折子, 他平静地拿出来, 对着那城外一扔, 火折子带着微微的火焰, 从许多大唐将士的头顶划过。 火星还在半空飘散, 当火折子即将落在城外的一瞬, 那些敌军也发现了, 眼中也露出了惊恐, 想要后退却已经来不及。 火折子落地的那一刻, 哗! 一股火焰瞬间在城门外燃烧了起来。 啊,啊,救我! 眨眼间, 上百个想要城市冲入城中的敌军, 就被烈火吞噬, 疯狂扑腾挣扎, 但在这烈火下, 无济于事, 只能发出惨叫声。 刚刚城门被攻破的危机, 瞬间瓦解。 而这时, 城内的将士们, 想要将城门重新关上。 现在听本将指挥, 顿阵封城留下一处缺口, 弓箭守于顿阵之中, 敌军来一个, 杀一个。 李征见此, 大声开口道, 属下领命。 看到李征忽然来到的力挽狂澜, 许多将士也对他的话十分信任, 原本有些涣散的军心也瞬间凝聚了起来。 再后的上千顿军立刻上前, 构成了一个铜墙铁壁, 将城门完全包围, 弓箭守也站在了顿军之后。 赵铭, 你再次督战。 两百轻卫随本降下马上城楼。 李征又大声喝道, 直接翻身下马, 将青龙刀放下, 继而拔出腰间玄铁宝剑, 大步向着城楼冲去。 城楼上, 战况也不容乐观, 已经登上了上千敌军, 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登上来。 上面的将士已经难以抵挡, 而在李征看到后, 直接挥舞着玄铁宝剑, 向着那些敌军迎去。 众将士, 随我杀。 李征大喝一声, 手中玄铁宝剑舞动, 冲入了几个敌军面前, 轻而易举, 宝剑斩落间, 几颗人头落地。 而两百轻卫则是追随着李征, 城镇行清理城楼上的敌军。 他们得到李征传授的武功, 虽然许多还会踏入后天境, 但他们的力量也是大增。 而且, 他们本身就是北伐军中的精锐, 百战学勇之士。 他们的加入, 城楼上的战局立刻大变。 忽如其来的强员, 让城楼上许多将士都十分震惊。 但这时, 李征开口了, 无奈归得将军李征, 众大唐将士听令, 杀光贼寇。 杀? 李征抱贺着, 身形锁过, 轻易将一个个登上来的敌军斩首收割, 杀敌一人, 便有一点经验值, 李征也为之疯狂。 轻易间就斩杀了数十个敌军。 而听到他的声音后, 城楼上原本绝望的大唐将士们, 如同注入了一针强心计。 兄弟们, 援军来了, 是李征将军, 我大唐的战神将突厥和斩杀, 将突厥朝堂一锅端了的战神。 李将军来了, 通城守住了, 我们大家都有救了。 兄弟们狠狠斩杀这群杂碎。 杀呀, 通城的守军顿时精神一震, 大声嘶吼着。 在李世民圣旨昭告天下之后, 李征的名声传天下, 特别是在军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战神的象征了。 无数士族都以李征为目标, 偶像, 杀敌报国, 建功立业。 听到是他来了, 自然让守城的将士们无不振奋。 只是请客见, 城楼上原本登上来的千余薛岩陀部族, 很快就被斩杀一空。 而李征带来的两百轻卫迅速分散, 将那些逐渐登上来的敌军逐一斩杀。 而李征手持李世民赐予的宝宫, 目光凝视着城前。 很快, 目光便锁定了一个正在指挥进攻的薛岩陀将领。 身边的将士们都有一种极为敬畏的眼神看着李征, 以往他们只听过有关于李征的传说都睡汗勇无比, 但今日他们亲眼所见, 顷刻间就斩杀了数十个壮硕的敌军, 而且还十分的轻松。 这等勇力, 让他们轻佩而且敬畏。 而这时, 李征弯弓搭剑, 一支剑搭在了弓楦之上。 给我死! 李征冷喝一声, 咻! 一声暴响, 一道剑光破空而出, 向着城前击视而去, 目光一转, 进攻, 都给我进攻, 不要乱, 进攻! 通城城下薛岩陀攻城的将领, 手里举着弯刀, 大声嘶吼着, 都军进攻。 但下一刻, 一道荧光闪过, 瞬间扑面而来, 这名将领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感觉眼前一道闪电袭来。 扑斥一声, 这名薛岩陀攻城指挥的将领的咽喉, 被瞬间贯穿,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他带飞了出去。 相隔百丈有余, 弓箭手根本是遥不可及的距离, 一箭毙命。 厄尔齐将军死了, 站在薛岩陀攻城指挥厄尔齐周围的亲卫, 立刻慌乱无比地喊道。 这通城本就被他们连续进攻了六日, 久攻不下, 军心本就有些涣散, 如今指挥攻城的将领都死了, 自然让军心和士气再次遭受打击。 传言果然是真的, 李征将军是大唐北伐军第一神剑手, 相隔百丈, 如此远的距离, 竟然直接将这群砸碎的统领大将给射杀了。 神力, 更是神剑术啊。 亲眼目睹李征放剑的大唐将士们, 无不震惊敬畏地看着, 宛若看到了神人一样, 一剑必敌战将。 李征并没有高兴, 而是转而又从剑湖提出了一只剑, 目光一鸣, 杀鸡一险。 在前沿阵地, 有薛岩陀的将领在指挥攻城, 目标锁定。 咻! 一道箭矢再次破空而出, 再看向敌军指挥军阵所在。 随着那统兵大将一死, 军心涣散间, 副将立刻策马上前, 大声喝道, 不要乱, 维持阵行, 继续静, 但话音还未落下, 一道闪电迎面扑来, 咻! 如同他之前的攻城统领一样的下场, 被一剑穿猴, 整个人也被带飞了出去。 而李征则是继续张弓搭箭, 锁定着敌军的统兵将领, 弓箭就如同现代的狙击枪一样, 箭落必必命, 如今他是先天武者, 哪怕不使用内力加持, 都有着千斤之力, 而且手中的宝弓更是八弹弓, 整个大堂能够拉起来的人只怕没有多少。 这等神器在李征手里更是展现威力。 眨眼间, 敌军的统兵将领就被连连剑杀了上诗人, 敌军士族看到后全部都难以掩饰恐惧之色。 而在后方军阵, 薛炎驼步三个部落首领, 此刻眉头紧皱, 战况他们自然是都看到了。 一个个汉勇的战将都被射杀了, 没有一个人出去指挥必被准确射杀。 这等神剑神力足以让每一个统兵将领心慌。 对于军队而言,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 统兵将领就是义军的真正中枢。 统将死了, 对军心很大影响。 他死了, 副将顶上, 可如今顶上来的将领不下十人了。 军心一溃, 进攻也变得杂乱无章。 撤! 薛妍陀大首领疑难无奈地下令, 明经收兵的肋骨声瞬间响起, 城前的敌军如潮水一样地退去, 而李征可不会放过他们, 直接十箭连珠, 尽可能地收割敌军生机。 这些可都是经验值。 每一箭放出, 强大的力量下, 一箭能击杀的敌人还不止一人, 乱军之中, 一箭直接贯穿数个敌军生机。 看着李征这神乎其神的剑技, 城楼上的将士们都是一脸敬畏地看着, 犹如看到了天人, 全部都被李征的力量惊呆了。 放箭, 能杀多少杀多少? 看到许多呆愣下来的大唐将士, 李征大声喝道。 这一声也让城楼上的将士们恍然回神, 纷纷张弓搭箭, 向着敌军射箭。 还有投尸机也重新使用了起来, 轰鸣声, 痛击这些逃亡的落水狗。 城前, 留下了无数逃走的敌军尸体, 堆积如山。 还有许多敌军士族被乱箭锁伤, 断了腿脚, 在尸堆之中哀嚎不断。 李征目光扫视着, 仍然是提箭射杀着敌人。 时间眨眼间就过去了半个时辰, 看着天上的太阳也逐渐地下落, 已经临近傍晚了。 而城前的敌军也彻底地退去了。 这通城再一次成功守住。 大战之后, 许多将士都无比疲乏地坐在地上, 就好似失去了力气一样。 末将丁宇参见李将军。 通城守将来到了李征的面前, 攻身一拜。 眼中更是透出了对李征的感激, 还有敬意。 如果不是李征来到, 城门已被攻破, 城楼只怕也要失守。 不是李征见避了敌军将领, 令敌军军心涣散, 这一战只怕真的守不住了。 丁将军辛苦了。 李征微微一笑, 对着丁宇一抬手。 身为军人, 保家卫国, 职责所在。 丁宇正色地回道, 李征扫了一眼城楼上的情况, 大声道, 先行安排受伤将士待下去治疗, 其他将士休整。 李将军的话听到了没有, 速速安排受伤将士治疗, 其他将士就地休整。 还有, 把城中所有的疗伤的药材, 全部调到军营, 并上奏朝廷, 请求调拨疗伤药材。 丁宇立刻转身, 对身后的副将吩咐道, 是, 副将立刻去照办了, 我军伤亡情况如何? 李征又问道, 他既然老了, 自然就是要接管大军的攻守情况。 回李将军, 守城将士们伤亡惨重。 原本在幽州, 我大唐有守军三万五千人, 加上衙役, 还有应照的兵民有近四万人。 薛烟陀的叛变很突然, 我们驻守在薛烟陀的部落的五千兵力, 全军覆没, 靠近薛烟陀部落的五座城池都被他们攻占了, 又有数千将士阵亡。 这六日以来, 薛烟陀叛军一直猛攻通城, 驻守在城中的两万多将士伤亡超过半数, 具体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 末将还有将士们都是想着保护身后的幽州, 想着援军增援才苦撑于此啊。 这些该死的一族砸碎, 他们拿着我大唐的兵器, 用着我大唐的赐语来对付我大唐, 那么多兄弟都死在了他们手上, 他们真该死。 丁羽语气带着哽咽道, 这些日子以来, 短短半个月时间, 大唐将士的损失惨重, 伤亡太大了。 作为幽州的守将, 看着袍则兄弟们生死, 丁羽心中也是有着无限的怨愤。 对于这些叛变的砸碎, 他恨不得都杀光。 而且, 沦陷在叛军掌控下的城池, 那数十万百姓, 他们更苦。 这些该死的砸碎不会把那些同族百姓当人看的。 可身为军人, 我们却无能为力。 丁羽又无比惭愧地说道, 看着丁羽的样子, 李征自然也是有着一种共鸣来。 放心吧, 阵亡的将士们的仇, 还有那些惨死在他们屠戮下百姓的仇, 本将会替他们报的。 血债, 必须要写长。 李征眼中也闪烁着愤怒和杀鸡。 对于李征而言, 对于反叛, 心中绝无任何的容忍。 在历史上, 薛颜驼步发生叛乱后, 后来朝廷出兵镇压, 他们意识到不是朝廷的对手, 又投降了, 之后也老实了下来。 但是那些死在他们手中的将士, 死在他们手中的无数百姓冤魂, 却是无法平息, 因为他们的命都回不来了。 如今既然是李征来到了幽州, 而且还是得到了当今皇上的圣旨, 统领五万大军, 圣旨不受吴王钳制, 直接授命于皇上。 凭借这一点, 就算打服了这些杂碎, 李征也要给他们一个血的教训。 血债, 必须要用血来偿还。 如若他们真的屠入了哪些手无寸铁的百姓, 李征也会一血还血, 以牙还牙。 这, 就是因果报应。 将军, 你麾下大军都已经到了吗? 为何此刻只有你的这些亲卫? 丁宇又恭敬地问道, 晚上他们就可赶赴铜城, 虽然同在北疆, 但毕竟路途也很遥远。 李征道, 末将接到朝廷兵部传来的诏令, 吴王殿下也会一同来到镇守幽州。 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丁宇问道, 是真的, 他与本将同行而来, 只不过脚力稍微慢了许多, 今天晚上也可到达铜城了。 等他来了, 本将再制定战略。 就目前来看, 叛军士气大损, 暂时不会进攻了。 李征说道, 吴王李克, 毕竟生在皇族, 可是妥妥地没有吃过什么苦。 这一次从长安赶路而来, 一路上日夜兼程的吉星军, 李征受得了, 轻卫受得了, 但是李克却是受不了了。 为了尽快赶到战场坐镇指挥, 李征自然是带着轻卫, 先一步赶了过来。 末将明白了, 丁宇恭敬地点了点头, 赵明, 拿上剩下的金创药去伤兵营, 用我先锋军疗伤之法去治疗, 还是老规矩, 重伤流血不止的袍泽兄弟, 优先使用金创药, 轻伤者勿用。 这金创药已经没有多少了。 李征对着赵明说道, 是, 赵明立刻带着麾下轻卫去了。 丁将军, 你也疲乏了, 下去安排一番, 就先去休息吧。 本将留在这城楼上观察敌军情况, 李征又对着丁宇说道, 末将领命, 丁宇恭敬领命。 感受到了李征的自信, 丁宇的心也是稍微安定了下来。 这些日子以来, 他一直都是紧绷着, 吃住都在这城楼上, 生怕被叛军有机可乘。 而李征站在这破败的城楼上, 目光凝视着城前扫视着, 但发现还在尸体堆之中挣扎的叛军伤兵。 李征再次提起了弓母, 抽出剑。 咻! 一剑破空, 尸体之中一个挣扎的一族伤兵, 顿时允命, 被利剑射穿咽喉毙命的。 解决完一人, 李征并没有停下来, 仍然扫视着, 发现一人直接射杀一人。 既然赶来犯, 李征就不会让他们活着回去。 时间也在这一刻悄然流逝。 随着太阳落下, 夜幕降临。 咻! 又是一剑射下, 一个想着趁着夜色逃命的叛军伤兵 被李征一剑穿喉, 也就是这一人被李征毙命。 李征准备收手的一刻, 恭喜宿主用剑击杀超300人, 获得被动技能鹰眼。 系统提示声忽然响起。 紧接着, 一个被动技能直接被李征掌握了。 这一刻, 李征在看向城前的夜幕之下, 看到的事物似乎都变了, 原本的漆黑一片, 就好似眼睛上装着一个夜视仪。 鹰眼目光之下, 可以看到城前尸体堆里许多叛军伤兵 正在挣扎地向着后方逃窜, 还有许多站起来, 快步逃走。 显然, 在这一场残酷大战之中, 装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他们白天躺在尸体堆里一动不动, 就是等着夜幕降临, 这就是最好的逃生机会。 原本我还准备收手的, 看样子, 你们是真的命由此见。 夜幕之下, 李征看得一清二楚, 那些亡命逃窜的叛军士族, 这漆黑夜色之下, 根本发现不了, 但在李征眼前, 却是清晰可见, 只见原本收起公母的李征, 再次提起了弓箭。 咻! 夜色之下, 只听见弓炫的颤动之声, 逃回去就可以活命了, 幸好我聪明, 躺在死人堆里一动不动, 这才保住了一命, 快逃! 一个叛军士兵, 此刻带着一种死里逃生的侥幸, 亡命逃窜着, 但下一刻, 扑驰一声, 一股剧痛, 直接席卷了这个士兵, 他睁大眼睛, 显然有些难以置信, 手还挣扎着, 想要拔出咽喉的箭, 但最终没有任何挣扎的机会, 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不仅是他一人, 李征攻起箭落, 继续带走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叛军士族的生命, 每一个人都是一点经验值, 李征绝对不会放过, 又过去了两个时辰, 城楼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李征, 本王终于追上你了, 李克有些疲惫的声音传到了李征的耳边, 闻声, 李征放下了弓箭, 转过身, 微微一笑, 吴王殿下辛苦了, 和你一比, 本王可算不得辛苦, 看样子, 本王还是需要好好在军中磨了一番啊, 李克走过来, 有些感叹道, 一路急行军, 差点没让李克直接泪趴下, 哪怕是骑着马, 都让他感觉异常的疲乏, 吴王殿下还很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磨练, 李征笑了笑, 一听这话, 李克倒是有些古怪,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话怎么和我父皇一样的语气, 算算年龄, 你也和本王差不多大而已, 不过在心底, 李克却是在吐槽, 果然是父皇的亲儿子, 这说教的性格倒是一模一样, 吴王殿下, 有一句话说得好, 打者为师, 末将虽然跟你差不多大年岁, 但看到的事情可比你多多了, 李征笑着回道, 与李克也相处了一些时日, 李征自然也看出来, 这个王爷并不是那种坏脾气的, 不仅性格温和, 还很好说话, 一路上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谦逊有理, 得了, 我早就说了, 没有其他人, 就别叫我什么殿下不殿下的, 直接叫我李克, 如果你客气的话, 倒是可以叫我一声哥哥, 毕竟我的年纪比你大, 李克笑呵呵道, 啥, 你年岁比我大, 开玩笑吧, 怎么看, 也是我比你大, 你应该叫我一声哥哥才对呢, 李征没好气地回道, 不过脸上也带着一种促瞎, 一听这话, 李克差点气急了, 如果不是父皇给他下了封口令, 暂时不允许让李征知道, 他真的要忍不住对着李征怒斥, 你这臭小子, 你的档案可是在兵部写得明明白白, 本王就是比你大, 得了, 我不与你争论了, 以后我一定要翻出你的档案, 就自然知道咱俩谁大谁小了, 李征妥协了, 这还差不多, 那现在就是我比你大, 李克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然后看着夜幕之下的城前, 我刚刚来, 这一战让我幽州损失惨重啊, 不仅陷落了五座城池, 还阵亡了近两万将士, 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血烟驼部有十几万兵马, 就算等你麾下的五万兵马增援而来, 我们在兵力上, 也还是不及血烟驼的兵力啊, 李克神情凝重地说道, 殿下心中可有想法, 李征淡淡一笑, 虽是询问, 但在李征心底, 早就有了打算, 我打算先行在幽州目击轻壮五万, 后备兵族, 如若真的到了危急时刻, 可将他们直接编入军中, 先行这非常之举, 父皇也会理解的, 再而, 我会向父皇请求, 再调兵马增援, 至少还需要十万大军, 才能够彻底将这些叛军镇压下去, 李克严肃说道, 殿下, 你要知道, 原水解不了近火, 如今靖阳兵力抽调最近, 想要从从其他地方调兵, 时间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才能到幽州, 殿下所说的募兵更是没有那么简单, 募兵虽渴, 但也只能作为后辈之用, 不可能与这些薛颜驼的叛军汉族对抗, 李征沉声道, 听到这话, 李克脸色一变, 他一路上苦苦想着的办法, 就这样被李征抨击为无用, 那该怎么办, 难道你真的打算凭借两万幽州守军和你的五万大军来击溃十几万叛军不成, 李克忍不住问道, 以少胜多, 难道不行吗, 李征自信地笑着, 凝视着城前, 心中早有计较了, 这一战, 李征要借助经验暴击卡, 来尽可能杀敌提升等级, 镇压叛军的战功, 李征也要了, 城外, 薛颜驼大赢, 薛颜驼首领宜南, 错摩之和拔拙, 以及麾下战将都坐在了一起, 脸色却是异常地沉重, 七天了, 大唐区区三万兵力, 一个小小的通城, 我薛颜驼十八万大军, 竟然连攻七日都未曾攻破, 而且还损亡了近两万勇士, 伤了一万多, 疑难脸色阴沉地说道, 大唐军队依靠城池聚守, 而且还有许多防守军械运送进入通城, 想要攻破的确很难, 错摩之脸色同样十分难看, 我已经收到了情报, 大唐的近阳方面的援军就快到了, 而且, 这可能只是第一批, 如果李世民再调遣大军来, 这对我们绝不是好事, 我们必须尽快拿下幽州城, 凭着幽州地势险要, 才能够和大唐分庭抗礼, 疑难严肃说道, 今天那大唐军的剑,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吗? 我麾下十几个骁勇不见, 都被他射杀了, 相隔有百丈远, 他竟然能够射杀我军战将, 这是大唐军的神剑手啊, 工程总指挥拔拙, 十分忌惮说道, 下一次进攻, 所有统兵战将, 全部在至少150帐开外, 而且还要用盾牌护住, 原本今日便可破城, 就是因为那大唐的神剑手, 杀了我的前线将领, 才让军心涣散的, 但只要有所准备, 就无需担心了, 宜南郑重说道, 今日一败, 让我军心涣散, 士气大损, 必须重整旗鼓, 再行进攻, 拔拙说道, 不行, 宜南和错摩之立刻出声反对, 为何? 拔拙有些诧异问道, 大唐援军将至, 如果拖延下去, 这对我军极为不利, 必须尽快整军进攻才对, 而且, 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入冬了, 到了那时候, 天降大雪, 以示波汉, 想要攻击我们, 粮草资重都变得很难, 我们必须尽快攻占幽州城, 那样才可固守, 静夜就整军, 明日赏午, 立刻攻城, 此刻如果我们休整, 那不是给我们喘息时间, 而是给大唐军队喘息的机会, 我们必须继续进攻, 一鼓作气, 大首领宜南无比严肃说道, 不错, 错摩之也立刻附和, 就依你们吧, 如今, 我们已经与大唐不死不休了,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大不了, 我们就撤回东北丛林, 怕他个球, 攻城指挥拔卓一咬牙, 也点头了, 通城外, 正值深夜, 吴万从靖阳征召而来的大军, 已经列于城前, 黑夜之下, 火把却照耀着这些, 风尘仆仆急行军而来的将士们, 城楼上, 李征还有吴王李克, 李征的副将苏定芳站着, 将士们, 可还记得本将, 李征站在城楼上, 大声喊道, 李将军, 战神, 战神, 李将军, 唐军威武, 城下五万将士高举着手中的兵器, 火把, 大声嘶吼道, 李征战神之名已经广传天下, 天下百姓都视李征为英雄, 更别说一直与李征相伴站的袍则兄弟了, 再重新见到李征的那一刻, 这五万将士心底的勇武都被点燃, 士气冲天, 好, 李征大笑一声, 城前那高呼声瞬间戛然而止, 透着夜色之下, 五万道目光都在注视着城楼上的身影, 敬畏无比, 狗杂种的薛颜驼, 突厥强盛时, 薛颜驼这些狗杂种落魄不堪, 我大唐恩泽, 收留他们在我大唐境内居住, 以大唐百姓之恩赋予薛颜驼, 给予他们新生, 但, 李征话音一转, 语气变得伶俐而愤怒, 狗杂种的薛颜驼, 不思我大唐天安浩荡, 不思大唐恩泽有加, 怕我大唐, 薛颜驼反叛, 我大唐镇守薛颜驼属地的五千将士, 被这些忘恩负义的畜生所杀, 边境五城之地, 为这些畜生攻占, 屠我城池, 杀戮我百姓, 这一族狗杂种犯下罪行为类, 大唐子民, 炎黄子孙, 身体里都流淌着我炎黄血脉, 皆是五等的族裔兄弟, 皆是五等血脉之亲, 将士们, 你们告诉我, 对待这些禽兽, 狗杂种, 我们该是如何? 李征无比愤怒地嘶吼着, 杀,杀,杀, 杀光这些狗杂种, 杀光这些忘恩负义的一族杂碎, 杀光他们, 唐军威武, 将军威武, 杀, 听着李征的话, 城前五万将士, 还有城中的大唐将士们, 被点燃了怒火, 他们高举着兵器, 发疯样地嘶吼起来, 充满了仇恨, 充满了嗜血复仇的恨意, 整个通城, 笼罩着一片喊杀之声, 这是将士们要复仇的宣告, 这就是李征的统兵之能吗? 三言两语之间, 竟然调动了如此势气, 李征在民间, 在军中, 学到了更多, 他日与父皇相认, 在交以处政之道, 必是一个文武双全之能臣, 而且, 凭着李征的气魄, 以后也不会对我们这些做哥哥的怎么样的, 李克转过头, 看着身边异常威严的李征, 心中不由的暗道, 对于李征战神之名, 还有统兵友方的传闻, 李克也仅仅是耳闻, 但如今却是真正的见到了, 还得是李征啊, 我不如, 苏定方见此, 心底黯然的长叹一声, 自从李征前往长安之后, 这五万大军就归于苏定方在操练, 但是在他手中这一支军队, 表现得与靖阳其他军队一样, 并没有李征所统领的那般精锐, 也没有那般高昂的士气, 那般无惧一切的勇气, 但是随着李征重新接管, 曾经让李靖, 让张公靖, 魏孝杰他们都万分好奇的强军似乎又回来了, 这除了李征本身的能力外, 还有系统称号的加成, 在当初李征关禁归德将军后, 自然又获得了全新称号, 称号, 大唐归德将军, 属性, 归德将军之权, 统领五万军, 樊宿主统帅大军, 战力递增一倍, 士气递增两倍, 麾下士兵杀敌宿主可获得杀敌经验值十分之一, 在李征接管大军的一刻, 这属性的力量也无形之中展现了, 听着这震天的喊杀声, 李征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冷笑, 说得好, 血债, 那必须用血来偿还, 在本将接受皇上旨意奔赴幽州之时, 得到皇上赐予, 给予吴麾下大军命名之权, 今日, 只此叛逆一族, 践踏我大唐疆土, 杀我大唐子民, 本将也想到了大军的名号, 荡寇军, 今日之后, 我李征就是荡寇军的大将军, 你等皆是荡寇军将士, 血炎陀, 天下与我大唐为敌之人, 皆为逆, 对叛逆者, 唯有杀, 我荡寇军的存在, 便是要让大明之外的一族, 闻风丧胆, 李征威严喝道, 荡寇军, 荡寇军, 唐军威武, 将军威武, 五万将士齐声高呼, 士气冲天, 今日夜色已深, 诸位袍则兄弟一路疲乏, 无允许你等休整一夜, 明日之战, 本将会一如既往, 带着你们荡平敌寇, 原地安营扎寨, 李征知道,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当即下令休息, 谨尊将军将令, 所有将士齐声回道, 开始有序安营扎寨, 荡寇军, 好一个荡寇军, 李征, 不说别的, 看着你统帅大军有如此士气, 本王对守住通诚更有信心了, 李克笑着说道, 守? 李征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 从头到尾, 我可都没打算去守, 凭我军现有的兵力, 加起来不过七万, 不守的话, 难道还能进攻不成? 李克有些诧异地看着, 那薛颜驼杂碎, 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李征冷笑着道, 将军的意思是,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苏定方立刻想到了什么, 行军打仗, 打得可不仅仅是兵力, 还有士气, 军心更有一个出其不意, 如今荡寇军五万将士, 对这些异族, 砸碎仇身四海, 军心可用, 士气可用, 我料定, 明日薛颜驼步还会进攻, 他们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 就在他们进攻的时候, 以为我们又要誓死防守之势, 杀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吾王殿下, 这就是我的战略, 你觉得如何? 李征看向了李克问道, 看你这样子, 就算本王不同意, 你也会带着这五万荡寇军出城杀敌, 阵前战略不一, 这可是兵家大计, 本王出来乍到, 也不懂什么统兵掠阵, 总之, 城中还有两万多箭士, 都交给你同龄, 李克带着几分美好气地说道, 多谢吾王殿下, 李征满意的一笑, 又看向身边的苏定芳, 苏将军, 你有何见解? 当日, 你带着区区三千青旗, 就赶身入漠北不毛之地, 还捣毁了突厥漠北王庭, 如今兵力可是有七万之多, 这胜率可比你深入漠北追击突厥, 强多了, 我作为你的副手, 又怎会不同意? 李征笑着回道, 如此就好, 我们再来制定一个战略。 李征更是满意了, 然后开始了布置, 还有对苏定芳等将军的安排, 明日, 我带着五万大军出其不意突袭, 幽州两万将士留下五千守城, 剩下一万五千人则位于通城之后, 绕到被薛妍驮攻克的延庆城, 趁着其兵力空虚, 夺取延庆城, 阻断薛妍驮的退路。 吴王殿下, 你留在通城镇守, 并且负责之后的粮草调动。 李征沉生说道, 为何本王要留在通城? 李征, 你这家伙可不要小瞧了本王。 虽然本王刚来幽州担任都督, 但本王也是学习了武略的。 李克十分不爽地说道, 战场之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吴王殿下有任何差错, 我都无法向皇上交代, 所以你留在通城镇守, 而且有你镇守, 则可以更好地解我们的后顾之忧。 这比随我出征强多了, 你在我身边, 我还要随时保护吴王殿下的安危, 还怎么上阵杀敌? 李征立刻笑着说道, 你这家伙, 李克无奈地看着李征, 真的想把心里话骂出来。 你怕我出事, 无法向父皇交代, 我可是怕你出事, 没法向父皇交代啊, 在父皇的心底。 你可是比我重要多了, 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 我这辈子都无法得到父皇的原谅了。 好了, 就这样决定了, 不管李克的表情如何, 李征一锤定音。 正如李征所言, 李克是一个皇子, 还是来幽州救人都督的, 李世民为以重任。 这精知欲业的身份, 如果在战场上出了事情, 李征真的没有办法向李世民交代, 哪怕是真的荡平了这叛乱的血缘驼步, 如果一个皇子死了, 以李世民的性格, 也会对自己有些心思的。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再而, 这李克才从长安城过来, 可没有像自己一样久经战阵, 带着他上战场, 还要分心保护他, 李征可没有那么蠢, 只不过不能说得太直白, 那样就不好了。 苏将军, 你还有何提议? 李征看着苏定方问道, 毕竟是自己的副将, 以前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酒精沙场的战将, 有些问题还是要征询他的意见。 末将谨尊将军吩咐, 苏定方直接拱手抱拳。 好了,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我等一下再去城楼巡视一番。 李征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等等, 李征直接喊道, 吴王殿下,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李征转过头, 问道, 你领兵出征可以, 出其不意进攻也可以, 但是本王那五百羽灵军, 你必须带上, 他们可以保护你。 如果你不答应, 本王可就随你一同出征了。 李征一脸严肃地说道, 看起来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 李征真的有些无奈了。 这才认识几天啊, 李克对自己的态度不仅十分好。 而且现在, 竟然还要把李世民赐予的雨林军都用来保护自己。 自己想要拒绝, 可看着李克这坚定的眼神, 如果自己不答应, 只怕他真的会一起上战场。 那末将就多谢吴王殿下了, 李征只能报权道谢, 诸位好生休息一夜, 我就去北门城楼巡视了。 李征对着众人一笑, 然后就向着城楼走去。 吴王殿下对李将军还真的是厚爱啊, 竟然将自己的雨林军来保护将军。 苏定方有些感慨说道, 李将军可是父皇看重的能臣, 如若折在了这一方战场上, 那就是我大唐的损失, 那本王又怎么向父皇交代。 李克义正词言的一笑, 不过在心底, 他却是有苦说不出啊, 哎, 你们是这不知道啊, 李征家伙的命可比本王重要多了, 在父皇眼里, 别说本王了, 这天下除了太子以外, 任何人的命都比不上李征。 如果李征真的出了事, 那本王可就完了。 回到了北门城楼, 将军, 将士看到李征, 纷纷攻身参拜, 眼中都是敬意, 兄弟们都随意显, 今天本将与你们一同守楼。 李征笑着摆了摆手, 随后就靠在城楼坐了下来。 众将士也纷纷散开, 不过看着李征的目光自然是十分好奇。 毕竟李征可是传说中的人物啊, 不过李征并没有去关心这些, 而是沉浸在自己的身上。 打开属性, 李征道, 映入李征的目光之中, 姓名, 李征, 年龄, 十六岁, 等级, 十二级, 功法, 九重九阳神功, 先天境二重境, 技能, 圆满剑术, 十剑连珠, 可加持内力于剑, 道纵其数, 最高境, 武当剑, 六级, 达摩拳, 六级, 六脉神剑, 四级, 轻弓纵云梯, 三级, 升至十三级所需经验值, 四百六十, 两千五百九十, 技能点, 三十点, 消耗技能点, 能够提升任何技能, 只差四百多, 就可以升一级了, 今天还不错, 李征满意一笑, 今天在城楼上, 用弓箭杀敌, 获得了经验值超过七百点, 这可比得上李征半个多月的修炼了, 明天才是真正的升级时刻, 双倍经验爆击卡, 五天时间, 利用这一次机会, 希望能够多升几级啊, 战争, 可是来一次少一次了, 李征心中暗道, 对于明天的大战, 充满了渴望, 也对经验爆击卡, 充满了期待, 一日, 一夜休整, 随着五万荡寇军援军制, 也让城中的两万多将士, 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 恢复了几分气力, 所有将士吃过早饭后, 便开始在李征的将领下调动了起来, 城中各处, 遍布红色战甲的大唐将士, 他们遍布城中各个街道, 每一个都是英姿勃发, 同样也是杀气腾腾, 整个城中都被一股无形的军威所笼罩, 而在城中的民房内, 许多百姓不敢出来, 只是透过窗户和缝隙, 偷偷地看着, 但是在他们大多数人都目光之中, 都充满了感激, 他们自然知道这些军队是在保护他们的, 若是城池陷落, 他们就完了, 而在城门口, 他们瞩目的位置所在, 李征一身麒麟盔甲, 手提青龙刀, 马上还挂着一张大弓, 背上的剑弧之中都装满了剑士, 李征锐利的目光扫过大军, 却眉头一皱, 原本我挥下骑兵三万, 为何感觉少了许多? 李征看着身边的苏定方问道, 回将军, 大军调拨之前, 大总管做了调整, 留下一万骑兵, 以一万不足替代了, 苏定方立刻回道, 李总管安排的, 李征心底一动, 不知李征这么做是何缘故, 既然用一万部族替换, 那就这样用吧, 看着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但是在战力方面, 却是有着很大的改变, 在这北疆之地, 并非南方的丘陵山地, 便是属于骑兵的主场, 部族的战力是远远不如骑兵的, 此事如果李世民知道, 只怕也会动怒几分吧, 算了, 看在李征以往对我的情分上, 此事我就不上奏了, 这也算偿还他当初的人情, 李征想了想, 将此事压下了心底, 荡寇军将士听令, 全军备战, 李征微声喝道, 谨遵将令, 所有荡寇军将士齐声道, 都在等待着, 而在城楼之上, 赵明也是一身铠甲, 凝视着城前, 丁玉则是相伴在一旁, 此刻城中所有将士都有着一种紧张, 时间也在这一刻, 缓缓地流逝, 过了有一个多时深后, 呜,呜, 悠长而深厚的号角声响彻了通城天空, 在这声音下, 哄,哄,哄, 大地也都震动了起来, 正如同李征所料, 血延驼步十几万大军再次卷土重来, 他们不会停止进攻, 给通城守军喘息的机会, 果然如李征所料, 这些杂碎不会停止进攻, 他们势必要拿下通城, 最终目标幽州城, 李克眯着眼, 眼中尽是冷意, 殿下, 李征将军真会带兵杀出去吗? 敌众我寡, 哪怕出其不意, 这圣国也并不大, 丁宇十分担忧地说道, 李征锁定之策, 如今已经被重将知道了, 丁宇自然也不例外, 当初北伐突厥时, 李征带着三千青旗, 深入千里漠北, 所有人也是都不看好, 而且以为他会死在漠北荒漠之中, 可结果呢? 他不仅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还带回了突厥汉和他挥下百官的脑袋, 本王并不懂太多军事, 但懂得相信, 父皇都直接放权给他捅兵, 难道本王还能不相信吗? 看着吧, 本王相信李征会给幽州一个惊喜, 更会给整个大唐更大的惊喜, 李克十分严肃地说道, 虽然在心底, 他也有几分忐忑, 但是已经决定了, 他也是断然不会影响士气的, 是, 丁宇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但心底打鼓, 他觉得, 李征这不仅以身犯险, 更是致幽州城安危于不顾, 如果这五万大军覆灭了, 那幽州就真的危险了, 那几十万幽州老百姓该何处何从? 但如今身为幽州都督的吴王都点头同意了,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改变, 只会战斗吧, 李克陈生说道, 并与李克领命, 当即道, 投石机准备, 敌军进入射程, 立刻攻击, 是, 城楼上的将士们立刻应到, 几十架投石机一字排开, 随时准备发射石头, 这时, 城前, 薛颜陀叛军的肋骨声响起, 数万工程的部族向着城前挺进, 云梯, 冲车, 还有少数投石机都列于阵前推进, 而狼们, 攻破这通城, 后面就是幽州, 里面金银财宝, 美女都是咱们的, 拿下幽州, 我让大伙好好享受, 等以后, 打到大唐长安城, 本统领将奖励你们大唐皇帝的公主给你们玩, 给我杀, 杀, 薛颜陀大首领疑南大声喝道, 在肋骨声下, 工程大军有序地推进, 踩着他们同伴的尸体, 向着通城推进, 一场就如这六七天工程之战一样的战局, 再次打响了, 随着敌军进入射程, 投石机立刻发动进攻, 巨石落下, 许多异族敌军被瞬间碾压成肉泥, 双方都用投石机互相发射, 杀, 杀, 薛颜陀叛军嘶吼着, 铺天盖地地向着城前而来, 随着他们进入了弓箭的射程, 放箭, 丁宇一声力喝, 城楼上数千弓箭手直接放箭, 乱箭如同暴雨, 许多敌军被乱箭穿身而死, 但此刻的丁宇根本没有在乎这些, 而是目光测算着敌军的距离, 八十丈, 七十丈, 六十丈, 丁宇喃喃自语着, 双目凝视, 终于, 在敌军即将跨越五十丈的一刻, 这一声, 就宛若号令, 原本紧闭的城门轰然敞开了, 荡寇军的弟兄们, 成进攻阵兴, 随本将杀, 李征抱贺一声, 手中青龙刀一指, 猛的策马, 率先杀了出去, 同时间, 李征信念一动, 使用两倍经验暴击卡, 接受指令, 经验暴击卡使用成功, 从现在开始五天时间, 宿主可获得杀敌经验值两倍, 包含宿主杀敌, 宿主麾下军队杀敌, 系统提示道, 追随将军, 杀, 五万荡寇军将士嘶吼着, 两万骑兵在前, 三万不足在后, 李征的两百多亲卫, 还有李克强行给予的五百羽灵军, 则是紧紧跟在李征身后, 两万骑兵也迅速冲出, 眨眼间, 李征统领骑兵就铺天盖地地从城中杀了出来, 李征啊, 我的好兄弟,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你出事了, 我这个吴王也算完了, 看着李征杀出城的身影, 李克在心底默默地祈祷着, 除了这样, 他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能够劝阻李征不出战, 那就好了, 可是, 他根本劝不住啊, 就连自己父皇都劝不住, 要给他兵部侍郎的官职, 竟然被他给拒绝了, 硬是要上战场, 这种心态又有谁能够懂, 而城外, 相隔不过数十丈的薛颜驼部三位首领, 都是一脸震惊, 疑惑不解地看着, 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 骑射, 李征大喝一声, 青龙刀横放在腿上, 直接提起了弓母, 从背后抽出了剑, 身后跟随的将士们整齐划衣, 弯弓搭剑, 杀, 李征一声爆喝, 弓炫上七八支剑直接凌空射出, 在空中直接分散, 向着敌人杀去, 在他溅落的一刻, 身后数千的骑兵乱箭齐发, 向着敌军放射, 羞羞羞, 羞羞羞, 乱箭如雨, 啊, 啊, 数百计, 数千计的薛颜驼叛军被乱箭所杀, 杀, 李征再次张弓搭剑, 放剑杀敌, 每一个将士也都如此循环, 疯狂夺取着敌军的生机, 眨眼间, 薛颜驼叛军攻城先锋军就死伤无数, 面对李征带兵忽然间杀出, 骑兵踏动, 直接让进攻的敌军完全措手不及, 阵形大乱, 拿到, 但距离叛军不过数仗后, 李征又是一声爆喝, 弓箭放下, 青龙刀提起, 下一刻, 李征就靠近了近在咫尺的叛军, 他们的眼神中还透着惊恐, 李征冷笑着, 看着这无数叛军就如同看待猎物一样, 手中青龙刀悍然横扫过去, 刀锋斩过, 面前一排六七个人立刻持刀抵挡, 可是在李征这一刀下, 咔咔咔, 这些叛军的兵器瞬间被斩断, 刀锋沾血, 七个人头直接飞上了半空, 留下了无头尸体, 鲜血狂飙, 好刀, 果然是削铁如泥, 李世民这兵器, 给我算是给对人了, 看着这刀的锋利, 李征满意一笑, 刚刚自己就是随手一刀, 都没用多大的力, 更没有加持内力, 可见这刀的锋利, 作为曾经大随著名战将宇文化级的兵器, 可想而知, 追随将决, 杀, 杀, 李征身后大批将士席卷而来, 每一个都是充满杀机, 手中末刀高举, 狠狠地斩下, 咔嚓, 末刀斩落, 便是无数斩落劲骨, 血肉横飞的画面, 骑兵攻击不足, 就如同碾压, 这是一种天生兵种上的克制, 李征挥舞青龙刀, 疯狂地收割着敌军的性命, 凭借先天武者的实力就如同砍瓜切菜一样, 身边的将士们也是以李征为中心, 迅速突进斩敌, 踩踏着敌人的尸体, 面对着忽如其来的攻势, 薛颜驼叛军的攻城先锋, 完全慌了, 被打得慌忙后撤, 执行战术, 咬住他们, 李征冷冷喝道, 策马死死咬住, 挥刀斩敌, 锦尊将军指令, 将士们士气高昂, 战力也有一倍递增, 疯狂咬住敌军, 疯狂杀戮, 只要咬住叛军先锋, 叛军就休想构筑阵型反击, 他们的后军, 也将受到他们自己的攻城先锋的冲击, 这就是战略的关键一环, 而在薛颜驼叛军后阵, 别说这些攻城的薛颜驼叛军换了, 就连薛颜驼三位首领宜男, 错摩之和拔拙也都全部慌了, 他们, 他们怎么会出城攻击, 这怎么会, 薛颜驼首领宜男神情惊恐, 城中究竟是何人统兵, 这是什么战法, 他们兵力逊色于我们, 怎敢出城进攻, 错摩之和拔拙也有些慌了, 但这时, 一男率先清醒了过来, 骑兵列阵准备应战, 首领, 我们的攻城部族被他们咬住了, 他们如果不撤回来, 我们根本无法列阵, 而且我们就算列好了阵型, 也会被他们冲散, 一个薛颜驼叛将领大声喊道, 该死, 好阴险卑鄙的打法, 一男狠狠骂了一声, 随后, 大声道, 传我命令, 部族不允许后撤, 与敌军血战, 如若后退一步, 斩, 骑兵立刻列阵, 准备应战, 不得不说, 这个疑男是一个狠人, 同样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明白, 如果真的如同李征的战术, 他们的骑兵都会被冲散, 最终也会变成溃军, 但他不明白, 此刻一个被彻底击溃的军队, 是没有办法维持秩序了, 哪怕他下令了, 数万部族也没有任何死战的打算, 仍然向着后面疯狂逃窜着, 而李征则是带领着麾下将士们收割着, 死死咬着, 当李征又是一刀斩杀了几个叛军, 已经达到升级所需经验值, 恭喜宿主升级, 目前等级13级, 系统提示声忽然响起, 一道光芒从李征身上冲天起, 所有疲乏全部都消失不见, 李征直接恢复到了巅峰, 筋脉再次被打通了一条, 内力增长了许多, 力量也是一样, 原本升级所需要460点经验值, 此刻升级, 在双倍经验搏击卡的作用下, 证明李征在短时间已经斩杀了200多个敌人, 这就是先天舞者的厉害, 还有神兵力气的加持, 双倍暴击, 太爽了, 这还是我杀敌获得经验值, 我麾下大军杀敌, 还未结算, 杀, 疯狂杀, 连升三级完全有机会, 李征大笑着, 一脸狂喜, 看着他身上的血污, 在敌人看来就如同看到了地府恶鬼一样, 看着他就想要逃, 当寇军将士们, 追随奔乡, 杀, 九阳神功加持青龙刀, 李征大鹤一声在内力加持, 声音洪亮无比, 更是激发士气, 他手中青龙刀挥舞着, 在九阳神功加持下, 化作一道道刀芒, 还有许多刀器向着四周斩来, 一瞬间, 面前十几个叛军全被斩杀, 而周围都是轻卫, 这些他们并不意外, 因为他们也修炼了武道, 知道自己将军的强大, 如同天人, 而其他人也看不到, 看到的敌人都变成了尸体, 在这战场上更是没有人会注意, 而且内力无形, 刀器无形, 他们更是看不到, 成功升级后, 李征也彻底放开了, 调动内力, 疯狂杀戮, 青龙刀施展开来, 刀器肆意, 疯狂杀敌, 该死, 不要乱, 迎战啊, 薛妍陀大首领宜男亲自上前督战, 直接拔刀砍了几个逃窜的士族, 但大军的溃散仍然止不住, 这让他无比气恼, 撤, 撤了吧, 否则我们真的被彻底咬住了, 放弃这些不足, 我们还可以用骑兵列阵, 错摩之语气惊恐说道, 看着前方溃败的军队, 大首领宜男心中充满了不甘, 但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咬着牙, 撤, 在如此情况下, 大首领宜男很快就抉择了, 与其被李征死死咬住, 军阵溃败, 还不如放弃这几万工程的部族, 在他的命令下, 薛妍陀叛军的后军开始迅速撤退, 首领, 不要放弃我们, 帮我们一起, 首领, 许多四散逃窜的叛军部族, 看到拔军撤离的后军, 顿时慌了, 惊恐大喊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被放弃了, 本就被击溃的军心彻底无存, 变成了恐惧, 将军饶命, 我愿归赴大唐, 将军饶命啊, 啊, 饶命, 将军, 一声声惨叫在这些异族叛军的口中传出, 他们甚至有许多人都放下了兵器, 祈求投降保住性命, 荡寇军将士听令, 范江异族, 叛军叛徒, 杀无赦, 李征大鹤一声道, 对于李征来说, 这次上战场杀敌, 可是极为难得的机会, 放过这机会,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了, 两倍经验爆击卡时间是五天, 李征必须好好利用这五天, 此刻正是大肆收割经验值的时刻, 谨遵将军之令, 杀, 两万荡寇军骑兵大声嘶吼着, 疯狂挥舞着末刀, 斩杀这些军心士气已经溃散的叛军, 疯狂杀敌, 而在骑兵之后, 苏定方带领着三万部族迅速而来, 部族两侧迂回, 弓箭手准备, 杀, 苏定方大声喝道, 一万弓箭手迅速列阵开来, 弯弓搭箭, 抬高对空的角度, 一阵阵弓炫震动虚空, 万箭齐发, 越过正在弓杀的袍则骑兵新的, 向着溃散的敌军放射而去, 乱箭之下, 杀伤无数, 弹扣军正在疯狂杀戮, 痛奸溃军, 通城城楼上, 看着被李征捅兵直接击溃的薛颜驼叛军, 李克惊呆了, 丁宇也看傻了, 城楼上数千留守的士族也都呆住了, 薛颜驼部原来是铁勒突厥部落曾经的精锐, 但是在李征的荡寇军下,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通城危局, 已经解了, 李克有些感慨道, 眼中尽是喜色, 叛军连日攻伐, 难道真的已经历劫,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丁宇有些诧异的道, 这些日子以来, 丁宇还有幽州城数万守军, 在薛颜驼叛军手中吃了不少的亏, 伤亡惨重, 这薛颜驼部落叛军无愧是曾经铁勒突厥的精锐, 的确厉害, 皆是汉族, 但此刻所展现的被李征带领的荡寇军压着打, 疯狂的屠杀之景象, 却是颠覆了他心中的想象, 不, 李克摇了摇头, 并非这些叛军不堪一击, 而是李征统领的荡寇军战斗力太强, 看, 这些叛军砸碎的后军撤离了, 攻打我通城的数万部族被他们放弃了, 李克冷笑道, 如此战况, 末将都想出城杀敌了, 丁宇十分渴望道, 好好守着通城吧, 还有, 曹你一份奏报, 上奏长安, 将通城之威以解的消息, 还有李将军同兵击溃叛军的战果如实上报, 李克立刻说道, 末将领命, 丁宇欣然领命, 时间流逝, 兄弟们, 杀, 李征一身都被鲜血沾染, 他冲入了叛军之中, 疯狂挥斥着青龙刀, 一个个的人头, 一个个叛军被他斩杀, 而看到敌军的将领, 而更是让李征癫狂, 追着斩杀, 将军, 我是血沿驼步的一个千副长, 还请将军饶命, 我愿意率众投降, 愿意带兵帮助将军评判, 当李征冲杀到了一个叛军战将面前, 这个战将吓得惊恐求饶起来, 但声音一落, 一道刀光闪过, 咔嚓, 刀锋轻易间就将这战将的头颅斩落, 斩杀精英敌人, 获得经验值50点, 双倍经验值暴击, 获得经验值100点, 已经达到升级所需经验值, 恭喜宿主升级, 目前等级, 14级, 在李征成功斩杀了这名千副长后, 相隔个时辰, 系统提示声再次响了起来, 一道升级的光芒从李征身上冲天起, 几乎只是瞬间, 李征全身的疲乏都瞬间消失, 丹田内几乎已经枯竭的内力, 又重新恢复到了巅峰, 哈哈, 爽, 李征大笑着, 不过他一身燃血, 大笑着就显得无比争鸣, 他周边的叛军看到了, 无不下的争先后退, 今日一战, 李征就升了两级, 实力大增, 到了14级, 先天四重进, 在李征战力全开之下, 这几个时辰, 死在李征手中的叛军超过了七八百人, 不乏许多叛军将领, 这也是李征获得丰厚经验值的来源, 两倍经验暴击卡, 果然很爽, 忘恩负义的杂碎们, 养不熟的一族, 都该死, 李征眼中带着杀意, 再次出手, 内力加持青龙大刀, 九重九阳神功运用到刀法上, 面前十几个叛军瞬间殒命, 恭喜宿主亲手斩杀叛军超过2000人, 完成2000人斩, 奖励精品金创药配方, 系统提示道, 杀戮还在继续, 这是一场追击的拉锯战, 叛军疯狂逃窜着, 而李征则是带兵疯狂追击着, 追上就杀, 在这个过程中, 也到了夜色之下, 不知不觉中, 李征已经带兵追击了五里地, 大军直播, 看着身边轻卫和将士们面带疲乏之色, 又看着夜幕之下逃窜的敌军, 李征当机立断, 见好就收, 正值于夜色之下, 已经斩了不少的叛军了, 如果继续追下去, 有可能叛军会设服, 那样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大军停下追击步伐, 喊杀声也是戛然而止, 在禁义里, 在那安营扎寨修整, 调干粮果腹, 明日添一亮, 继续追击, 苏将军, 统计战损, 救治伤兵, 李征当即下令道, 苏定方立刻应道, 迅速安排了下去, 大军也没有在那般疯狂的驰骋了, 而是允许的向前推进, 到了一个适合安营扎寨的地方, 将军也休息一番吧, 赵明立刻来到面前, 恭敬报, 都去休息, 李征摆了摆手, 翻身下马, 直接坐在地上, 结算经验值, 李征一脸期待, 这一次的双倍经验暴击卡, 给李征带来的惊喜太大了, 麾下大军杀敌, 经验值是十个时辰一结算, 也可以按照李征的指令, 提前结算, 宿主麾下大军杀敌17890人, 被大军杀敌经验值十分之一, 触及双倍经验值暴击, 获得经验值3578点, 已经达到升级所需经验值, 恭喜宿主升级, 目前等级15级, 恭喜宿主升级, 目前等级16级, 系统提示声连续响了两次, 两道光芒在李征的身上冲散而过, 九阳神功自行运转了起来, 直接调动内冲开了两条经脉, 当经脉冲开之后, 内力归于丹田再次增长了几成, 先天六重进了, 21级在向我招手啊, 到了这个等级, 按照九阳神功之上的境界划分, 这应该就是宗师层次了, 到达宗师, 不知道我的实力能够到达什么地步, 只怕就是面对万军, 我也能够全身而退了, 李征十分兴奋地想着, 21级之上的实力有多强, 不同于皇权的赐予, 升级获得的实力可是实打实自己的, 这也是自己以后安身立命的根本, 凭借现在的实力, 李征就可以在战场上纵横, 勇力无敌, 如若到了宗师层次, 以后就算真的到了五州时代, 李征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拥有真正安身立命的本钱, 这一战, 总计杀敌绝对有两万之众, 城楼上防守的乱舰击杀了数千人, 而李征自己就杀了一千多人, 挥下大军斩杀了一万八千人, 这种战果, 真的是害人, 对于这种战果, 李征很自信军中不会有太大的损亡, 不仅是对荡寇军将士的自信, 更是对自己的自信, 查看属性, 李征道, 眼前, 姓名, 李征, 年龄, 十六岁, 等级, 十六级, 功法, 九重九阳神功, 先天境六重境, 技能, 圆满剑法, 十剑连珠, 可加持内力于剑, 道纵奇术, 六级达摩拳法, 六级武当剑法, 四级六脉神剑, 纵云梯三级, 升至十一级所需经验值, 八百九十点, 两千六百, 技能, 四十五点, 消耗技能点, 能够提升任何技能, 具体提升技能层次, 黄阶层次提升, 一技能点可提升一级, 旋即两个技能点可提升一级, 地阶三技能点提升一级, 天阶四技能点提升一级, 这样下去, 真的有机会升级到二十级, 甚至是二十一级, 关键还是要把握这五天时间, 经验暴击卡呀, 真的是难得, 李征心中暗自想到, 过了许久后, 将军, 我军伤亡数字统计了, 此战, 我军阵亡四百一十五人, 伤两千七百四十人, 斩杀敌军超过一万七千人以上, 击伤敌人更是不计气数, 苏定方来到李征面前, 激动地禀告道, 还不错, 听到这个战损数字, 李征没有丝毫的意外, 这一战如此大伤, 不仅仅是出其不意, 打了薛岩驼叛军, 一个措手不及, 更是荡寇军战力的强大, 在李征的统御下, 战力得到了一倍增长, 士气两倍, 虽然是无形的, 但是全部都体现在了战力之上, 将军, 你似乎并不感到惊讶, 看着李征如此平静的样子, 苏定方则是一脸惊讶, 这一战, 可是他打得最痛快, 也是最酣畅淋漓的一场大战, 他从军这么多年, 也是第一战打得如此轻松血液, 还用如此小的伤亡, 就取得如此战果, 兄弟们如此勇猛, 他们取得如此的战果, 我自然不觉得意外, 李征笑了笑, 这一战, 当真是畅快, 可惜还是被那些杂碎, 逃了那么多, 苏定方既高兴, 有有些失望, 真的恨不得将那些叛军全部诛杀, 放心吧, 这些杂碎,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就算活着, 我也会让他们生不如死, 李征冷笑道, 荡寇军在将军统领下, 才发挥了真正的实力, 将士们士气那般高昂, 这是末将都想不到的, 将军, 你是一个天生的统帅, 苏定方一脸敬佩地说道, 什么时候, 你变得这么客气了, 李征笑了笑, 在苏定方胸口垂了下, 这可不是客气, 这些都是事实, 这战暴要是承揍上去, 我都难以想象朝堂回事, 一个怎样的震撼, 苏定方十分感慨地说道, 好了, 苏将军, 再交给你一个任务, 将受了重伤, 还有不能再战的将士, 派人送回通城治疗, 将此间战暴整理, 送回通城, 承揍朝廷, 其余人抓紧休息, 明日继续进攻, 除此外, 再去从那些叛军尸体上, 把战甲和衣服扒下来, 李征吩咐道, 是, 苏定方立刻点头, 不过他回过神, 忽然差异道, 扒这群叛军的衣服做什么, 说不定以后有用, 你先去办, 让骑兵把那些衣服带在战马上, 能扒多少扒多少, 李征道, 好, 苏定方不再怀疑, 点了点头, 不过在心底猜测, 或许李征又有什么, 针对那群叛军的计划了, 长安, 大明宫, 太极殿偏殿, 李世民坐在龙椅上, 处置着奏折, 但看着他心不在焉的样子, 显然心思也并不全部都在奏折之上, 有没有幽州传回来的战报, 忽然, 李世民放下奏折, 看着侍奉在一旁的王德问道, 王德立刻躬身一拜, 陛下, 还未有战报回来, 那臭小子已经去了有15天了, 从各处驿站传回来的情况看, 应该在五天前就到了幽州了, 也不知道如今情况如何, 李世民一脸凝重道, 眼中也尽是担忧之色, 显然, 他是担心自己孙子, 陛下, 如果有战报, 皆是以急报传回, 日夜兼程, 六天时间也足以将战报传回来, 如果幽州传回战报, 那应该就是明天了, 请陛下放心, 李将军永利过人, 而且有勇有谋, 还有大军保护他, 绝对不会有事的, 王德立刻安慰道, 但愿如此吧, 李世民也是点了点头, 但担忧之色不减, 咱真的都后悔啊, 早知道直接把那小子扣在长安城了, 不然咱怎么会这么担心, 这小子, 一定都不知道心疼他老子啊, 李世民叹了一口气, 万般无奈道, 以李将军的性格, 他只怕不会那么老四就范的, 王德笑着说道, 这小子在民间长大, 一身的天不怕地不怕, 我看了都怕了, 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 陛下这不是怕, 而是对皇子的恩宠, 王德恰到好处地拍了一个马屁, 但愿明日有战报回来啊, 一天不回来, 咱就一天不得安省, 咱已经失去了翠平, 真的不能再失去他了啊, 李世民喃喃说道, 对了, 钱儿有消息了吗? 李世民又问道, 回陛下, 昨日上奏了, 太子殿下如今已经到了扬州, 如今在扬州及其周边巡视, 让陛下悟念, 王德奏道, 对对对, 瞧瞧咱这记性, 年岁大了, 都不记事了, 李世民一拍脑袋, 恍然回过神, 陈王浩, 求见陛下, 大殿外传来一个声音, 听起来十分急切, 进来, 李世民看了眼大殿外, 沉声道, 王浩立刻快步走入了大殿内, 在入殿后, 还顺手将大殿们给关上, 似乎是真的有什么大事, 而在他的手中, 还踢着一个平常用来传送急报的卷筒, 我让你办的是怎样了, 看到王浩这个样子, 李世民也意识到了什么, 立刻问道, 李将军, 皇子殿下母亲的画像, 陈已经找人画了出来, 并在长治找了当地百姓甄别了, 画得很像, 百姓都这么说, 请陛下一看, 王浩恭敬地将卷筒一递, 王德立刻上前, 将这卷筒接了过来, 然后对着李世民递了上去, 虽然现在李世民十分肯定, 李正就是自己的皇儿, 但是他, 还是要彻底甄别, 这个在长治的林氏, 是不是他的脆评, 李世民势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唯有这样, 他才可以安心, 李世民打开卷筒, 将里面的画像拿了出来, 定睛一看, 一眼就认了出来, 果然, 果然啊, 看着画像上的女人, 李世民一下子陷入了哀思, 这上面果然是自己的脆评, 他怀有身孕, 不来长安找自己, 却躲到偏远的长治县, 生下了孩子, 过着平淡生活, 这都是为什么, 就因为自己当时突然离开吗, 李世民合上了画像, 心中动容地想到, 陛下, 陈亲自在长治走访得知, 李将军的母亲, 林氏, 是17年前移居到长治的, 然后开了一间陈醋房, 后来生下李将军, 就王浩禀告道, 好了, 没你什么事了, 你退下吧, 李世民挥了挥手, 陈告退, 王浩功身一败, 退了下去, 这时, 站在一旁的王德欲言又止, 要说什么, 你就说, 李世民瞥了一眼, 陛下, 老奴倒是觉得, 可以将一直在李将军身边的周管事, 赵进宫来问问李将军的情况, 还有李将军母亲的情况, 说不定能够知道更多, 王德恭敬道, 闻声, 李世民稍稍思虑, 李征那小子说了, 他这个管事的, 以前住在他家隔壁, 孤身一人, 平时没事帮陈醋房干点活, 不过, 也的确可以找来问一问, 那咱立刻传旨, 召见周管事, 王德立刻问道, 这几日政务繁忙, 而且咱的皇儿都还在战场上, 过几天吧, 等知道咱皇儿的情况, 再传, 李世民一脸担忧道, 是, 王德点了点头, 但就在这时, 启奏陛下, 兵部急报, 自幽州日夜兼程传回, 兵部尚书李靖在大殿外喊道, 竟然提前回来了, 李世民脸色一变, 立刻道, 快进殿来, 臣李靖参见陛下, 李靖跪地行礼, 免了免了, 快说幽州是什么情况, 李世民立刻问道, 眼神都充满了急切, 在外人看来, 这是一国皇帝对战士的关切, 但是也只有李世民自己才知道, 他在等着自己皇儿的消息, 回禀陛下, 李将军真是我大唐战神, 勇猛无品, 陈刚刚接到幽州传回的急报, 还是吴王殿下亲笔所书, 李靖一脸激动, 看着他这样子, 李世民心中一安, 显然, 这绝对是好事, 否则李靖断然不是如此激动的表情了, 说, 李世民迫切问道, 李征将军于五日前置幽州通城, 在李将军到达后, 通城已经遭受十几万叛军, 连续猛攻了六日, 通城即将失守, 李将军率领亲卫及时赶到, 击退入城的叛军, 力挽狂澜, 一日, 李将军制定战略,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趁着叛军攻城之际, 带兵出城杀敌, 李靖又语气激动的说道, 十几万大军, 带兵出城杀敌, 虽然出其不意, 但同样危险, 这小子, 还真的是胆大, 李世民眉头一皱, 请陛下安心, 李将军并非无分寸之人, 这一战, 李将军大胜, 请陛下一跃战果, 李靖激动的将战暴承奏, 李世民直接接过来, 一看, 顿时间也惊讶了, 这一战总计斩敌超过两万余, 李将军挥下阵亡不过数百人, 伤者两千余人, 大多为轻伤, 这战果, 当真出彩啊, 听到李世民的话, 李靖立刻笑道, 陛下, 这是大胜, 前所谓有之大胜, 看来, 幽州城的战局会因李将军的出现而改变了, 原本陈海想着, 要不要启奏陛下, 自靖阳调集五万大军镇压叛军, 是不是有些少了, 还需要增派兵力, 如今看来, 有李将军统兵, 幽州城, 或许可以以少胜多, 李世民沉声道, 自一开始, 咱只调五万大军去平叛, 并非是要击溃他们, 而是固守, 只有一个多月就要入冬了, 北疆大漠将会变成一片雪国, 以我大唐户部调集的资源, 尚可维持大军所需, 幽州战备所需, 但那些叛军可没有, 突厥已经没有了那般底蕴了, 只要入冬, 等着他们, 就是死路一条, 不过咱没有想到, 李征能够给咱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以功带首, 大破叛军, 好, 真是好啊, 如此战果, 虽然比不上当日李征, 带着三千青旗, 灭突厥王庭之功, 但同样也不错呀, 李靖立刻道, 陛下制定让李将军去统兵平叛, 当真是选对人了, 李靖, 李世民表情变得严肃, 陈在, 将士过冬棉衣, 粮草自重, 还有各类所需, 全部都给咱准备好了没有, 请陛下宽心, 户部早就准备好了, 如今已经向幽州运起, 入冬之前, 必须交到每一个幽州将士的手中, 将士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保家卫国, 咱不希望他们还要裹着单衣, 在寒冬受冻, 总之, 此事就全权交给你了, 陈绝不会让陛下失望, 李靖恭敬道, 如此就好, 李世民脸上也终于有了一谋笑容, 对了陛下, 吴王殿下的座报中, 还有关于李征将军为麾下的五万大军取得名号, 李靖道, 他取了一个什么军号, 李世民顿时来了兴趣, 荡寇军, 扫荡敌寇, 杀敌, 保家卫国, 李靖立刻道, 李世民眼前一亮, 听到这个名号也燃起了一种别样的风采, 好, 不错, 好一个荡寇军, 扫荡敌寇, 杀敌报国, 这个军号可以, 李靖在一旁笑着, 此次李征在刺猬国立功, 给咱记下来, 他日等彻底评判之后, 咱再行一起封赏, 还有, 铁勒薛颜驼不叛乱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我大唐也需要这一场大胜来告诉子明, 以朝廷之名, 你一定告示, 各个州府昭告, 李世民正色说道, 并非持续自货而动 дум等会,